三体一,刘慈欣 刘慈欣2001世巴克拉克奖获奖,感言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 很荣幸获得Quark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ital Society Award。 这个奖项是对想象力的奖励,而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有历史学家说过,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在未来,当人工智能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唯一优势。 科幻小说是基于想象力的文学,而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Arthur Clark的作品。 除了Jules Verne和George Wells外,Clark的作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版了它的2001,A Space Odyssey和Rendezvous with Roma。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旧的生活和信仰已经崩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心中一片迷茫。 这两本书第一次激活了我想象力,思想豁然开阔许多,有小溪流进大海的感觉。 读完2001A Space Odyssey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门仰望星空,那时的中国的天空还没有太多的污染。 能够看到银河,在我的眼中,星空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我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感觉。 而后来读到的《Rendezvous with Roma》也让我惊叹如何可以用想象力构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想象世界。 正是Clark带给我的这些感受,让我后来成为一名科幻作家。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渐渐发现,我们这一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中国的人,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代人。 像我们这样,目睹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我们童年的世界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种变化还在加速发生着。 中国是一个充满着未来感的国度,中国的未来可能充满着挑战和危机,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吸引力。 这就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其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作为一个在六十年代出生在中国的科幻小说家,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我最初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平淡的生活,用想象力去接触那些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神奇时空。 但后来我发现,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了,这种进程还在飞快的加速,未来像剩下的大雨,在我们还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 同时,我也沮丧地发现,当科幻变为现实时,没人会感到神奇,他们很快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只有让想象力前进到更为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寻找科幻的神奇,科幻小说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平淡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事情变得平淡之前把它们写出来。 但另一方面,世界却向着与Clark的预言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2001A Space Odyssey中,在已经过去的2001年,人类已经在太空中建立起壮丽的城市,在月球上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巨大的核动力飞船已经航行到土星。 而在现实中的2018年,再也没有人登上月球,人类的太空中航行的最远的距离,也就是途经我所在的城市的高速列车两个小时的里程。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态。 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 这像有一句话说的,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 住,这句话应该有英语的原文,但我查不到。 这样的现实也反映在科幻小说中,Clark对太空的规律想象已经渐渐远去,人们的目光从星空收回现在的科幻小说,更多地想象人类在网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中的生活。 更多地关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科幻的想象力由Clark的广阔和深远,变成Cyberpunk的狭窄和内向。 作为科幻作家,我一直在努力延续着Clark的想象,我相信,无垠的太空仍然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去向和归宿,我一直在描写宇宙的宏大神奇。 描写星际探险,描写遥远世界中的生命和文明,尽管在现在的科幻作家中,这样会显得有些幼稚,甚至显得跟不上时代。 正如Clark的墓志明,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 与人们常有的误解不同,科幻小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它只是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就像一堆想象力的鹅卵石,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和把玩。 这无数个可能的未来,哪一个会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不是它的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从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在这无数可能的未来中,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黯淡的。 我期待有那么一天,像那些曾经描写过信息时代的科幻小说一样,描写太空航行的科幻小说也变得平淡无奇了。 那时的火星和小行星带都是乏味的地方,有无数的人在那里谋生,木星和它众多的卫星已成为旅游圣地,阻止人们去那里的唯一障碍就是昂贵的价格。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宇宙仍是一个大的无法想象的存在,据我们最近的恒星仍然遥不可及。 浩瀚的星空永远能够承载我们无穷的想象力。 谢谢大家。 第一张科学边界汪淼觉得,来找他的这四个人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两名警察和两名军人,如果那两个军人是武警还算正常,但这是两名陆军军官。 汪淼第一眼就对来找他的警察没有好感。 其实,那名穿警服的年轻人还行,举止很有礼貌,但那位便衣就让人讨厌了。 这人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穿着件脏兮兮的皮夹克,浑身烟味,说话粗声大嗓,是最令汪淼反感的那类人。 汪淼,那人问,直呼其明令汪淼很不舒服,况且那人同时还在点烟,头都不抬一下。 不等汪淼回答,他就向旁边那位年轻人示意了一下,后者向汪淼出示了警官证,他点完烟后就直接向屋里闯。 请不要在我家里抽烟。 汪淼拦住了他。 哦,对不起,汪教授。 这是我们史强队长。 年轻警官微笑着说,同时对姓史的史了个眼色。 成,那就在楼道里说吧。 史强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手中的烟几乎燃下去一半,之后竟不见吐出烟来。 你问,他又向年轻警官偏了一下头。 汪教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最近你与科学边界学会的成员有过接触,是吧? 科学边界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组织,成员都是著名学者。 这样一个合法的学术组织,我怎么就不能接触了呢? 你看看你这个人。 史强大声说,我们说他不合法了吗? 我们说不让你接触了吗? 他说着,刚才吸进肚子里的烟都喷到汪淼脸上。 那好,这属于个人隐私,我没必要回答你们的问题。 还啥都成隐私了,像你这样一个著名学者,总该对公共安全负责吧。 史强把手中的烟头扔掉,又从压扁了的烟盒里抽出一根。 我有权不回答,你们请便吧。 汪淼说着,要转身回屋。 等等。 史强立声说,同时朝旁边的年轻警官挥了一下手,给他地址和电话,下午去走一趟。 你要干什么? 汪淼愤怒地质问,这争吵引得邻居们也探出头来,想看看出了什么事。 是对。 你说你,年轻警官生气地将史强拉到一边,显然他的粗俗不只是让汪淼一人不适应。 汪教授,请别误会。 一名少校军官急忙上前,下午有一个重要会议,要请几位学者和专家参加,首长让我们来邀请您。 我下午很忙。 这我们清楚,首长已经向超岛中心领导打了招呼。 这次会议上,不能没有您,实在不行,我们只有把会议延期等您了。 史强和他的同事没再说话,转身下楼了,两位军官看着他们走远,似乎都长出了一口气。 这人怎么这样? 少校小声对同事说。 他劣迹斑斑,前几年再一次劫持人质事件中,他不顾人质的死活擅自行动,结果导致一家三口惨死在罪犯手中。 据说他还和黑社会打得火热,用一帮黑道势力去收拾另一帮,去年又搞刑讯逼供,十一名嫌疑人致残,因此被停职了,这种人怎么能进作战中心? 首长点名要他,应该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不过,对他限制挺严,除了公安方面的事务,几乎什么都不让他知道。 作战中心,那是什么? 汪淼不解地看着面前的两位军官。 接汪淼的汽车驶进了城市近郊的一座大院,从那只有门牌号码,没有单位名牌的大门,汪淼知道这里是军方而不是警方的地盘。 会议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汪淼一进去就对这里的纷乱吃惊不小。 大厅周围是一圈胡乱安放的电脑设备,有的桌子上放不下就直接割地板上。 电线和网线纠缠着散在地上,一大落网络交换机没有安在机架内,而是随手堆放在服务器上,有好几个投影仪的大屏幕。 在大厅的角落里,城不同角度随意立着,像吉普赛人的帐篷,烟雾像晨雾般在半空扶了一层,汪淼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那名军官所说的作战中心。 有一点他可以肯定,这里在处理的事情,已经让人们顾不上其他了。 临时拼凑的会议桌上也是堆满了文件和杂物,与会者大多神情疲惫,衣服皱巴巴的,有领带的都扯开了,好像熬了一夜。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叫常伟司的陆军少将,与会者有一半是军人。 经过简单的介绍,他知道还有少部分警方人员,其他的人都是和他一样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其中有几位还是很有名望的科学家,而且是研究基础科学的。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还有四个外国人,这些人的身份令他大吃一惊,其中的两个人也是。 军人,分别是美军空军上校和英国陆军上校,职务是北约联络员,另外两人居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这里的职务是什么观察员。 从所有人的脸上,汪淼都读出了一句话,我们已经尽力了,快他妈的结束吧。 汪淼看到了史强,他倒是一反昨天的粗鲁向汪淼打招呼,但那一脸傻笑让汪淼愉快不起来。 他不想挨史强坐,但也只有那一个空位,他只好坐过去,屋里本来已经很浓的烟味更加重了。 发文件时,史强凑近汪淼说,汪教授,你好像是在研究什么新材料? 纳米材料? 汪淼简单地回答,我听说过,那玩意儿强度很高,不会被用于犯罪吧? 从史强那带有一半调侃的表情上,汪淼看不出他是不是开玩笑。 什么意思? 呵,听说那玩意儿一根头发丝粗,就能吊起一辆大卡车,犯罪分子要是偷点去做把刀,那一刀就能把一辆汽车砍成两结吧。 哼,根本不用做成刀,用那种材料做一根只有头发丝百分之一粗细的线拦在路上。 就能把过往的汽车像切奶酪那样切成两半,啥不能用于犯罪? 刮鱼鳞的刀都能。 史强把面前的文件从袋中抽出一半,又塞了回去,显然没了兴趣。 说得对,鱼都能犯罪呢。 我办过一个杀人案,一个娘们把她丈夫的那玩意儿割下来了。 知道用的是什么?冰箱里冷冻的罗飞鱼。 鱼冻硬后,背上的那牌刺就跟一把快刀似的,我没兴趣。 怎么,让我来开会就是为这事儿。 鱼,纳米材料。 不,不,与那些都没关系。 史强把嘴凑到汪苗尔边,别给这帮家伙好脸,他们歧视咱们,只想从咱们这里掏情报, 但什么都不告诉咱们。 像我在这儿混了一个多月,还和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同志们,会议开始。 常伟司将军说,在全球各战区,我们这里现在成为焦点。 首先把当前情况向与会的同志们介绍一下。 战区这个不寻常的术语令汪苗迷惑。 他还注意到,首长好像并没有打算像他这样的新人介绍来龙去脉,这倒是印证了史强的话。 在常将军这简短的开场白中,他两次提到了同志们,汪苗看看对面的两名北约军人和两个美国中情局官员,感觉将军似乎漏掉了先生们。 他们也是同志,反正这边的人都是这么称呼的。 史强低声地对汪苗说,同时用手中的烟指了指那四个外国人。 在迷惑的同时,汪苗对史强的观察力留下了些印象。 大使,你把烟吸了,这儿的烟味够浓了。 常伟斯说,低头翻着文件。 史强拿着钢点着的烟四下看看,没找到烟灰钢,就滋拉一声扔到茶杯里了。 他抓住这个机会,举手要求发言,没等常伟斯表态,就大声说道, 首长,我提个要求,以前提过的信息对等。 常伟斯将军抬起头,没有任何一个军事行动是信息对等的, 这点也请到会的专家学者们谅解,我们不可能给你们介绍更多的背景资料。 但我们不一样。 史强说,警方从作战中心成立之初,就一直参与。 可直到现在,我们连这个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而且,你们正在把警方排挤出去,你们一步步熟悉我们的工作, 然后把我们一个个赶。 走,与会的另外几名警官都在低声制止史强。 史强敢对常伟斯这样级别的首长这么说话, 汪苗有些吃惊,而后者的反击更犀利。 我说大使,现在看来,你在部队上的老毛病还没改。 你能代表警方吗? 你因为自己的恶劣行为已被停止好几个月了,马上就要被清除出公安队伍。 我调你来,是看重你在城市警务方面的经验,你要珍惜这次机会。 大使用粗嗓门说,那我是戴罪立功了。 你们不是说那都是些歪门邪道的经验吗? 但有用。 常伟斯对史强点点头,有用就行,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这是战争时期。 什么都顾不了了。 一位中情局的情报官员,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们不能再用常规思维。 那位英军上校显然也能听懂中文,他点点头,Tobinato,他说什么? 史强问汪苗。 没什么。 汪苗机械地回答,这些人似乎在梦意战争时期。 战争在哪? 他扭头望向大厅的落地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远处大院外面的城市。 春天的阳光下,街道上车流如枝,草坪上有人在遛狗。 还有几个孩子在玩耍里面和外面的世界,哪个更真实? 常将军讲道,最近,敌人的攻击明显加强了,目标仍是科学界高层, 请你们先看一下文件中的那份名单。 汪苗抽出文件中最上面的那张纸,是用大号字打印的, 名单显然你的很仓促,中文和英文姓名都有。 汪教授,看到这份名单,您有什么印象? 常伟思看着汪苗问, 我知道其中的三人都是物理学最前沿的著名学者。 汪苗答道,有些心不在焉, 他的目光锁定在最后一个名字上, 在他的潜意识中,那两个字的色彩与上面几行字是不同的。 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他的名字? 他怎么了? 认识。 大使用一根被烟熏黄的粗指头, 指着文件上的那个名字问。 见汪苗没有反应,他迅速做出反应, 道,喝,不太认识。 想认识。 现在,汪苗知道常伟思把他以前的这个战士调来是有道理的, 这个外表粗俗的家伙,眼睛跟刀子一样。 他也许不是个好警察,但确实是个狠角色。 那是一年前,汪苗是中华二号高能加速器项目纳米构建部分的负责人。 那天下午,在凉乡的工地上,一次短暂的休息中, 他突然被眼前的一幅构图吸引了。 作为一名风景摄影爱好者, 现实的场景经常在他眼中形成一幅幅艺术构图。 构图的主体就是他们正在安装的超导线圈。 那线圈有三层楼高,安装到一半, 看上去是一个由巨大的金属块和乱麻般的超低温制冷剂管道组成的怪物。 仿佛一堆大工业时代的垃圾, 显示出一种非人性的技术的冷库和钢铁的野蛮。 就在这金属巨怪前面,出现了一个年轻女性纤细的身影。 这构图的光线分布也很绝, 金属巨怪淹没在临时施工顶棚的阴影里, 更透出那冷峻,粗糙的质感。 而一束夕阳金色的光, 透过顶棚的孔洞正好投在那个身影上, 柔和的暖光照着他那柔顺的头发, 照着工作服领口上白皙的脖梗, 看上去就像一场狂暴的雷雨后。 巨大的金属废墟上开出了一朵娇柔的花, 看什么看,干活。 汪淼吓了一跳。 然后发现纳米研究中心主任说的不是他, 而是一名年轻工程师, 后者也和自己一样呆呆地望着那个身影。 汪淼从艺术中回到现实, 发现那位女性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因为总工程师陪同着她, 在向她介绍着什么, 一副很尊敬的样子。 她是谁? 汪淼问主任。 您应该知道她的主任说, 用手画了一大圈, 这个投资二百亿的加速器建成后, 第一次运行的可能就是验证她提出的一个超弦模型。 要说在论资排辈的理论研究圈子, 本来轮不到她的, 可那些老家伙不敢先来, 怕丢人就让她捡了个便宜。 什么? 杨东是女的? 是的, 我们也是在前天见到她时才知道。 主任说, 那名工程师问, 他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障碍, 要不怎么会从来不上媒体呢? 别像是钱忠书似的, 到此大家也没能在电视上看上一眼。 可我们也不至于不知道钱忠书的性别吧? 我觉得他童年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经历, 以致得了自闭症。 汪淼说, 多少有一些酸葡萄心理。 杨东和总工程师走过来, 在经过时, 他对他们微笑着点点头, 没说一句话, 但汪淼记住了他那清澈的眼睛。 当天晚上, 汪淼坐在书房里, 欣赏着挂在墙上的自己最得意的几幅风景摄影。 他的目光落在一幅塞外风光上, 那是一个荒凉的山谷。 雪山从山谷的尽头露出一抹白, 山谷的这一端, 半截沧桑的枯木占据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画面。 汪淼在想象中, 把那个萦绕在他脑海中的身影叠印到画面上, 让他位于山谷的深处, 看上去很小很小, 这是汪淼惊奇的发现。 整个画面苏醒过来, 仿佛照片中的世界认出了那个身影, 仿佛这一切本来就是为他而存在。 他又依次在想象中将那个身影叠印到另外几幅作品上, 有时还将他那双眼睛作为照片上空旷苍穹的背景, 那些画面也都苏醒过来, 展现出一种汪淼从未想象过的美。 以前, 汪淼总觉得自己的摄影作品缺少某种灵魂, 现在他知道了, 缺的是他。 名单上的这些物理学家,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现后自杀。 常伟斯说, 晴天霹雳, 汪淼的大脑一片空白。 后来这空白中渐渐有了图像, 那是他那些黑白风景照片, 照片中的大地没有了他的身影, 天空抹去了他的眼睛, 那些世界死了。 是什么时候? 汪淼呆呆呆地问,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长将军重复道, 你是指最后一位吧? 坐在汪淼旁边的大使得意地说, 然后压低声音, 他是最后一位自杀者, 前天晚上服过两安民药, 他死得很顺了, 没有痛苦。 刹那间, 汪淼居然对大使有了那么一丝感激。 为什么? 汪淼问, 那些照片上死去的风景画, 仍在他的脑海中, 幻灯式的循环浮现。 常伟斯回答道, 现在能肯定的只有一点, 促使他们自杀的原因是相同的。 但原因, 本身在这里很难说清, 也可能对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 根本就说不清。 文件中附加了他们遗书的部分内容, 各位会后可以仔细看看。 汪淼翻翻那些遗书的复印件, 都是长篇大论。 丁一博士, 您能否把杨东的遗书给汪教授看一下? 他的最简短, 也最有概括性。 那个一直低着头沉默的人, 半天才有所反应, 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 隔着桌子递给汪淼, 大使在旁边低声说, 他是杨东的男友。 汪淼这才想起, 自己在梁乡的高能加速器工地中, 也见过丁一, 他是理论组的成员, 这名物理学家, 因在对球状闪电的研究中, 发现红原子而闻名于世。 汪淼从信封中抽出一片, 散发出清香的东西, 形状不规则, 不是纸, 竟是一片白画树皮。 上面有一行捐秀的字, 一切的一切都倒向这样一个结果, 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将来也不会存在。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但别无选择, 连签字都没有, 他就走了。 物理学不存在, 汪淼茫然四顾。 长江军和尚文件家, 有一些相关的具体信息, 与世界上三台新的高能加速器建成后, 取得的实验结果有关, 很专业, 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我们首先要调查的是, 科学边界学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05年定为世界物理年, 这个组织就是在这一年国际物理学界频繁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中逐渐诞生的, 是一个松散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丁博士, 您是理论物理专业的, 能进一步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吗? 丁一点点头说, 我与科学边界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不过这个组织在学术界很有名。 它的宗旨是, 自上个世纪下半夜以来, 物理学古典理论中的简洁有力渐渐消失了, 理论图像变得越来越复杂, 模糊和不确定。 实验验证也越来越难, 这标志着物理学的前沿探索, 似乎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科学边界试图开辟一条新的思维途径, 简单地说, 就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找出科学的局限性。 试图确定, 科学对自然界的认知在深度和精度上是否存在一条底线, 底线之下是科学进入不了的。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 似乎隐隐约约地触到了这条底线。 很好。 常伟茨说, 据我们了解, 这些自杀的学者大部分与科学边界有过联系, 有些还是他的成员, 但没有发现诸如邪教精神控制或使用违法药物这类的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 即使科学边界对那些学者产生过影响, 也是通过合法的学术交流途径。 汪教授, 他们最近与您有联系, 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 大使粗声粗气地开口说, 包括联系人的姓名, 见面地点和时间, 谈话内容, 如果交换过文字资料或电子邮件的话, 大使。 常伟茨历声制止了他, 不吱声, 没人拿你当哑巴。 旁边一位警官探过身去, 对大使低声说, 后者拿起桌上的茶杯, 看到里面的烟头后, 咚的一声又放下了。 大使又令汪淼相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刚才那一丝感激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他还是克制着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与科学边界的接触是从认识申玉飞开始的, 他是一名日籍华裔物理学家, 现在为一家日资公司工作, 就住在这个城市。 他曾在三菱电机的一家实验室, 从事纳米材料研究, 我们是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技术研讨会上认识的。 通过他, 又认识了几位物理专业的朋友, 都是科学边界的成员, 国内国外的都有。 和他们的交往时, 谈的都是一些很怎么说呢, 很终极的问题, 主要就是丁博士刚才提到的科学底线的问题。 我一开始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 只是作为消遣。 我是搞应用研究的, 在这方面水平不高, 主要是听他们讨论和争论。 这些人思想都很深刻, 观点新颖, 自己感觉同他们交流, 思想开阔了许多, 渐渐变得很投入了。 但讨论的话题仅限于此, 都是天马行空的纯理论, 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曾邀请我加入科学边界, 但那样的话, 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就变成了一项义务, 我因为精力有限就谢绝了。 汪教授, 我们希望您接受邀请, 加入科学边界学会, 这也是我们今天请您来的主要目的。 长将军说, 我们希望能通过您这个渠道, 得到一些这个组织的内部信息。 您是说让我去卧底吗? 汪淼不安地问。 哇,卧底。 大使大笑一声, 常伟司责备地看了大使一眼, 对汪淼说, 只是提供一些情况, 我们也没有别的渠道。 汪淼摇摇头, 对不起, 首长, 我不能干这事。 汪教授, 科学边界是一个由国际顶尖学者构成的组织, 对他的调查是一件极其复杂和敏感的事, 我们真的是如履薄冰。 没有知识界的帮助, 我们寸步难行, 所以才提出了这个唐突的要求, 希望您能理解。 不过我们也尊重您的意愿, 如果不同意, 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我工作很忙, 也没有时间。 汪淼推托道。 常伟司点点头, 好的, 汪教授, 那我们就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 谢谢您能来参加这次会议。 汪淼愣了几秒钟, 才明白他该离开了。 常伟司礼貌地把汪淼送到会议室门口时, 大使在后面大声说, 这样挺好, 我压根就不同意这个方案。 已经有这么多书呆子寻了短见, 让他去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汪淼反身回去, 走到大使身旁, 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愤怒, 你这么说话实在不像一名合格的警官。 我本来就不是。 那些学者自杀的原因还没有搞清楚, 你不该用这么轻蔑的口气谈论他们,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 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 你是说他们比我强? 大使在椅子上仰头看着汪淼, 我总不至于听人家忽悠几句就去寻短见。 那你是说我会? 总得对您的安全负责吧。 大使看着汪淼, 又露出他招牌似的傻笑。 在那种情况下, 我比你要安全得多, 你应该知道一个人的鉴别能力是和他的知识成正比的。 那不见得像您这样的大使, 你要再多说一句, 也从这里出去好了。 常伟斯严厉地呵斥道, 没关系, 让他说汪淼转向长将军, 我改变主意了, 决定按您的意思加入科学边界。 很好, 大使连连点头, 进去后机灵点, 有些事顺手就能做, 比如瞄一眼他们的电脑, 寄个邮件地址或网址什么的够了。 够了? 你误会了, 我不是去卧底, 只是想证明你的无知和愚蠢。 如果您过一阵还活着, 那自然也就证明了。 不过恐怕嘿嘿, 大使仰着头, 傻笑变成了宁笑。 我当然会一直活下去, 但实在不想再见到你这好人了。 常伟斯一直把汪淼送下了楼梯, 并安排车送他, 在道别时说, 使强救那种脾气, 其实他是一名很有经验的刑警和反恐专家。 二十多年前, 他曾是我连里的一名战士。 走到车前, 常伟斯又说, 汪教授, 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 刚才您说的那些, 与军方有什么关系? 战争与军方当然有关系。 汪淼迷惑地看看周围明媚春光中的一切, 可战争在哪? 现在全球一处热点都没有, 应该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了。 常伟斯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 你很快就会知道一切的, 所有人都会知道。 汪教授, 你的人生中有重大的变故吗? 这变故突然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对你来说, 世界在一夜之间变得完全不同。 没有, 那你的生活是一种偶然, 世界有这么多变幻莫测的因素, 你的人生却没什么变故。 汪淼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吗? 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偶然, 可多少代人都是这么平淡地过来的? 都是偶然。 汪淼摇头笑了起来, 得承认今天我的理解力太差了, 您这岂不是说着是的, 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 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什么重大变故, 真幸运。 但既然是幸运, 总有结束的一天, 现在我告诉你, 结束了, 做好思想准备吧。 汪淼还想问下去, 但将军与他握手告别, 阻止了他下面的问题。 上车后, 司机开口问汪淼家的地址, 汪淼告诉他后, 随口问道, 哦, 接我来的不是你。 我看车是一样的。 不是我, 我是去接丁博士的。 汪淼心里一动, 便向司机打听丁怡的住处, 司机告诉了他。 当天晚上, 他就去找丁怡。 不知道看什么书, 关注公众号, 三丘军备用公众号, 三丘军网址, 第二张抬球, 推开丁怡那套崭新的三居室的房门。 汪淼闻到了一股酒味, 看到丁怡躺在沙发上, 电视开着, 他的双眼却望着天花板。 汪淼私下打量了一下, 看到房间还没怎么装修, 也没什么家具和陈设, 宽大的客厅显得很空, 最显眼的是客厅一脚摆放的一张抬球桌。 对汪淼的不请自来, 丁怡倒霉表示反感, 他显然也想找人说话。 这套房子是三个月前买的, 丁怡说, 我买房子干什么? 难道他真的会走进家庭? 他带着醉意, 笑着摇摇头。 你们汪淼想知道杨东生活中的一切, 但又不知该如何问。 他像一颗星星, 总是那么遥远, 照到我身上的光也总是冷的。 丁怡走到窗前看着夜空, 像在寻找那颗已逝去的星辰。 汪淼也沉默下来。 很奇怪, 他现在就是想听一听他的声音, 一年前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刻, 他同他对视的那一瞬间没有说话,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 丁怡一挥手, 像要赶走什么。 将自己从这哀碗的思绪中解脱出来。 汪教授, 你是对的, 别跟军方和警方纠缠到一块, 那是一群自以为是的白痴。 那些物理学家的自杀与科学边界没有关系, 我对他们解释过, 可解释不清。 他们好像也做过一些调查。 是, 而且这种调查还是全球范围的, 那他们也应该知道, 其中的两人与科学边界没有任何来往, 包括杨东。 丁怡说出这个名字时, 显得很吃力。 丁怡, 你知道, 我现在也卷进这件事里了。 所以, 关于使杨东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 我很想知道, 我想你一定知道一些。 汪淼笨拙地说道, 试图掩盖他真正的心迹。 如果知道了, 你只会卷得更深。 现在你只是人和事卷进来了, 知道后连精神也会卷进来, 那麻烦就大了。 我是搞应用研究的, 没有你们理论派那么敏感。 那好吧, 打过台球吗? 丁怡走到了台球桌前, 上学时随便玩过几下, 我和他很喜欢打, 因为这让我们想到了 加速器中的粒子碰撞。 丁怡说着, 拿起黑白两个球, 将黑球放到洞旁, 将白球放到距黑球 仅十厘米左右的位置, 问汪淼, 能把黑球打进去吗? 这么近谁都能。 试试, 汪淼拿球杆, 轻击白球, 将黑球撞入洞内。 很好, 来, 我们把球桌换个位置。 丁怡招呼一脸迷惑的汪淼, 两人抬起沉重的球桌, 将他搬到客厅靠窗的一角。 放吻后, 丁怡从球袋内掏出刚才打进去的黑球, 将他放到洞边, 又拾起那个白球再次放到距黑球十厘米左右的地方, 这次还能打进去吗? 当然, 打吧。 汪淼再次轻而易举地将黑球打入洞内。 但, 丁怡挥手示意, 两人再次抬起球桌, 搬到客厅的第三个角, 丁怡又将黑白两个球摆放到同样的位置, 打吧。 我说, 我们打吧。 汪淼无奈地笑笑, 第三次将黑球击入洞内。 他们又搬了两次抬球桌, 一次搬到了客厅靠门的一角, 最后一次搬回了原位。 丁怡又两次将黑白球摆到洞前的位置, 汪淼又两次将黑球击入洞内。 这时两人都有些出汗了。 好了, 实验结束,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结果。 丁怡点上一支烟说, 我们总共进行了五次试验, 其中四次在不同的空间位置和不同的时间, 两次在同一空间位置, 但时间不同。 您不对结果震惊吗? 他夸张地张开双臂, 五次撞击试验的结果居然都一样。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汪淼喘着气问。 你现在对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做出解释, 用物理学语言。 这在五次试验中, 两个球的质量是没有变化的, 所处位置, 当然是以球桌面为参照系来说。 也没有变化, 白球撞击黑球的速度向量也基本没有变化, 因而两球之间的动量交换也没有变化, 所以五次试验中, 黑球当然都被击入洞中。 丁一拿起料在地板上的一瓶白蓝地, 把两个脏兮兮的杯子分别倒满, 递给汪淼一杯, 后者谢绝了。 应该庆祝一下, 我们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 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均匀的。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物理学理论, 从阿基米德原理到弦论, 以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发现和思想成果。 都是这个伟大定律的副产品, 与我们相比, 爱因斯坦和霍金才真是搞应用的俗人。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想象另一种结果, 第一次, 白球将黑球撞入洞内, 第二次, 黑球走偏了, 第三次, 黑球飞上了天花板, 第四次, 黑球像一只受惊的麻雀在房间里乱飞。 最后钻进了您的衣袋, 第五次, 黑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 把台球桌岩撞出一个缺口, 击穿了墙壁, 然后飞出地球, 飞出太阳系, 就像阿西莫夫描写的那样。 这时您怎么想? 丁一盯着汪鸟, 后者沉默许久才问, 这是真的发生了, 是吗? 丁一将手中的两杯酒都仰头灌下去, 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台球桌, 仿佛那是个魔鬼似的, 发生了。 近年来, 基础理论研究的实验验证条件渐渐成熟, 有三个昂贵的台球桌被造了出来。 一个在北美, 一个在欧洲, 还有一个你当然知道, 在中国良乡, 你们纳米中心从那里赚了不少钱。 这些高能加速器将实验中粒子对撞的能量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这是人类以前从未达到过的。 在新的对撞能级下, 同样的粒子, 同样的撞击能量, 一切试验条件都相同, 结果却不一样。 不但在不同的加速器上不一样, 在同一加速器不同时间的试验中也不一样, 物理学家们慌了, 把这种相同条件的超高能撞击试验一次次第重复, 但每次的结果都不同, 也没有规律。 这意味着什么呢? 汪淼问, 看到丁一盯着自己不作声, 他又补充道, 哦, 我搞纳米, 也接触物质微观结构, 但比起你们来要浅好几个层次, 请指教一下。 这意味着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均匀。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往下您应该能推论出来吧, 那个将军都想出来了, 他真是个聪明人。 汪淼看着窗外沉思着, 外面城市的灯海一片灿烂, 夜空中的星星被淹没得看不见了。 这就意味着宇宙普世的物理规律不存在, 那物理学也不存在了。 汪淼从窗外收回目光说,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但别无选择。 丁一紧接着说, 这是他遗书的后半部分, 您无意中刚说出了前半部分, 现在多少能够理解他吧? 汪淼从台球桌上拿起刚才他打过五次的那个白球, 抚摸了一会儿轻轻放下, 这对一个前沿理论的探索者确实是个灾难。 在理论物理这个领域, 要想有所建树, 需要一种宗教般的执着, 这很容易把人引向深渊。 告辞时, 丁一给了汪淼一个地址, 你如果有空, 拜托去看看杨东的母亲。 杨东一直和他住在一起, 女儿是他生活的全部, 现在就一个人了, 很可怜。 汪淼说, 丁一, 你知道的显然比我多, 就不能再透露一点吗? 你真的相信物理规律在时空上不均匀? 我什么都不知道丁一与汪淼对视了好长时间, 最后说, 这是个问题。 汪淼知道, 他不过是接下了那位英军上校的话, 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个问题。 第三章, 射手和农场主第二天是周末, 汪淼反而起得很早, 带上相机, 骑着自行车出去了。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 他最向往的题材是人际罕至的荒野, 但人到中年, 已经没有精力进行这种奢侈的享受了, 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城市里拍风景了。 他有意无意地选取城市中那些散发着蛮荒气息的角落, 如公园中干涸的湖底, 建筑工地上翻出的新土, 钻出水泥缝隙的野草等。 为了消除背景上城市的俗艳色彩, 他只使用黑白胶片, 没想到竟自成一派, 渐渐小有名气, 作品入选了两次大影展, 还加入了摄影家协会。 每次出去拍摄, 他就这样骑着自行车, 在城市里随意乱转, 捕捉着灵感和他需要的构图, 有时一转就是一整天。 今天, 汪淼的感觉有些异样。 他的摄影以古典风格的沉稳凝重见长, 但今天, 他很难再找到创造这种构图所需要的稳定感。 在他的感觉中, 这座正在沉袭中苏醒的城市似乎建立在流沙上, 他的稳定是虚幻的。 在刚过去的那一夜, 那两颗台球一直占据着他长长的梦境, 他在黑色的空间中无规则地乱飞, 在黑色的背景上黑球看不见, 他只有在偶尔遮挡白球时才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 难道物质的本源真的是无规律吗? 难道世界的稳定和秩序只是宇宙某个角落短暂的动态平衡? 只是混乱的湍流中一个短命的漩涡。 不知不觉中, 他已骑到了新落城的CCTV大厦脚下。 他停下车, 坐到路边, 仰望着A字形的巍峨建筑, 试图找回稳定的感觉, 顺着大厦在朝阳中闪烁的尖顶的指向。 他向深不见底的蓝色苍穹望去,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两个词, 射手,农场主。 在科学边界的学者们进行讨论时, 常用到一个缩写词, SF, 它不是指科幻, 而是上面那两个词的缩写。 这原则两个假说都涉及宇宙规律的本质。 射手假说, 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十厘米打一个洞。 设想这个靶子的平面上, 生活着一种二维智能生物, 它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 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 宇宙每隔十厘米必然会有一个洞。 它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 看成了自己宇宙中的铁律。 农场主假说则有一层令人不安的恐怖色彩, 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 农场主每天中午十一点来给它们喂食。 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 一直观察的近一年都没有例外, 于是它也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 每天上午十一点就有食物降临。 它在感恩节早晨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 但这天上午十一点食物没有降临, 农场主进来把它们都捉去杀了。 汪苗赶到脚下的路面像流沙般滑动, A次行大厦仿佛摇晃起来, 它赶紧收回目光。 仅仅是为了摆脱不安, 汪苗强迫自己拍完了一个胶卷, 午饭前回到了家。 妻子带着孩子出去玩, 中午不回来了。 往常,汪苗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把胶卷冲出来, 但今天它一点兴致都没有。 简单地吃过午饭后, 它倒头便睡, 由于昨天夜里没睡好, 一觉睡醒后都快五点了。 它这时才想起上午拍的胶卷, 便钻到那间由壁橱改成的狭窄暗室里去冲醒。 胶片很快冲出来了, 它开始查看哪张值得放大洗成照片, 在第一张就发现了一件离奇的事。 这张拍的是一个大商场外的一小片草地, 它看到底片正中有一行白色的东西, 细看是一排数字, 1200小时零分钟零秒。 第二张底片上也有数字, 1199小时49分钟33秒。 整卷胶片, 每张底片上都有小小的一排数字。 第三张, 1199小时40分钟18秒。 第四张, 1199小时32分钟07秒。 第五张, 1199小时28分钟51秒。 第六张, 1199小时15分钟44秒。 第七张, 1199小时07分钟38秒。 第八张, 1198小时53分钟09秒。 第三十四张, 1194小时50分钟49秒。 第三十六张, 也是最后一张, 1194小时16分钟37秒。 汪苗立刻想到是胶卷的问题。 它使用的是1988年产的来卡安二型相机, 全机械手动, 没有任何自动化功能, 更不可能往胶片上叠印日期一类的数字。 仅凭其品质卓绝的镜头和机械机构, 即使在数码时代, 也是专业相机中的贵族。 重新查看每张底片, 汪苗很快发现了这些数字的第一个诡异之处, 它们自动适应背景。 如果背景是黑色, 数字则为白色, 白色背景上的数字就是黑色, 似乎是为了形成最大的反差便于观察者看清。 当汪苗再看第16张底片时, 心跳加快了, 感到暗室中有一股寒气沿着脊背升上来。 这张拍的是以一面老强为背景的一棵枯树, 老强斑驳一片在照片上黑衣白相见。 在这样的背景上, 那行数字以正常的位置, 无论是黑是白都不可能显示清楚, 但它竟竖了起来, 且弯曲自身, 沿着枯树深色的树身呈白色显示。 看上去仿佛是附着在枯树上的一条细蛇。 汪苗开始研究那些数字的数学关系, 起初他以为是某种编号, 但每组数字的间隔并不相同, 他很快明白这是以小时分秒为单位的计时。 他拿出了拍摄笔记, 上面详细记录了每张照片的拍摄时间, 精确到分。 他发现两张照片上计时的差值 与它们实际拍摄的时间间隔是一致的。 很明显, 这卷胶片上反向记录了某个 以现实的速度流逝的时间。 汪苗马上明白了它是什么。 一个倒计时, 倒计时从一千二百小时开始, 到现在还剩余一千一百九十四小时。 现在? 不, 是拍完胶卷最后一张那一时刻。 这个倒计时还在继续吗? 汪苗走出暗室, 取出一只新的黑白胶卷, 装到莱卡相机上, 在房间里飞快地随意拍摄起来, 最后又到阳台上拍了几张室外的画面。 胶卷拍完后, 他把它从相机里取出来, 一头钻进暗室冲洗。 冲出来的胶片上, 那数字幽灵般的在每一张底片上不断显示出来。 第一张是一千一百八十七小时二十七分钟三十九秒, 从上一卷最后一张拍摄到拍这卷的第一张, 正好是间隔这么长时间。 以后的每一张的计时间隔为三到四秒, 一千一百八十七小时二十七分钟三十五秒, 一千一百八十七小时二十七分钟三十一秒, 一千一百八十七小时二十七分钟二十七秒, 一千一百八十七小时二十七分钟二十四秒, 是他快速拍摄的间隔。 倒计时仍在继续, 汪淼再次给相机装上新胶卷, 飞快地乱拍起来, 有几张他是故意扣上镜头盖拍的。 当他将拍完的胶卷取出时, 妻子和孩子回来了。 在去冲洗前, 他给莱卡装上第三个胶卷, 把相机递给妻子, 来,拍完这卷。 拍什么? 妻子惊诧地看着丈夫, 以前他是绝不允许其他人碰自己的相机, 当然他和儿子对那玩意儿也没兴趣, 在他们眼里, 那是一个两万多元买来的乏味的老古董, 什么都行, 随便拍。 汪淼把相机塞到妻子手中, 一头钻进了暗室。 那, 逗老, 我给你拍吧。 妻子把镜头对准了儿子。 汪淼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幽灵般的数字, 像一条张开的脚锁横在孩子面容前的幻象, 他不由微微站立了一下。 不, 别拍儿子, 随便拍别的什么吧。 快门咔嚓一声, 妻子拍了第一张, 然后叫道, 这怎么按不动了? 汪淼教妻子搬了一个手柄, 这样, 每次都要倒卷。 然后钻进了暗室。 真麻烦。 身为医生的妻子不能理解, 在千万级像素的数码相机, 已经普及的今天, 还有人用这种过时的昂贵玩意儿, 而且拍的还是黑白胶卷。 胶卷冲出来后, 对着晕暗的红灯, 汪淼看到那幽灵倒计时仍在继续, 在一张张随意拍出的混乱画面上, 包括那几张扣着镜头盖拍的。 清晰地显示出, 1187小时19分钟06秒, 1187小时19分钟03秒, 1187张18张59, 1187小时18分钟56秒, 妻子敲了两下暗室的门, 告诉他拍完了。 汪淼出门抓过相机, 去胶卷时, 他的手明显地在颤抖。 不顾妻子异样的目光, 他拿着胶卷又回到暗室死死地关上门。 他干得很忙乱, 闲影夜, 丁影夜洒了一地, 胶卷很快冲出来了。 他闭上双眼, 默默祈祷, 别出现, 不管是什么, 别在现在出现, 别轮到我, 他用放大镜沿着湿漉漉的胶卷看去。 倒计是消失了, 底片上只有妻子拍出的室内画面, 在低速光圈下, 他那不专业的操作拍出的画面一片模糊, 但汪淼觉得这是他看过的最赏心悦目的照片了。 汪淼走出暗室, 尝出一口气, 发现汗水已浸湿了全身。 妻子去厨房做饭了, 儿子也到自己的房间去玩, 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开始了稍微冷静地思考。 首先, 这组在不同的拍摄间隔, 精确地记录时间流逝, 并显示出智能迹象的数字, 不可能是预留在胶片上的, 只能是某种力量使其感光, 那会是什么呢? 是相机的问题吗? 是某种装置被有意无意地放置到了相机中吗? 他将镜头卸下来, 把相机拆开, 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相机内部, 检查着每个一尘不染的光洁基件,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那么, 联想到那几张扣上镜头盖后拍摄的画面, 最可能的感光源, 是外界某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 但这在技术上同样是不可能的, 射线源在哪? 如何瞄准? 至少以现有技术而言, 这种力量是超自然的。 为了进一步确定, 幽灵倒计时已经消失, 汪淼又在莱卡相机中装上了一个胶卷, 开始一张张地随意拍起来。 当这次的胶卷冲出来后, 刚刚稍微平静了, 一会儿的它又被推到了疯狂的边缘, 幽灵倒计时又出现了。 从画面显示的时间看, 它根本就没有停止过, 只是在妻子拍的那卷上没有显示而已。 1186小时34分钟13秒, 1186小时34分钟02秒, 1186小时33分钟46秒, 1186小时33分钟35秒, 汪淼冲出暗室。 冲出家门, 猛敲邻居的门, 开门的是退休的张教授。 老张, 你家有没有相机? 哦, 不要数码的, 要用胶卷的。 你这大摄影家朝我借相机, 那个两万多的坏了。 我只有数码的你不舒服, 脸色这么难看, 借我用用。 老张很快拿了一架 很普通的柯达数码相机, 给里面的几张删掉就行谢谢。 汪淼抓过相机和胶卷, 匆匆返回屋里。 其实家里还有三架胶卷相机和一架数码相机, 但汪淼觉得从别处界更可靠些。 他看着摊放在沙发上的两架相机和几只黑白胶卷, 略意思考后, 又给莱卡装上了胶卷, 然后将数码相机递给正在端饭的妻子。 快, 拍几张, 就像刚才一样。 这是干什么? 看你的脸色, 你到底怎么了? 妻子惊恐地望着他。 你别管, 拍。 妻子放下手中的碟子, 走过来看着丈夫, 眼中的惊恐又加上了忧虑。 汪淼把柯达相机塞到过来吃饭的六岁儿子手里, 逗逗, 你帮爸爸拍。 就按这个, 对, 这是一张, 再按一下, 对对, 又是一张, 就这样一直拍, 对着哪儿都行。 儿子很快掌握了, 小家伙很感兴趣, 拍得很快。 汪淼转身, 从沙发上拿起自己的莱卡, 也拍了起来, 父子俩就这样咔嚓, 咔嚓地疯狂拍着, 丢下妻子, 在频频闪光中不知所措, 眼泪涌了出来。 汪淼, 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压力很大, 你可别汪淼把莱卡相机的胶卷拍完, 又从孩子手中, 抢过数码相机。 他想了一下, 为了避开妻儿的干扰, 走到卧室中, 自己用数码相机也拍了几张。 他拍的时候用的是目视取景器, 没用夜景屏, 因为怕看到结果, 虽然迟早要看。 汪淼取出莱卡里的胶卷, 钻接暗室, 紧紧地关上门工作起来。 冲洗完成后, 他细看底片, 阴手在颤抖, 他只能用双手握着放大镜, 底片上幽灵倒计时在继续。 汪淼冲出暗室, 开始检查数码相机上的照片, 从夜景屏上看到刚才拍的数码照片中。 儿子拍的部分没有显示倒计时, 而在自己拍的那部分, 倒计时清晰地显示出来, 并且与底片上的同步变化。 汪淼使用不同的相机拍摄, 目的是排除问题出在相机或底片上的可能性, 但他无意中让孩子拍摄, 加上之前让妻子拍摄, 得出了一个更加诡异的结果, 用不同相机和不同胶卷拍摄。 别人拍出的都正常, 幽灵倒计时只会在他拍摄的照片上出现。 汪淼绝望地抓起那堆胶卷, 像抓着一团纠缠在一起的蛇, 又像一团难以挣脱的脚索。 他知道, 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去找谁呢? 大学和研究所里的同事是不行的, 他们与自己一样, 都是技术型思维的人。 直觉告诉他, 这件事已超出了技术之外。 他想到了丁怡, 可现在这人自己也陷入精神危机之中。 他最后想到了科学边界, 那是一群思想深刻而且活跃的人。 于是, 他拨通了申玉菲的电话。 申博士, 我这里有些事必须到你那里去一趟。 汪淼急促地说, 来吧。 申玉菲只说了这两个字, 就挂断了电话。 汪淼吃了一惊, 申玉菲平时说话也十分精简, 以至于科学边界的一些人, 戏称他为女海名威。 但这次他竟连是什么事都不问, 汪淼不知该感到安慰还是更加不安。 他将那团胶卷塞进一个提包, 并带上那架数码相机, 在妻子焦虑的目光中冲出家门。 本来可以开车去的, 但即使在这灯火灿烂的城市, 他在路上也想有人陪伴, 于是叫了出租车。 申玉菲住在新城铁县附近的一个高档别墅区, 这里的灯光稀疏了许多, 别墅群环绕着几个能锤掉的小人公湖, 晚上有一种乡村的感觉。 申玉菲显然很富有, 但汪淼一直搞不清他的财产来源, 他以前的研究职位和现在公司中的职位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不过他的别墅中并没有豪华享受的痕迹, 那里是科学边界的一个聚会场所, 其中的陈设很像一个带会议式的小图书馆。 在客厅里, 汪淼见到申玉菲的丈夫为成。 这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一副敦厚的知识分子模样, 汪淼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其性命, 申玉菲介绍时也只说了这些。 他似乎没有工作, 成天待在家里, 对科学边界的讨论不感兴趣, 对家里频繁来往的学者们也习以为常。 但他并非无所事事, 显然在家研究着什么东西, 整天沉浸在思考中, 见到任何人都是心不在焉地打个招呼, 然后回到楼上的房间里, 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 以此,汪淼在楼上无意中从半开的房门向里瞥了一眼, 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东西, 一台HP小型机。 他不会看错的, 因为这台设备与他工作的超导研究中心那台一样, 黑灰色机箱, 是四年前出品的RF8620。 把这台价值上百万的设备放在家里, 似乎很奇怪, 卫成每天一个人守着他到底在干什么? 玉飞在上面有点事, 您稍等一会儿吧。 卫成说, 然后走上楼。 汪淼本打算等的, 但实在坐不住, 也跟着走上楼去, 看到卫成正要进入他那个放着小型机的房间。 他看到汪淼跟来, 似乎并不反感, 直指对面的一个房间说, 哦, 就在那个房间里, 你去找他吧。 汪淼敲门, 门没锁, 开了一个缝, 他看到申玉飞正坐在电脑前玩游戏, 令汪淼惊奇的是, 他竟穿着一套绿装具。 这是目前在游戏玩家中很流行的玩意儿, 由一个全视角显示头盔和一套感应服构成。 感应服可以使玩家从肉体上感觉到游戏中的击打, 刀刺和火烧, 能产生出酷热和严寒, 甚至还能逼真的模拟出身体暴露在风雪中的感觉。 汪淼走到他后面, 由于游戏是在头盔中以全视角方式显示的, 在显示器上什么都看不到。 这时, 汪淼想起大使让他寄网纸和邮件地址的事, 无意中扫了一眼显示器, 那个游戏登陆界面上的英文名很特别, 他记住了。 沈玉飞摘下显示头盔, 又脱下了感应服, 戴上他那副在瘦削的脸上显得很大的眼镜, 面无表情地对汪淼点点头, 一个字都没说, 等着他说话。 汪淼拿出那团胶卷, 开始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诡异事件。 沈玉飞注意听着, 对那些胶片只是拿起来大概扫了几眼, 并没有细看, 这令汪淼很震惊, 现在他进一步确定, 沈玉飞对此事并非完全不知情, 这几乎令他停止了讲述。 只是沈玉飞几次点头示意他继续, 才将事情讲完了。 这时, 沈玉飞才说出了他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你领导的纳米项目怎么样了? 这不着边际的问题令汪淼十分吃惊。 纳米项目, 他与这有什么关系? 他直指那堆胶卷。 沈玉飞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等他回答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他的谈话风格, 从不多说一个字。 把研究停下来。 沈玉飞说,"什么? 汪淼认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沈玉飞沉默着, 没重复自己的话。 停下来, 那是国家重点项目。 沈玉飞仍不说话, 只是看着他, 目光平静。 你总得说出原因吧。 停下来试试,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告诉我,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 项目不能停, 也不可能停。 停下来试试。 关于幽灵倒计时的简短谈话, 就到此为止。 之后, 不管汪淼如何努力, 沈玉飞再也没有说出一个与此有关的字, 只是重复那句话, 停下来试试。 我现在明白了, 科学边界并不是像你们宣称的那样, 是一个基础理论的学术交流组织, 它与现实的关系,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汪淼说,"相反, 你得出这个印象, 是因为科学边界涉及的东西比你想象的更基础。 绝望的汪淼没有告辞起身就走, 沈玉飞默默地一直送他到庭院的大门处, 并看着他坐进出租车。 正在这时, 另一辆汽车急驰而来, 在门前杀住了。 一个男人下车, 借着别墅中透出的灯光, 汪淼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人是潘涵, 是科学边界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 他成功地预言了长期使用转基因农产品造成的后代遗传畸形, 还预言了转基因作物可能造成的生态灾难。 与那些空洞的危言耸听的学者不同, 他的预言充满了具体的细节, 且都一一精确兑现, 其准确度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以至于有传言说他来自未来。 他使自己闻名于世的另一个创举, 是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实验社团。 与西方那些旨在回归自然的乌托邦社团不同, 他的中华田园不是处于荒野之地, 而是置身于最大的城市中。 社团没有一分钱财产, 包括食物在内的所有生活用品, 均来自城市垃圾。 与人们最初的预想不同, 中华田园不但生存下来, 而且迅速壮大, 其固定成员已达三千多人, 不定期到其中体验生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以这两个成功为基础, 攀寒的社会思想也日益具有影响力。 他认为, 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病变, 技术的爆炸性发展, 与癌细胞的飞速扩散相当, 最终的结果都是耗尽有机体的养分, 破坏器官, 导致其寄宿体的死亡。 他主张废除那些粗暴的技术, 如化石能源和核电, 保留温和的技术, 如太阳能和小水电。 将大城市逐步解散, 人口均匀分布于自己自足的小村镇中, 以温和技术为基础, 建立新农业社会。 他在吗? 攀寒直指别墅的二楼问。 申玉飞没有回答, 沉默地挡在他面前。 我要警告他, 当然也要警告你, 别逼我们。 攀寒冷冷地说, 申玉飞仍没回答他, 只是对出租车里的汪淼说, 走吧, 没事。 然后, 示意司机开车。 车发动后, 汪淼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他回头远远地看到, 灯光下申玉飞, 一直没让潘寒走进别墅。 回到家已是深夜, 汪淼在小区的门口走下出租车, 一辆黑色桑塔纳紧贴着他杀柱, 车窗摇下, 一股烟喷了出来, 是大使, 粗壮的身躯将驾驶坐挤得满满的。 哇, 汪教授, 汪院士, 这两天过得可好, 你在跟踪我, 真无聊。 别误会, 我要是直直开过去不就完了, 讲个礼貌打个招呼你还当成驴肝费了。 大使露出他的特色傻笑, 一副无赖像, 咋的, 那边看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没, 交流交流。 我说过, 我和你们没关系了, 今后请不要跟踪我。 得, 大使开动了车子, 好像我愿意挣这俩夜班外勤费似的, 球赛都耽误了。 汪苗走进家门, 妻儿已经睡了, 他听到妻子在床上不安地翻身, 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丈夫今天怪异的举动, 不知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噩梦。 汪苗吃了两片立棉林, 躺到床上, 过了很长时间, 才艰难地进入梦乡。 他的梦境很纷乱, 但其中的一个东西, 却恒定地存在着幽灵倒计时。 其实, 倒计时在梦中出现, 是汪苗早就预料到的事。 梦境中, 他疯狂地击打悬浮在半空的倒计时, 撕他, 咬他, 但一切击打都无力地穿透了他, 他就悬在梦境正中, 坚定地流逝着。 他使汪苗烦躁至极, 终于从梦中醒来。 他睁开眼, 看到了模糊的天花板, 外面城市的灯光透过窗帘, 在上面投出暗淡的光运。 但有一样东西, 从梦中跟随他到现实中, 幽灵倒计时。 倒计时, 仍在他睁开的眼睛前显现, 数字很细, 但很亮, 发出一种烧灼的白光。 1185小时11分钟34秒, 1185小时11分钟33秒, 1185小时11分钟32秒, 1185小时11分钟31秒汪苗, 转转头。 看到了卧室中模糊的一切, 确认自己已经醒来, 倒计时没有消失。 他闭上双眼, 倒计时仍显现在他那完全黑暗的视野中, 像黑天鹅绒上发亮的水银。 他再次睁眼, 并揉揉眼睛, 倒计时仍没有消失, 不管他的视线如何移动, 那一串数字稳稳地占据着视野的正中央。 一股莫名的恐惧, 使汪苗猛地坐起来, 倒计时死死跟随着他。 他跳下床, 冲到窗前, 扯开窗帘, 推开窗。 外面沉睡中的城市仍然灯光灿烂, 倒计时就在这广阔的背景前显现着像电影画面上的字幕。 一时间, 汪苗感到自己窒息了, 不由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叫。 面对被惊醒的妻子恐慌的探问, 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安慰妻子说没什么, 又躺回床上, 闭上眼睛, 在幽灵倒计时的照耀下, 艰难地度过了盛夏的夜晚。 清晨起床后, 汪苗努力使自己在家人面前显得正常些, 但妻子还是看出了一样, 问他的眼睛怎么了。 是不是看不清东西? 早饭后, 汪苗向纳米中心请了假, 开车去医院。 一路上, 幽灵倒计时无情地横在他眼中的现实世界前面, 这东西会自动调节自己的亮度, 在不同的背景上都清晰地显现出来。 汪苗甚至盯着出生的太阳, 试图使倒计时被强光暂时隐没一会儿, 但没有用, 那串魔鬼数字竟在日轮上显现出来, 这使他不是增加亮度, 而是变成黑色, 更加恐怖。 同仁医院很难挂号, 汪苗直接找了妻子的一个同学, 一位著名的眼科专家。 他没有说病情, 而是先让医生检查自己的眼睛。 仔细检查了汪苗的双眼后, 医生告诉他没有发现什么病变, 眼睛一切正常。 我的眼睛总是看见一个东西, 不管你看哪里, 这东西都在。 汪苗说, 同时, 那串数字就横在医生脸前。 1175小时11分钟34秒, 1175小时11分钟33秒, 1175小时11分钟32秒, 1175小时11分钟31秒, 非纹症。 医生说, 同时抽出处方签开始写, 我们这年纪的常见眼病, 精状体浑浊, 不太好治, 但没什么要紧的, 开泻点药水喝为地吧, 也许能吸收掉, 但希望不大。 不过, 这确实没什么要紧的, 只要你习惯了忽略视野里的那些杂物, 对视力没什么影响。 你说的非纹症, 那些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不规则, 因人而异, 有时是小黑点, 有时像蝌蚪。 如果看到的是一串数字呢? 医生写处方的笔停了。 你看到一串数字? 是的, 横在视野中心。 医生推开纸盒笔, 关切地看着它, 一进来我就看出你过度劳累。 上次同学聚会, 李瑶向我提起你, 说你的工作压力很大。 到我们这岁数, 应该注意了, 健康可透支不起了。 你是说, 我这是精神因素所致。 医生点点头, 要是一般的病人, 我就建议他去精神科了, 其实没必要, 没什么要紧的, 就是太累了。 休息几天吧, 去度几天假, 和李瑶, 孩子, 叫什么来着, 逗逗吧, 一起去。 放心, 很快会恢复的。 1175小时10分钟02秒, 1175小时10分钟01秒, 1175小时10分钟0秒, 1175小时09分钟59秒, 我告诉你我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倒计是, 一秒一秒, 再精确地走, 这会是精神因素。 医生宽容地笑笑, 想知道精神因素能对视力影响到什么程度吗? 上个月, 我们收治了一个女孩, 十五六岁吧, 她在教室里突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完全失明。 可经过所有检查, 眼睛在生理上完全正常。 后来精神科的专家对她进行了一个月的心理治疗, 又是突然间, 她的眼睛恢复到正常的视力水平。 汪淼知道, 在这里是浪费时间, 她起身要走, 最后说, 好吧, 不管我的眼睛,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有什么外力, 能通过远程作用, 使人看到什么吗? 医生想了想说, 有, 我前一阵参加神舟十九号的医疗组, 曾有航天员报告说, 他们在舱外工作时, 看到了并不存在的闪光。 以前国际空间站上的航天员报告过类似情况, 都是在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 太空中的高能粒子打到视网膜上, 人就看到闪耀。 不过, 你说的看到数字还是倒计时, 绝无可能是这个原因。 汪淼恍惚地走出医院, 倒计时就在她眼前, 她似乎在跟着她走, 跟着一个死死缠着她的鬼魂。 她买了一副墨镜戴上, 仅仅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梦游般迷离的眼神。 汪淼走进纳米中心的主体实验室, 进门之前没忘记把墨镜摘下来, 尽管这样, 遇见她的同事都对她的精神状态露出担心的神色。 在实验大厅中央, 汪淼看到反应黑箱仍在运行中。 这台巨型设备的主体是汇集了大量管道的一个球体。 代号叫飞刃的超强度纳米材料 已经生产出来, 但是用分子建筑术制造的, 就是用分子探针将材料分子像砌砖那样一个个累契起来。 这样的工艺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那些产品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重的珍宝了, 根本无法进行量产。 实验室现在做的, 就是试图通过一种催化反应来代替分子建筑法, 使巨量的分子在反应中同时完成筑器。 试验就是在反应黑箱中进行的, 这台设备可以在数量庞大的成分组合上进行反应试验。 这样数量的组合如果用传统的人工操作可能上百年也做不完, 但在反应黑箱中可以快速自动进行。 同时, 这是一种极限时反应与数字模拟一体化的设备, 当合成进行到一定程度时。 计算机会根据反应的阶段性结果建立起合成反应的数字模型, 将剩下的反应进程用数字模拟代替, 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 实验主任见到汪淼后, 急匆匆走过来, 开始汇报反应黑箱刚出现的一系列故障。 这是近来汪淼一上班就遇到的事。 现在, 反应黑箱连续运行了一年多, 许多传感器灵敏度下降, 误差增大, 急需停机维护。 但身为项目首席科学家的汪淼, 坚持做完第三批合成组合在停机, 工程师们只好在反应黑箱上 加入越来越多的补偿修正装置。 到现在, 这些装置本身也需要补偿修正, 搞得整个项目组疲惫不堪。 但主任小心翼翼的媒体停机和暂停试验的是, 怕汪淼又像上几次那样大发雷霆。 他只是把困难都摆出来, 意思也很明白。 汪淼抬头看看反应黑箱, 觉得他像一个子宫, 工程师们正围着他忙碌, 艰难地维持着正常的运行。 在这场景前面, 叠线着幽灵倒计时, 1174小时21分钟11秒, 1174小时21分钟10秒, 1174小时21分钟09秒, 1174小时21分钟08秒停下来试试。 汪淼脑海中突然想起申域飞的话, 全面更新外围传感系统需要多长时间。 他问, 四五天吧, 实验主任突然看到了希望, 赶紧加一句, 快些干, 三天就行, 汪总, 我保证, 我并没有屈服, 设备确实需要维修, 因而, 实验必须暂停与别的无关。 汪淼在心里对自己说, 然后转向主任, 透过倒计时的数字看着他, 把实验停下来吧, 停机维修, 就照你说的时间表。 好的汪总, 我会很快给你一份更新方案, 下午就能停机了。 主任兴奋地说, 现在就停吧。 主任像不认识似的看着汪淼, 但旋即恢复了兴奋状态, 好像生怕失掉这个机会似的。 他拿起电话下了停机命令, 项目组里那些疲惫的研究员和工程师, 一下子都兴奋起来, 开始按程序搬动上百个复杂的开关, 众多的监控屏, 一个接一个的黑了下来, 最后, 主。 监控屏上显示了停机状态, 几乎与此同时, 汪淼眼前的倒计时停止了走动, 数字固定为1174小时20分钟35秒。 几秒钟后, 数字闪动了几下, 消失了。 当没有幽灵倒计时覆盖的现实重现眼前时, 汪淼尝出了一口气, 像刚从水底挣扎出来一样。 他无力地坐下, 很快意识到旁边还有人在看着他。 他对实验主任说, 系统更新是设备部的事, 你们实验组的人好好休息几天吧, 这一阵大家都辛苦了。 汪总, 你也太累了, 这里有张总工程师盯着, 你也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 是啊, 太累了。 汪淼无力地说, 待他离开后, 拿起电话拨了申玉飞的号码, 只响了一声铃他就接了。 你们背后是什么? 汪淼问, 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冷静一些, 但没有做到。 沉默, 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 沉默, 你在听吗? 在。 高强度纳米材料怎么了? 这不是高能加速器, 只是一项应用研究, 值得这样关注吗? 什么值得关注, 不应由我们来判断。 够了。 汪淼大吼一声, 心中的恐惧和绝望突然化为疯狂的怒气, 你们以为这点小魔术就能骗得了我, 就能阻止技术进步。 我承认一时无法做出技术上的解释, 但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绕到那个可耻魔术师的背后。 你的意思是想在更大的尺度上看到倒计时? 沈玉飞的话让汪淼愣了一下, 他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 于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以免落入圈套。 收起你那套把戏吧。 大尺度又怎么样, 你们同样可以玩魔术, 可以向天空投影全息图像, 就像上一次战争中北约做的那样。 强力激光甚至可以将图像映满整个月球表面。 射手和农场主应该能够玩弄人类力不能及的更大尺度。 比如, 倒计时能够显示到太阳表面吗? 话刚说完, 汪淼吃惊地张大了嘴, 他竟在下意识中说出了那两个这是应十分忌讳的名词, 还好没有说出更忌讳的那个。 他想争取更多的主动性, 于是接着说, 考虑到某种我还没想到的可能性, 即使在太阳的尺度上。 你们那个可耻魔术师仍有可能耍魔术, 那种力量要真正令人信服, 显示的尺度还需更大些。 问题是, 你能承受得了吗? 我们是朋友, 我想帮你别走阳东的路。 听到这个名字, 汪淼不由打了个寒战, 但随之而来的愤怒又使他不顾一切了, 能接受这个挑战吗? 那, 你想怎么样? 汪淼的声音变得无力了。 你旁边有上网的电脑吗? 好, 进这个网址, ASM.htm, 打开了吗? 把网页打印出来, 随身带着。 汪淼看到网页上显示的, 只是一张莫尔斯电码对照表。 我不明白, 这是在以后的两天内, 设法找到一个能够观测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 具体的, 请看我随后发给你的电子邮件。 这是干什么呢? 我知道奈米研究项目已经停了, 你打算重新启动它吗? 当然, 三天以后, 那倒计时将继续。 我将在什么尺度上看到它? 沉默良久, 这个为某种超出人类理解力的力量代言的女人, 冷酷地封死了汪淼的一切出路。 三天后, 也就是十四日, 在凌晨一点钟至五点钟, 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第四章三题, 周文王, 长夜汪淼, 拨通了丁怡的电话, 对方接听后, 他才想起现在已是凌晨一点多了。 我是汪淼, 真对不起, 这么晚打扰。 没关系, 我正失眠。 我遇到一些事, 想请你帮个忙。 你知道, 国内有观测宇宙背景辐射的机构吗? 汪淼产生了一种倾诉的欲望, 但玄机觉得, 幽灵倒计时之事, 目前还是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为好。 宇宙背景辐射? 你怎么对这个有雅性? 看来你真的遇到一些事了你去看过杨东的母亲吗? 啊, 真对不起, 我忘了。 没关系, 现在科学界, 很多人都像你说的那样遇到了一些事, 心不在焉的。 不过, 你最好还是去看看他, 他年纪大了, 又不愿雇保姆, 要是有什么费力气的事, 麻烦你帮着干干哦。 宇宙背景辐射的是, 你正好可以去找杨东的母亲问问, 他退休前是搞天体物理专业的, 与国内的这类研究机构很熟。 好好, 我今天下班就去。 那先谢谢了, 我是真的无法再面对与杨东有关的一切了。 打完电话后, 汪淼坐到电脑前, 开始打印网页上显示的那张 很简单的莫尔斯电马对照表。 这时他已经冷静下来, 将思绪从倒计时尚移开, 想着关于科学边界和申育飞的事, 想到他玩的网络游戏。 关于申育飞, 他能肯定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他不是爱玩游戏的人。 这个说话如电报般精简的女人, 给他唯一的印象就是冷。 他的冷与其他的某些女性不同, 不是一张面具, 而是从里到外冷透了。 汪淼总是下意识地将他与早已消失的DOS操作系统联系在一起, 一面空荡荡的黑屏幕。 只有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C提示符在闪动, 你输入什么他就输出什么, 一个字都不会多, 也不会有变化。 现在他知道C提示符后面其实是一个无底深渊。 他真会有兴致玩游戏, 而且是带着威装剧玩。 他没有孩子, 那套威装剧只能是自己买回去用的, 这有些不可思议。 汪淼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那个很容易记住的游戏网址, dy.com, 网页上显示该游戏只支持威装剧方式。 汪淼想起了纳米中心的职工娱乐室里好像有一套威装剧, 就走出已经空荡荡的中心室。 宴大厅去值班室要了钥匙, 在娱乐室中穿过一排台球桌和健身器材, 在一台电脑旁找到了威装剧, 费了很大劲才把感应服穿上, 然后戴上显示头盔, 启动电脑。 启动游戏后, 汪淼置身于一片黎明之际的荒原, 荒原沉暗褐色, 细节看不清楚, 远方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曙光, 其余的天空则群星闪烁。 一声巨响, 两座发着红光的山峰砸落到远方的大地上, 整个荒原笼罩在红色光芒之中。 被激起的遮天蔽日的尘埃散去后, 汪淼看清了那两个顶天立地的大字, 三体。 随后出现了一个注册界面, 汪淼用海人这个ID注册, 然后成功登陆。 荒原依旧, 但V装具感应符中的压缩机丝丝地启动了, 汪淼感到一股逼人的寒气。 前方出现了两个行走的人影, 在曙光的背景前呈黑色的剪影。 汪淼追了上去, 他看到两人都是男性, 披着破烂的长袍, 外面还裹着一张肮脏的兽皮, 都带着一把青铜时代那种又宽又短的剑, 其中一人背着一只有他一半高的细长的木箱子。 那人扭头看看汪淼, 他的脸像那兽皮一样脏和皱, 双眼却很有神, 眸子映着曙光。 冷啊。 他说, 是, 真冷。 汪淼附和道, 这是战国时代, 我是周文王。 那人说, 周文王不是战国时代的人吧? 汪淼问, 他一直活到现在呢, 周王也活着。 另一个没背箱子的人说, 我是周文王的追随者, 我的ID就叫周文王追随者, 他可是个天才。 我的ID是海人, 汪淼说, 您背的是什么? 周文王放下那只长方形木箱, 将一个立面像一扇门似的打开。 露出里面的五层方格, 借着晨曦的微光, 汪淼看到每层之间都有高低不等的一小堆细沙, 每格中都有从上一格留下的一道捐细的沙流。 沙漏,八小时漏完一次, 颠倒三次就是一天, 不过我常常忘了颠倒, 要靠追随者提醒。 周文王介绍说, 你们好像是在长途旅行, 有必要背这么笨重的计时器吗? 那怎么计时呢? 拿个小型的日轨多方便, 或者干脆只看太阳也能知道大概的时间。 周文王和追随者面面相去, 然后一起盯着汪淼, 好像他是个白痴, 太阳。 看太阳怎么能知道时间? 这可是乱纪元。 汪淼正要询问这个怪异名词的含义, 追随者哀鸣道, 真冷啊, 冷死我了。 汪淼也觉得冷, 但他不能随便脱下感应符, 一般情况下, 那样做会被游戏注销挨低的。 他说, 太阳出来就会暖和些的。 你在冒充伟大的先知吗? 连周文王都不算先知呢。 追随者冲汪淼不屑地摇摇头, 这需要先知吗? 谁还看不出来太阳一两个小时后就会生气。 汪淼直指天边说, 这是乱纪元。 追随者说, 什么是乱纪元? 除了恒纪元, 都是乱纪元。 周文王说, 想回答一个无知孩童的提问。 果然, 天边的晨光开始暗下去, 很快消失了, 夜幕重新笼罩了一切, 苍穹星光灿烂。 原来现在是黄昏, 不是早晨。 汪淼问, 是早晨, 早晨太阳不一定能升起, 这是乱纪元。 寒冷使汪淼很难受。 看这样子, 太阳要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升出来。 他哆嗦着直指模糊的地平线说, 你怎么又会有这种想法? 那可不一定, 这是乱纪元。 追随者说着, 转向周文王, 鸡昌, 给我些鱼干吃吧。 不行。 周文王断然说道, 我也是勉强吃饱, 要保证我能走到昭歌, 而不是你。 说话间, 汪淼注意到另一个方向的地平线, 又出现了曙光。 他分不清东南西北, 但肯定不是上次出现时的方向。 这曙光很快增强, 不一会儿, 这个世界的太阳升起来了, 是一颗蓝色的小太阳, 很像增强了亮度的月亮, 但还是让汪淼感到了一丝温暖, 并看清了大地的细节。 但这个白昼很短暂, 太阳在地平线上方, 划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就落下了, 夜色和寒冷又笼罩了一切。 三人在一棵枯树前停下, 周文王和追随者拔出青铜剑来砍柴, 汪淼将碎柴收集到一块。 追随者拿出火帘, 劈啪, 劈啪打了好一阵, 升起了一堆火。 汪淼的感应符的前胸部分变暖和了, 但背后仍然冰冷。 烧些脱水者, 火才旺呢。 追随者说, 住嘴, 那是骤王干的事。 反正路上那些散落的都破成那样, 泡不活了。 如果你的理论真能行, 别说烧一些, 吃一些都成, 与那理论相比, 几条命算什么。 胡说, 我们是学者。 勾火燃尽后, 三人继续赶路。 由于他们之间交谈很少, 系统加快了游戏时间的流逝速度, 周文王很快将背上的沙漏翻了六下, 转眼间两天过去了, 太阳还没有升起过一次, 甚至天边连曙光的影子都没有。 看来太阳不会出来了。 汪淼说, 同时调出游戏界面来看了一下自己的HP, 他正因寒冷而迅速减小。 你又冒充伟大的先知的追随者说, 汪淼和他一起说出了后半句, 这是乱纪元。 这话说完不久, 天边真的出现了曙光, 并且迅速增强, 转眼间太阳就升了起来。 汪淼发现, 这次升起的是一颗大太阳, 当他升至一半时, 直径占了视野内至少五分之一的地平线。 暖流扑面而来, 令汪淼心旷神怡, 但他看周文王和追随者时, 发现他们都一脸惊恐, 仿佛魔鬼降临。 快, 找阴凉地儿。 追随者大喊, 汪淼跟着他们飞奔, 跑到了一处低矮的岩石后面蹲下来。 岩石的阴影在渐渐缩短, 周围的大地像处于白痴状态般刺眼, 脚下的冻土迅速融化, 由坚硬如铁变成泥泞一片, 热浪滚滚。 汪淼很快出汗了。 当大太阳升到头顶正上方时, 三人用兽皮蒙住头, 强光仍如利剑般, 从所有缝隙和孔洞中射进来。 三人绕着岩石挪到另一边, 躲进那边刚刚出现的阴影中, 太阳落山后, 空气依然异常闷热, 大汗淋漓的三人坐在岩石上, 追随者沮丧地说, 乱纪元旅行。 真是在地狱里走路, 我受不了了, 再说我也没吃的了, 你不分我些鱼竿, 又不让吃脱水者, 哎, 那你只能脱水了。 周文王说, 一手用兽皮扇着风, 脱水以后, 你不会扔下我吧? 当然不会, 我保证把你带到昭哥。 追随者脱下了被汗水浸湿的长袍, 赤身躺到泥地上。 在落日的余晖中, 汪淼看到追随者身上的汗水突然增加了, 他很快知道那不是出汗, 这人身体内的水分正在被彻底排出, 这些水在沙地上形成了几条小小的溪流。 追随者的整个躯体, 如一根融化的蜡烛, 在变软变薄十分钟后, 水排完了, 那躯体化为一张人形的软皮, 一动不动地铺在泥地上, 面部的五官都模糊不清了。 他死了吗? 汪淼问。 他想起来了, 一路上不时看到有这样的人形软皮, 有的已破损不全, 那就是不久前追随者想要用来烧火的脱水者。 没有。 周文王说着, 将追随者变成的软皮拎起来, 拍了拍上面的土, 放到岩石上将它, 它卷起来。 就像卷一只放了气的皮球一般, 在水里泡一会儿, 它就会恢复原状活过来, 就像泡肝蘑菇那样。 它的骨骼也变软了。 是的, 都成了肝纤维, 这样便于携带。 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都能脱水吗? 当然, 你也能, 要不, 在乱纪元是活不下去的。 周文王将卷好的追随者递给汪淼, 你带着他吧, 扔到路上, 不是被人烧了, 就是吃了。 汪淼接过软皮, 很轻的一小卷, 用胳膊夹着倒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汪淼夹着脱水的追随者, 周文王背着沙漏, 两人继续着艰难的旅程。 同前几天一样, 这个世界中的太阳运行得完全没有规律, 在连续几个严寒的长夜后, 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酷热的白天, 或者相反。 两人相依为命, 在篝火边抵御严寒, 泡在湖水中度过酷热。 好在游戏时间可以加快, 一个月可以在半小时内过完, 这使得乱纪元的旅程还是可以忍受的。 这天, 漫漫长夜已延续了近一个星期, 按沙漏计时, 周文王突然指着夜空恍惚起来, 飞星, 飞星, 两颗飞星。 其实, 汪淼之前就注意到 那种奇怪的天体, 它比星星大, 能显出乒乓球大小的圆盘形状, 运行速度很快, 肉眼能明显地看到 它在星空中移动, 只是这次出现了两个。 周文王解释说, 两颗飞星出现, 恒纪元就要开始了。 以前看到过的, 那只有一个, 最多只有两个吗? 不, 有时会有三个, 但不会再多了。 三颗飞星出现, 是不是预示着更美好的纪元? 周文王用充满恐惧的眼神, 瞪了汪淼一眼, 你在说什么呀? 三颗飞星祈祷它不要出现吧? 周文王的话没错, 他们向往的恒纪元很快开始了, 太阳升起落下, 开始变得有规律, 一个昼夜渐固定在18小时左右, 日夜有规律的交替, 使天气变得暖和了一些。 恒纪元能持续多长时间? 汪淼问, 一天或一个世纪, 每次多长, 谁都说不准。 周文王坐在沙漏上, 仰头看着正午的太阳, 据记载, 西周曾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恒纪元, 哎, 生在那个时代的人有福啊, 那乱纪元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不是说过吗? 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 两者互为对方的间隙, 那就是说, 这是一个全无规律的混乱世界。 是的, 文明只能在较长的气候温暖的恒纪元里发展, 大部分时间里, 人类集体脱水存住起来, 当较长的恒纪元到来时, 在集体浸泡复活, 生产和建设。 那怎样预知, 每个恒纪元到来的时间和长短呢? 做不到, 从来没有做到过。 当恒纪元到来时, 国家是否浸泡, 取决于大王的直觉, 常常是, 浸泡复活了, 庄稼种下了, 城镇开始修筑, 生活刚刚开始, 恒纪元就结束了, 严寒和酷热就毁灭了一切。 周文王说到这里, 一手指向汪渺, 双眼变得炯炯有神, 好了, 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目标, 就是运用我们的智力和悟性。 分析研究各种现象, 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 文明的生存, 就维系于此。 在我看来, 太阳运行根本就没有规律, 那是因为你没能悟出世界的本源。 你悟出来了? 是的, 这就是我去昭歌的目的, 我将为昼王献上一份精确的万年力。 可这一路上, 没看到你有这种能力。 对太阳运行规律的预测, 只能在昭歌做出, 因为那里是阴阳的交汇点, 只有在那里取得挂才是准确的。 两人又在严酷的乱纪元, 跋涉了很长时间, 其间又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横纪元, 终于到达了昭歌。 汪渺听到一种不间断的, 类似于雷声的轰鸣。 这声音是昭歌大地上许多奇怪的东西发出的, 那是一座座巨大的丹柏, 每座都有几十米高。 丹柏的柏锤是一块块巨石, 被一大数绳索掉在架于两座细高石塔间的天桥上。 每座单柏都在柏洞中, 驱动他们的是一群群身穿盔甲的士兵, 他们合着奇怪的耗子, 齐立拉洞系在巨石柏锤上的绳索, 维持着他的柏洞。 汪渺发现, 所有巨柏的柏洞都是同步的, 远远看去, 这景象怪异的使人着迷, 向大地上树立着一座座走动的钟表, 又像从天而降的许多巨大抽象的符号。 在巨柏的环绕下, 有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夜幕中如同一座高耸的黑山, 这就是昼王的宫殿。 汪渺跟着周文王走进了金字塔基座上的一个不高的洞门, 门旁几名守卫的士兵在黑暗中, 如幽灵般无声地徘徊。 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隧道向里走, 隧道窄而黑, 间隔很远才有一只火炬。 在乱纪元, 整个国家在脱水中, 但周王一直醒着, 陪伴着这片没有生机的国土。 要想在乱纪元生存, 就得居住在这种墙壁极厚的建筑中, 几乎像住在地下, 才能避开严寒和酷热。 周文王边走边对汪渺解释, 走了很长的路, 才进入了周王位于金字塔中心的大殿, 其实这里并不大, 很像一个山洞。 身披一大张花兽皮, 坐在一处高台上的人显然是周王了, 但首先吸引汪渺目光的是一位黑衣人, 他的黑衣几乎与大殿中浓重的阴影融为一体, 那张苍白的脸仿佛是浮在虚空中。 这是福西。 周王队刚进来的周文王和汪渺介绍那位黑衣人, 仿佛他们一直就在那似的, 而黑衣人才是新来的。 他认为, 太阳是脾气乖利的大神, 他醒着的时候喜怒无常, 是乱纪元, 睡着时呼吸均匀, 是横纪元。 福义建议竖起了外面的那些大摆, 日夜不停地摆动, 声称这对太阳神有强烈的催眠作, 用能使其陷入漫长的昏睡。 但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太阳神仍醒着, 最多只是不识打打斗。 周王挥了一下手, 有人端来一个陶罐, 放到福义面前的小石台上, 汪淼后来知道, 那是一罐调味料。 福义长叹一声, 端起陶罐喝下去, 那咕咚咕咚的声音, 仿佛黑暗深处, 有一颗硕大的心脏在跳动。 喝了一半后, 他将剩下的调味料倒在身上, 然后扔下陶罐, 走向大殿角落的一口架在火上的青铜大顶, 爬上顶岩, 他跳进大顶, 激起了一大团蒸汽。 鸡昌坐下, 一会儿就开咽。 周王直指那口大顶说, 愚蠢的巫术。 周文王朝大顶偏了下头, 轻蔑地说, 你对太阳悟出了什么? 周王问, 火光在他的双眸中跳动。 太阳不是大神, 太阳是阳, 黑夜是阴, 世界是在阴阳平衡中运转的, 这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但可以预测。 周文王说着, 抽出青铜剑, 在火炬照到的地板上, 画出了一对大大的阴阳鱼, 然后以令人目眩的速度, 在周围画出了六十四卦。 看上去如同火光中时隐时现的大年轮, 大王, 这就是宇宙的密码, 借助他, 我将为您的王朝献上一部精确的万年令。 鸡昌啊, 我现在急需知道的, 是下一个长恒纪元什么时候到来, 我将立刻为您占卜。 周文王说着, 走到阴阳于中央盘腿坐下, 抬头望着大殿的顶部, 目光仿佛穿透了厚厚的金字塔, 看到了星空, 他的双手手指同时在进行着复杂的运动, 组合成一部高速运转的计算器。 寂静中, 只有大顶钟的汤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 仿佛煮在汤中的巫师在梦意。 周文王从一阳图中站起来, 头仍仰着, 说, 下面将是一段为期四十一天的乱纪元, 然后将出现为期五天的恒纪元, 接下来是为期二十三天的乱纪元, 和为期十八天的恒纪元。 然后是为期八天的乱纪元, 当这段乱纪元结束后, 大王, 您所期待的长恒纪元就到来了, 这个恒纪元将持续三年零九个月, 期间气候温暖, 是一个黄金纪元。 我们首先需要证实一下你前面的预测。 周王不动声色地说, 汪淼听到上方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大殿顶上的一块石板滑开, 露出一处正方形的洞口。 汪淼调整方向, 看到这个方洞通道金字塔的外面, 在这个方洞的尽头, 汪淼看到了几颗闪烁的星星。 游戏的时间加快了, 有两名士兵看守的周文王带来的沙漏, 几秒钟就翻动一次, 标志着八小时的流逝。 上方的窗口无规律地闪烁起来, 不是有一束乱纪元的阳光射进大殿, 有时很微弱, 如月光一般, 有时则十分强烈, 投在地上的方形光般白斥明亮, 使所有的火炬黯然失色。 汪淼数着沙漏翻动的次数, 当翻到120次左右时, 阳光投进窗口的间隔变得规则了, 预测中的第一个恒纪元到来。 沙漏在翻动十五下后, 窗口的闪烁又紊乱起来, 乱纪元又开始了。 然后又是恒纪元, 然后又是乱纪元, 他们的开始和持续时间虽然有些小误差, 但与周文王的预测已是相当的吻合了。 当最后一段为期八天的乱纪元结束后, 他预言的长恒纪元开始了。 汪淼数着沙漏的翻动, 二十天过去了, 射进大殿的日光, 仍遵循着精确的节奏。 这时, 游戏时间的流逝被调整到正常。 周王向周文王点点头, 鸡昌啊, 我将为你竖起一座封碑, 比这座宫殿还要高大。 周文王身居一躬, 我的大王, 让您的王朝苏醒吧, 繁荣吧。 周王在石台上站起身, 张开双臂, 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 他用一种很奇怪的歌唱般的音调喊道, 浸泡。 听到这号令, 大殿内的人都跑向洞门。 在周文王的示意下, 汪淼跟着他沿着长长的隧道向金字塔外走去。 走出洞门, 汪淼看到时值正午, 太阳在当空静静地照耀着大地, 微风吹过, 他似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周文王和汪淼一同来到了距金字塔不远的一处湖畔, 湖面上的兵已融化了, 阳光在微波间跳动。 掀出来的一队士兵高呼着, 浸泡, 浸泡, 都奔向湖边一处行伺古仓的高大石器建筑。 再来的路上, 汪淼不时在远处看到过这种建筑, 周文王告诉他那是干仓, 是存住脱水人的大型仓库。 士兵们打开干仓的石门, 从中搬出一卷卷落满灰尘的皮圈, 他们每人都抱着, 架着好几个皮圈, 走向湖边, 将那些皮圈扔进湖中。 那些皮圈一遇到水, 立刻舒展开来, 一时间, 湖面上漂浮着一片似乎是剪出来的薄薄的人形。 每一张人片都在迅速溪水膨胀, 渐渐地, 湖面上的人片都变成了圆润的肉体, 这些肉体很快具有了生命的迹象, 一个个挣扎着, 从其腰身的湖水中站立起来。 他们睁大如梦初醒的眼睛, 看着这风和日丽的世界。 一个人高呼起来, 立刻引来了一片欢呼声, 浸泡。 浸泡。 这些人从湖中跑上岸, 赤身裸体地奔向肝仓, 将更多的皮圈投入湖中, 浸泡复活的人一群群从湖中跑出来。 这一幕也发生在更远处的湖泊和池塘中, 整个世界在复活。 哦, 天啊, 我的指头, 汪淼顺着声音看去, 见一个刚浸泡复活的人站在湖中, 举着一只手哭喊道, 那手缺了中指, 血从手上断指处滴到湖中。 其他复活者, 纷纷拥过他的身边, 兴高采烈地奔向湖岸, 没有人注意他。 行了, 你就知足吧。 一个经过的复活者说, 有人整条胳膊腿都没了, 有人脑袋被咬了个洞。 如果再不浸泡, 我们怕是都要被乱纪元的老鼠啃光了。 我们脱水多长时间了? 另一位复活者问, 看看大王宫殿上积的沙尘有多厚就知道了, 刚听说现在的大王已不是脱水前的大王了, 不知是他的儿子还是孙子。 浸泡持续了八天才完全结束, 这时所有的脱水人都已复活, 世界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这八天中, 人们享受着每天二十个小时, 周期准确的日出日落。 沐浴在春天的气息里, 所有人都忠心地赞美太阳, 赞美掌管宇宙的诸神。 第八天夜里, 大地上的篝火比天上的星星都密, 在漫长的乱纪元中, 荒废的城镇又充满了灯火和喧闹, 同文明以前的无数次浸泡一样, 所有人将彻夜狂欢迎接日出后的新生活。 但太阳再也没有升起来。 各种计时器都表明日出的时间已过, 但各个方向的地平线都仍是漆黑一片。 又过了十个小时, 没有太阳的影子, 连最微弱的晨光都见不到。 一天过去了, 无边的夜在继续着, 两天过去了, 寒冷像一只巨长在暗夜中压向大地。 请大王相信我, 这只是暂时的, 我看到了宇宙中的阳在聚集,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恒纪元和春天将继续。 金字塔的大殿里, 周文王跪在周王端坐的石台下哀求道, 还是把顶烧上吧。 周王叹了口气说, 大王, 大王。 一名大臣从洞门里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带着哭腔喊道, 天上, 天上有三颗。 费性, 大殿中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有周王仍然不动声色。 他转向以前一直不屑于搭理的汪淼, 你还不知道出现三颗飞星意味着什么吧? 鸡昌啊, 告诉他, 这意味着漫长的严寒岁月, 冷得能把石头冻成粉末。 周文王长叹一声, 说, 脱水, 周王又用那歌唱般的声音喊道, 其实, 在外面的大地上, 人们早已开始陆续脱水, 重新变成人干, 已渡过漫漫长夜, 他们中的幸运者被重新搬入干仓, 还有大量的人干被丢弃在矿野上。 周文王慢慢站起身, 吵架在火上的青铜大顶走去, 他爬上顶岩, 跳进去前停了几秒钟, 也许是看到福西煮的烂熟的脸正在汤中宠他轻笑。 用文火, 周王无力地说, 然后转向其他人, 该X的就X吧, 游戏到这儿已经没什么玩头了。 洞门上方出现了发着红光的X标志, 人们纷纷向那里走去。 汪苗也跟随而去, 穿过洞门和长长的隧道来到了金字塔外, 看到黑夜里大雪纷飞, 刺骨的寒冷使他打了个冷战。 天空的一角显示出游戏的时间又加快了。 十天后, 雪仍在下着, 但雪片大而厚重, 像是凝结的黑暗。 有人在汪苗耳边低声说, 这是在下二氧化坛干冰了。 汪苗扭头一看, 是周文王的追随者。 又过了十天, 雪还在下, 但雪花已变得薄而透明, 在金字塔洞门透出的火炬的微光中, 呈现出一种超脱的淡蓝色, 像无数飞舞的云木片。 这雪花已经是凝固的氧, 淡了, 大气层正在绝对零度中消失。 金字塔被雪埋了起来, 最下层是水的雪, 中层是干冰的雪, 上层是固太阳, 淡的雪。 夜空变得异常晴朗, 群星像一片银色的火焰。 一行字在星空的背景上出现, 这一夜持续了48年, 第137号文明在严寒中毁灭了 该文明进化至战国层次。 文明的种子仍在, 它将重新启动, 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 命运莫测的进化, 欢迎您再次登陆。 退出前, 汪淼最后注意到的是 夜空中的三颗飞星, 它们相距很近, 相互围绕着, 在太空深渊中 跳着某种诡异的舞蹈。 第五章, 夜文杰汪淼摘下威装具后, 发现自己的内衣 已被冷汗浸透了, 很像是从一场寒冷的噩梦中醒来。 它走出纳米中心, 下楼开车, 按丁仪给的地址, 去阳东的母亲家。 乱纪元, 乱纪元, 乱纪元这个概念 在汪淼的头脑中萦绕。 为什么那个世界的太阳运行会没有规律? 一颗恒星的行星, 不管其运行轨道是正圆, 还是偏长的椭圆, 其围绕恒星的运动一定是周期性的。 全无规律的运行是不可能的, 汪淼突然对自己很恼火, 它使劲地摇头, 想赶走头脑中的这一切, 不过是个游戏嘛, 但它失败了。 乱纪元, 乱纪元, 乱纪元见鬼, 别去想它, 为什么非想它不可? 为什么? 很快, 汪淼找到了答案。 它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玩过电子游戏了, 这些年来, 电子游戏的软硬件技术显然已经提高。 那很多, 其中的虚拟现实场景和附加效果, 都是它学生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但汪淼明白, 三体的真实不在于此。 记得在大三的一次信息课中, 教授挂出了两幅大图片, 一幅是画面庞杂精细的清明上合图, 另一幅是一张空旷的天空照片, 空荡荡的蓝天上只有一缕四有四无的白云。 教授问这两幅画中哪一幅所包含的信息量更大? 答案是后者要比前者大一致两个数量级。 三体正是这样, 它的海量信息是隐藏在深处的, 汪淼能感觉到, 但说不清。 它突然悟出, 三体的不寻常在于, 与其他的游戏相比, 它的设计者是反其道而行之, 一般游戏的设计者都是尽可能地增加显示的信息量, 以产生真实感。 但三体的设计者却是在极力压缩信息量, 以隐藏某种巨大的真实, 就像那张看似空旷的天空照片。 汪淼放松了思想的缰绳, 任其回到三体世界。 飞行, 关键在于不引人注意的飞行, 一颗飞行, 二颗飞行, 三颗飞行, 这分别意味着什么? 正想着, 彻底开到他要去的小区大门了。 在要去的那栋楼门口, 汪淼看到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头发花白, 身材瘦削的女性戴着眼镜, 提着一个大菜篮子吃力地上楼梯。 他猜他大概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一问他果然就是杨冬的母亲叶文杰。 听汪淼说明来以后, 他露出发自内心的感动, 他是汪淼常见到的那种老知识分子, 岁月的风霜已消去了他们性情中所有的刚硬和火热, 只剩下乳水的柔和。 汪淼拿过菜篮子同他一起上了楼, 走进他的家门后发现, 这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冷清, 有三个孩子在玩耍, 最大的不超过五岁, 小的刚会走路。 养母告诉汪淼, 这都是邻居的孩子。 他们喜欢在我这儿玩, 今天是星期天, 他们的父母要加班, 就把他们丢给我了。 男男, 你的画画完了吗? 嗯, 真好看, 起个题目吧, 太阳下的小鸭子, 好, 奶奶给你提上, 再写上六月九日, 男男做中午, 你们都想吃什么呢? 娘娘, 烧茄子, 好好, 男男, 昨天吃过的荷兰豆, 好好, 你呢, 咪咪, 肉肉, 不, 你妈妈说了, 不要吃那么多肉肉, 不好消化的, 吃鱼鱼好吗? 看奶奶买回来的这么大的鱼鱼, 她肯定想要孙子或孙女, 但即使杨冬活着, 会要孩子吗? 看着养母和孩子们投入的对话, 汪淼心想, 养母将篮子提进厨房, 出来后对汪淼说, 小汪啊, 我先去把菜泡上, 现在的蔬菜, 农药残留很多, 给孩子们吃, 至少要泡两小时以上, 你可以先到冬冬的房间里看看, 养母最后一句看似无意的提议, 令汪淼陷入紧张和不安之中, 她显然看出了汪淼此行在内心深处的真正目的, 她说完就转身回到厨房, 没有看汪淼一眼, 自然看不到她的窘态, 她这几乎天衣无缝的善解人意, 令汪淼一阵感动, 汪淼转身穿过快乐的孩子们, 走向养母刚才指向的那个房间, 她在门前停住了, 突然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所淹没, 仿佛回到了少年多梦的世界, 一些如清晨露珠般, 晶莹脆弱的感受, 从记忆的深处中浮起, 这里面有最初的伤感和刺痛, 但都是玫瑰色的, 汪淼轻轻推开门, 扑面而来的淡淡的气息, 是她没有想到的, 那是森林的气息, 她仿佛进入了一间护林人的林间小屋, 墙壁被一条条棕色的树皮覆盖着, 三只凳子是古朴的树桩, 写字台也是由三个较大的树桩拼成的, 还有那张床, 铺得显然是东北的乌拉草, 这一切都很粗糙, 很随意, 没有刻意表现出某种美感, 以杨冬的职位, 她的收入是很高的, 可以在任何一处高档社区买下房子, 可她一直同母亲住在这里, 汪苗走到树桩写字台前, 上面的陈设很简单, 没有与学术有关的东西, 也没有与女性有关的东西, 也许都已经拿走了, 也许从来就没在这里存在过, 她首先注意到, 一张相在目镜框中的黑白照片, 是杨冬母女的合影, 照片中的杨冬正值幼年, 母亲蹲下正好同她一样高, 风很大, 将两人的头发吹到一起, 照片的背景很奇怪, 天空呈网隔状, 汪苗仔细查看, 支撑那网络的粗大的钢铁结构, 推想那是一个抛物面天线, 或类似的东西, 因为巨大, 它的边缘超出了镜头, 照片中, 小杨冬的大眼睛中, 透出一种令汪苗心颤的惶恐, 仿佛照片外的世界, 令她恐惧似的, 汪苗注意到的第二件东西, 是放在写字抬一脚的一本厚厚的大本子, 首先令她迷惑的是本子的材质, 她看到封面上有一行炙桌的字, 杨冬的画, 画, 皮本, 这才知道这本子是画树皮做的, 时光已经使银白色的画皮变成暗黄, 她伸手出了一下本子, 犹豫了一下, 又缩了回来, 你看吧, 那是东东小时候的画, 杨母在门口说, 汪苗捧起画皮本, 轻轻的一页页翻看, 每幅画上都有日期, 明显是母亲为女儿住上的, 就像她刚进门时看到的那样, 汪苗又发现了一件多少让她不可理解的事, 从画上的日期看, 这时的杨冬已经三岁多了, 这么大的孩子通常都能够画出比较分明的人或物体的形状, 但杨冬的画仍然只是随意纷乱的线条, 汪苗从中看出了一种强烈的恼怒和绝望, 一种想表达某种东西有无能为力的恼怒和绝望, 这种感觉是这种年龄的普通孩子所不具有的, 杨母缓缓地坐到床檐上, 双眼失神地看着汪苗手中的画皮本, 她女儿就是在这里, 在安睡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汪苗在杨母身边坐下, 她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 要与他人分担痛苦。 杨母从汪苗手中拿过画皮本, 抱在胸前, 轻声说, 我对东东的教育有些不知深浅, 让她太早接触了那些太抽象, 太终极的东西。 当她第一次表现出对那些抽象理论的兴趣时, 我告诉她, 那个世界女人是很难进入的。 她说, 居里夫人不是进入了吗? 我告诉她, 居里夫人根本没有进入, 她的成功只是源于勤奋和执着。 没有她, 那些工作别人也会完成, 倒是像吴建雄这样的女人, 还比她走得远些, 但那真的不是女人的世界。 女性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男性, 这没有高下之分, 对世界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东东没有反驳我。 到后来, 我真的发现她身上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比如给她讲一个公式, 别的孩子会说, 这公式真巧妙之类的, 她则会说, 这公式真好看, 真漂亮, 那神情就像她看到一朵漂亮的野花一样。 她父亲留下了一堆唱片, 她听来听去, 最后选择了一张巴赫的反复听, 那是最不可能令孩子, 特别是女孩子入迷的音乐了。 开始我以为她是随意为之, 但问她感受时, 这孩子说, 她看到一个巨人在大地上, 搭一座好大好复杂的房子, 巨人一点一点地搭着, 乐曲完了, 大房子也就搭完了, 您对女儿的教育真是成功。 汪淼感慨地说, 不, 是失败啊, 她的世界太单纯, 只有那些空灵的理论, 那些东西一崩溃, 就没有什么能支撑她活下去了。 叶老师,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不对, 现在发生了一些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事, 这是一次空前的理论灾难, 做出这种选择的科学家又不只是她一人, 可只有她一个女人, 女人应该像水一样的, 什么样的地方都能躺得过去啊。 告辞时, 汪淼才想到了来访的另一位, 一个目的, 于是她向杨母说起了观测宇宙背景辐射的事。 哦, 这个, 国内有两个地方正在做, 一个在乌鲁木齐观测基地, 好像是中科院空间环境观测中心的项目, 另一个很近, 就在北京近郊的射电天文观测基地是中科院和北大那个联合天体物理中心搞的。 前面那个是实际地面观察, 北京这个只是接收卫星数据, 不过数据更准确, 全面一些。 那里有我的一个学生, 我帮你联系一下吧。 杨母说着, 去找电话号码, 然后给那个学生打电话, 似乎很顺利。 没问题的, 我给你个地址, 你直接去就行。 他叫沙瑞珊, 明天正好值夜班, 你好像不是搞之专业的吧。 杨母放下电话问, 我搞纳米, 我这是为了另外一些事情。 汪苗很怕杨母追问下去, 但他没有。 小汪啊,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好像身体很虚的。 杨母关切地问, 没什么, 就是这样。 汪苗含糊地说, 你等等, 杨母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木盒, 汪苗看到上面标明是人参, 过去在基地的一位老战士前两天来看我。 带来这个布, 布, 你拿去人工种植的, 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我血压高, 根本用不着的。 你可以切成薄片泡茶喝, 我看你脸色, 好像血很亏的样子。 年轻人, 一定要爱护自己呀。 汪苗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双眼湿润了, 他那颗两天来崩得紧紧的心脏, 像被放到了柔软的天鹅绒上。 叶老师, 我会常来看您的。 他接过木盒说, 第六章宇宙闪烁之一, 汪苗驱车沿精密路到密云县, 再转至黑龙潭, 又走了一段盘山路, 便到达中科院国家天文观测中心的射电天文观测基地。 他看到二十八面直径为九米的抛物面天线, 在暮色中一字排开, 像一排壮观的钢铁植物。 2006年建成的两台高大的五十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线, 矗立在这排九米天线的尽头。 车时尽后, 他们令汪苗不由想起了那张杨东母女合影的背景。 但叶文杰的学生从事的项目, 与这些射电望远镜没有什么关系。 沙瑞珊博士的实验室主要接收三颗卫星的观测数据, 1989年11月升空, 即将淘汰的微波背景探测卫星扣。 2001年发射的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卫星WMAP和2009年欧洲航天局发射的普朗克高精度宇宙微波背景探测卫星Plank。 宇宙整体的微波背景辐射频谱非常精确地符合温度为2.726K的黑体辐射谱, 具有高度各项同性, 但在不同局部也存在大约百万分之五涨落的幅度。 沙瑞珊的工作就是根据卫星观测数据重新绘制一幅更精确的全宇宙微波辐射背景图。 这个实验室不大,主机房中挤满了卫星数据接收设备, 有三台终端分别显示来自三颗卫星的数据。 沙瑞珊见到汪秒, 立刻表现出了那种长期在寂寞之地工作的人见到莱克的热情, 问他想了解哪方面的观测数据。 我想观测宇宙背景辐射的整体波动。 您能说具体些吗? 沙瑞珊看汪秒的眼神变得奇怪起来。 就是, 宇宙3K微波背景辐射整体上的各项同性的波动振幅在1%至5%之间。 沙瑞珊笑笑, 早在本世纪初, 密云射电天文基地就对游客开放参观为正些外快。 沙瑞珊时常做些导游或讲座的事, 这种笑容就是他回答游客, 他已适应了那些骇人的科芒, 问题是常常露出的。 汪先生, 您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吧? 我搞纳米材料。 哦, 那就对了。 不过, 对于宇宙3K背景辐射, 您大概有个了解吧? 知道的不多。 目前的宇宙起源理论认为, 宇宙诞生于距今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 在诞生早期, 宇宙温度极高, 随后开始冷却, 形成被称为微波背景辐射的余境。 这种弥漫全宇宙的残留背景辐射, 在厘米波段上是可以观测到的。 好像是在196几年吧, 两个美国人在调试一个高精度卫星接收天线10亿外的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足够了。 沙瑞珊挥手打断了汪淼的话, 那你就应该知道, 与我们观测的不同部分的微小不均匀不同, 宇宙整体辐射背景波动是随着宇宙的膨胀。 在宇宙时间尺度上缓慢变化的, 以Planck卫星的精度, 直到一百万年后都未必能测出这种变化, 你却想在今天晚上发现它百分之五的波动。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整个宇宙像一个坏了的日光灯管那样闪烁。 而且是为我闪烁, 汪淼心里说, 叶老师这是在开什么玩笑? 沙瑞珊摇摇头说, 但愿真是个玩笑。 汪淼说, 本想告诉他, 叶文杰并不知道详情, 但又怕因此招致他的拒绝, 不过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既然是叶老师交代的, 就观测吧, 反正也不费尽百分之一的精度, 用老古董扣就行了。 沙瑞珊说着, 在终端上忙活起来, 很快屏幕上出现一条平直的绿线, 你看, 这就是当前宇宙整体背景辐射的实时数值。 曲线, 应该叫直线才对, 数值是2.726正负0.010k, 那个误差是银河系运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 已经绿掉了。 如果发生你所说的超过百分之一阵幅的波动, 这条线就会变红并将波动显示出来。 我敢打赌, 直到世界末日它也是条绿直线, 要看到它显现肉眼看得到的变化, 可能比看太阳毁灭还要等更长的时间。 这不会影响您的正常工作吧? 当然不会, 那么粗的精度, 用扣观察数据的边角料就足够了。 好了, 从现在开始, 如果那伟大的波动出现, 数值会自动存盘, 可能要等到凌晨一点。 哇, 这么精确? 没关系, 反正我本来就是职业班。 您吃饭了吗? 那好, 我带您去参观一下吧。 这一夜没有月亮, 他们沿着长长的天线阵连漫步。 沙瑞山指着天线说, 壮观吧, 可惜都是笼子的耳朵。 为什么? 自他们建成以来, 在观测频段上就干扰不断, 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寻呼台, 到现在是疯狂发展的移动通信。 这些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能做的那些项目, 像米波寻天, 射电变远, 超新星遗迹研究等等, 大部分都不能正常开展。 多次找过吴委会,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 没有用, 我们能玩得过中国移动, 联通, 网通, 没有钱, 宇宙奥秘算个球。 好在我的项目靠卫星数据, 与这些旅游景观无关了。 近年来很多基础研究的商业运行, 还是很成功的, 比如高能物理, 把观测基地建到离城市远些的地方应该好些吧? 那还是钱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 只能是在技术上屏蔽干扰。 哎, 叶老师要在就好了, 他在这方面造诣很深。 然后, 他们来到一家为游客开的通宵酒吧, 沙瑞山一杯接着一杯的灌啤酒变得更加健谈。 话题集中在叶文杰身上。 从他的学生这里, 汪淼得知了他那历经风霜的前半生。 第七章疯狂年代中国, 1967年, 红色联合对428兵团总部大楼的攻击已持续了两天, 他们的旗帜在大楼周围躁动地飘扬着, 仿佛渴望干柴的火种。 红色联合的指挥官心急如焚, 他并不惧怕大楼的守卫者, 那200多名428战士, 语诞生于1966年初, 经历过大检阅和大串联的红色联合相比, 要稚嫩许多。 他怕的是, 大楼中那十几个大铁炉子, 里面塞满了烈性炸药, 用电雷管串联起来, 他看不到他们。 但能感觉到他们磁石般的存在, 开关一合, 玉石巨坟, 而428的那些小红卫兵们, 是有这个精神力量的。 比起已经在风雨中, 成熟了许多的低带红卫兵, 新生的造反派们, 像火炭上的狼群, 除了疯狂还是疯狂。 大楼顶上出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 那个美丽的女孩子, 挥动着一面428的大旗, 她的出现立刻招来了一阵杂乱的枪声, 射击的武器五花八门。 有陈旧的美式卡冰枪, 捷克式机枪和三八大概, 也有崭新的制式步枪和冲锋枪, 连同那些缩镖和大刀等冷兵器, 构成了一部浓缩的近现代史, 此二八的人在前面多次玩过这个游戏, 在楼顶上站出来的人除了挥舞棋之外。 有时还用喇叭筒喊口号或向下撒传单, 每次他们都能在淡雨中全身而退, 为自己挣到崇高的荣誉。 这次出来的女孩显然也相信自己还有那样的幸运。 她挥舞着战旗, 挥动着自己燃烧的青春, 敌人将在这火焰中化为灰烬, 理想世界明天就会在她那沸腾的热血中诞生她陶醉在这鲜红灿烂的梦幻中, 直到被一颗步枪子弹动。 穿了胸膛, 15岁少女的胸膛是那么柔嫩, 那颗子弹穿过后基本上没有减速, 在她身后的空中发出一声揪鸣。 年轻的红卫兵同她的旗帜一起从楼顶落下, 她那轻盈的身体落得甚至比旗帜还慢, 仿佛小鸟眷恋着天空。 其实, 比起另外一些人来, 她还是幸运的, 至少是在为理想现身的壮丽激情中死去。 这样的热点遍布整座城市, 向无数并行运算的CPU将文化大革命连为一个整体。 疯狂如同无形的洪水将城市淹没其中, 并渗透到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和缝隙。 在城市边缘的那所著名大学的操场上, 一场几千人参加的批斗会已经进行了近两个小时。 在这个派别林立的年代, 任何一处都有错综复杂的对立派别在格斗。 在校园中, 红卫兵、文革工作组、 公宣队和军宣队相互之间都在爆发尖锐的冲突。 而每种派别的内部又实时分化出新的对立派系, 捍卫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纲领, 爆发更为残酷的较量。 但这次被批斗的反动学术权威, 却是任何一方均无意义的斗争目标, 他们也只能同时承受来自各方的残酷打击。 与其他牛鬼蛇神相比, 反动学术权威有他们的特点, 当打击最初到来时, 他们的表现往往是高傲而顽固的。 这也是他们伤亡率最高的阶段, 他们有的因不认罪而被活活打死, 有的则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从这一阶段幸存下来的人, 在持续的残酷打击下渐渐麻木,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精神外壳, 使他们避免最后的崩溃。 他们在批斗会上常常进入半睡眠状态, 只有一声恫吓才能使其惊醒过来, 机械的重复那已说过无数遍的认罪词, 然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进入了第三阶段, 旷日持久的批判将鲜明的政治图像如水银般注入了他们的意识。 将他们那由知识和理性构筑的思想大厦彻底摧毁, 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有罪, 真的看到了自己对伟大事业构成的损害。 并为此痛哭流涕, 他们的忏悔往往比那些非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要深刻的多, 也真诚的多。 而对于红卫兵来说, 进入后两个阶段的批判对象是最乏味的, 只有处于第一阶段的牛鬼蛇神, 才能对他们那早已过度兴奋的神经产生有效的刺激。 如同斗牛市手上的红布, 但这样的对象越来越少了, 在这所大学中可能只剩下一个, 他由于自己的珍惜而被留到批判大会最后出场。 叶哲泰从文革开始一直活到了现在, 并且一直处于第一阶段, 他不认罪, 不自杀, 也不麻木。 当这位物理学教授走上批判台时, 他那神情分明在说, 让我背负的十字架更沉重一些吧。 红卫兵们让他负担的东西确实很重, 但不是十字架。 别的批判对象戴的高帽子都是用竹条扎的框架, 而他戴的这顶却是用一指粗的钢筋焊成的, 还有他挂在胸前的那块牌子。 也不是别人挂的木板, 而是从实验室的一个烤箱上拆下的铁门, 上面用黑色醒目地写着他的名字, 并沿对角线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大叉。 押送叶哲泰上台的红卫兵, 比别的批判对象多了一倍, 有六人, 两男四女。 两个男青年步伐稳健有力, 一副成熟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形象, 他们都是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四年级的, 叶哲泰曾是他们的老师, 那四名女孩子要年轻得多, 都是大学附中的初二学生, 这些穿着军装, 扎着武装带的小战士, 携带着逼人的青春活力, 像四团绿色的火焰包围着叶哲泰。 叶哲泰的出现使下面的人群兴奋起来, 刚才以有些乏力的口号声, 又像新一轮海潮般重新高昂起来, 淹没了一切。 耐心地等口号声平息下去后, 台上两名男红卫兵中的艺人转向批判对象, 叶哲泰, 你精通各种力学, 应该看到自己正在抗拒的这股伟大的合力是多么强大, 顽固下去是死路一条。 今天继续上次大会的议程, 废话就不多说了。 老师回答下面的问题, 在六二至六五届的基础课中, 你是不是擅自加入了大量的相对论内容? 相对论已经成为物理学的古典理论, 基础课怎么能不涉及它呢? 叶哲泰回答说, 你胡说。 旁边的一名女工卫兵力声说, 爱因斯坦是反动的学术权威, 她有奶便是娘, 跑去为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 要建立起革命的科学, 就要打倒以相对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论黑气。 叶哲泰沉默着, 她在忍受着头上铁高帽和胸前铁板带来的痛苦, 不值得回应的问题就沉默了。 在她身后, 她的学生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说话的女孩, 是这四个中学红卫兵中天资最聪颖的一个, 并且显然有备而来, 刚才上台前还看到她在被批判搞, 但要对付叶哲泰, 仅凭她那几句口号是不行的。 他们决定亮出今天为老师准备的新武器, 其中的艺人对台下挥了一下手。 叶哲泰的妻子, 同系的物理学教授少林从台下的前排站起来, 走上台。 她身穿一件很不合体的草绿色衣服, 显然想与红卫兵的色彩拉近距离, 但熟悉少林的人, 联想到以前常穿精致旗袍讲课的她, 总觉得别扭。 叶哲泰, 少林指着丈夫喝道, 她显然不习惯于这种场合, 尽量拔高自己的声音, 却连其中的颤抖也放大了。 你没有想到我会站出来揭发你, 批判你吧? 是的, 我以前受你欺骗, 你用自己那反动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蒙蔽了我。 现在我醒悟了, 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 我要站到革命的一边, 人民的一边。 她转向台下, 同志们, 革命小将们, 革命的教职员工们, 我们应该认清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反动本质, 这种本质, 广义相对论体现得最清楚, 她提出的静态宇宙模型, 否定了物质的运动本性是反辩证法的。 她认为宇宙有限, 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违心主义, 听着妻子滔滔不绝的演讲, 业者太苦笑了一下。 林, 我蒙蔽了你, 其实你在我心中倒一直是个谜。 一次, 我对你父亲称赞你那过人的天资老人家摇摇头, 说我女儿不可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 接着, 她说出了对我后半生很重要的一句话, 林林太聪明了, 可是搞基础理论不笨不行啊。 以后的许多年里, 我不断悟出这话的深意。 林, 你真的太聪明了, 早在几年前, 你就秀出了知识界的政治风向, 做出了一些超前的举动。 比如你在教学中, 把大部分物理定律和参数都改了名字, 欧姆定律, 改叫电阻定律。 麦克思维方程, 改名成电磁方程, 普朗克常数, 叫成了量子常数, 你对学生们解释说, 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是窃取了这些智慧。 但即使这样, 你仍然没有被革命主流所接纳, 看看现在的你, 衣袖上没有革命教职员工都戴着的红袖章, 你两手空空地上来。 连一本语录都没资格, 拿谁让你出生在旧中国那样一个显赫的家庭, 你父母又都是那么著名的学者。 说起爱因斯坦, 你比我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交代。 1922年冬天, 爱因斯坦到上海访问, 你父亲因德语, 很好被安排为接待陪同者之一。 你多次告诉我, 父亲是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教会下走上物理学之路的, 而你选择物理专业又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所以爱翁也可以看作你的间接导师, 你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后来我知道, 父亲对你讲了善意的谎言, 他与爱因斯坦只有过一次短的不能再短的交流。 那是1922年11月13日上午, 他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 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 大公报经理草古兵等人, 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 爱因斯坦在一名杂石子的小公身旁停下, 默默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 手脸乌黑的男孩子, 问你父亲, 他一天挣多少钱? 问过小公后, 你父亲回答, 五分。 这就是他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 没有物理学, 没有相对论, 只有冰冷的现实。 据你父亲说, 爱因斯坦听到他的回答后, 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 看着小公麻木的劳作, 手里的烟斗都灭了, 也没有吸一口。 你父亲在回忆这件事后, 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中国, 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怦然坠地的, 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低下头, 一名男红卫兵大声命令, 这也许是自己的学生对老师一丝残存的同情, 被批斗者都要低头, 但业者太要这样, 那顶沉重的铁高帽就会掉下去, 以后只要他一直低着头, 就没有理由再给他戴上。 但业者太仍昂着头, 用瘦弱的脖梗支撑着那束沉重的钢铁。 低头, 你个反动顽固分子。 旁边一名女工卫兵解下腰间的皮带, 朝业者太挥去, 黄铜代寇正打在他脑门上, 在那里精确地留下了代寇的形状, 但很快又被淤血模糊成黑子的一团。 他摇晃了一下, 又站稳了。 一名男红卫兵质问叶哲泰, 在量子力学的教学中, 你也散布过大量的反动言论。 说完对少林点点头, 示意他继续。 少林迫不及待地要继续下去了, 他必须不停顿地说下去, 以维持自己那摇摇欲坠的精神, 免于彻底垮掉。 叶哲泰, 这一点你是无法抵赖的。 你多次向学生散布反动的哥本哈根解释, 这毕竟是目前公认的最符合实验结果的解释。 叶哲泰说, 在受到如此重击后, 他的口气还如此从容, 这让少林很吃惊, 也很恐惧。 这个解释认为, 是外部的观察导致了量子波函数的坍缩, 这是反动维新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而且是一种最猖狂的表现。 是哲学指引实验, 还是实验指引哲学? 叶哲泰问道, 他这突然地反击, 令批判者们一时不知所措。 当然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科学实验。 一名男红卫兵说, 这等于说正确的哲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反对实践出真知, 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界的认知原则的。 少林和两名大学红卫兵无言以对, 与中学和社会上的红卫兵不同, 他们不可能一点道理也不讲。 但来自腹中的四位小将, 自有他们无坚不摧的革命方式, 刚才动手的那个女孩又狠抽了业者太义皮带。 另外三个女孩子也都分别抡起皮带抽了一下, 当同伴革命时, 他们必须表现得更革命, 至少要同样革命。 两名男红卫兵没有过问, 他们要是现在管这事, 也有不革命的嫌疑。 你还在教学中散布宇宙大爆炸理论, 这是所有科学理论中最反动的一个。 一名男, 红卫兵试图转移话题, 也许以后这个理论会被推翻, 但本世纪的两大宇宙学发现, 哈勃红仪和3K宇宙背景辐射, 使大爆炸学说成为目前为止最可信的宇宙起源理论。 胡说, 少林大叫起来, 又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宇宙大爆炸, 自然不忘深刻地偷袭其反动本质。 但这理论的超级新奇, 吸引了四个小女孩中最聪明的那一个, 她不由自主地问道, 连时间都是从那个起点开始的。 那起点以前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业者太说, 像回答任何一个小女孩的问题那样, 她转头慈祥地看着她铁高帽和乙兽的重伤, 使她这动作很艰难。 什么都没有。 反动, 反动透顶。 那女孩惊恐万壮地大叫起来, 她不知所措地转向少林寻求帮助, 立刻得到了回应。 这给上帝的存在留下了位置。 少林对女孩点点头提示说, 小红卫兵那茫然的思路, 立刻找到了立脚点, 她举起紧握皮带的手指着叶折态, 你是想说有上帝?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我是说不知道, 如果上帝是指宇宙之外的超意识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 正反两方面, 科学都没给出确实的证据。 其实, 在这噩梦般的时刻, 叶折态已倾向于相信它不存在了。 这句大逆不道的话, 在整个会场引起了骚动, 在台上一名红卫兵的带领下, 又爆发了一波波的口号声,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叶折态, 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一切反动学说, 上帝是不存在的, 一切宗教都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麻痹人民的精神工具。 口号平息后, 那个小女孩大声说,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业者太平静地说, 恼羞成怒的小红卫兵立刻做出了判断, 对于眼前这个危险的敌人, 一切语言都无意义了。 他抡起皮带冲上去, 他的三个小同志立刻跟上, 叶哲泰的个子很高, 这四个十四岁的女孩, 只能朝上抡皮带, 才能打到他那不肯低下的头, 在开始的几下打击后, 他头上能起一定保护作用的铁膏帽被打掉了, 接下来带铜扣的宽皮带, 如雨点般打在他的头上和身上, 他终于倒下了, 这鼓舞了小红卫兵们, 他们更加投入地继续着这崇高的战斗, 他们在为信念而战, 为理想而战, 他们为历史给予自己的光辉使命所陶醉, 为自己的英勇而自豪, 最高指示, 要文斗, 不要武斗。 叶哲泰的两名学生终于下定了决心, 喊出了这句话, 两人同时冲过去, 拉开了一处于半疯狂状态的四个小女孩。 但已经晚了, 物理学家静静地躺在地上, 半睁的双眼看着从他的头颅上流出的血迹, 疯狂的会场, 瞬间陷入了一片死迹, 那条血迹是唯一在动的东西。 他像一条红蛇, 缓慢地蜿蜒爬行着, 到达台岩后一滴滴地滴在下面一个空箱子上, 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 向渐行渐远的脚步。 一阵怪笑声打破了寂静, 这声音是精神已彻底崩溃的少林发出的, 听起来十分恐怖。 人们开始离去, 最后发展成一场大溃逃, 每个人都想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会场很快空了下来, 只剩下一个姑娘站在台下。 她是叶哲泰的女儿叶文姐。 当那四个女孩施暴夺去父亲生命时, 她曾想冲上台去, 但身边的两名老孝公死死抓住她, 并在耳边低声告诉她, 别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 当时会场已经处于彻底的癫狂, 她的出现只会引出更多的暴徒。 她曾声嘶力竭地哭叫, 但声音淹没在会场上疯狂的口号和助威声中, 当一切寂静下来时, 她自己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只是凝视着台上父亲已没有生命的躯体, 那没有哭出和喊出的东西在她的血液中弥漫, 溶解, 将半胎一生。 人均散去后, 她站在那里, 身体和四肢仍保持着老孝公抓着她时的姿态, 一动不动像石化了一般。 过了好久, 她才将悬空的手臂放下来, 缓缓起身走上台, 坐在父亲的遗体边, 握起她的一只已凉下来的手, 两眼湿神地看着远方。 当遗体要被抬走时, 叶文杰从衣袋中拿出一样东西, 放到父亲的那只手中, 那是父亲的烟头。 文杰默默地离开了已经空无一人, 一片狼藉的操场, 走上回家的路。 当她走到教宫宿舍楼下时, 听到了从二楼自家窗口传出的一阵阵吃笑声, 这声音是那个她曾叫做妈妈的女人发出的。 文杰默默地转身走去, 任双脚将她带向别处。 第八章寂静的春天两年以后, 大兴安岭。 顺山倒链, 随着这声嘹亮的耗子, 一颗如巴特农神庙的巨著般高大的落叶松, 轰然倒下, 叶文杰赶到大地抖动了一下。 他拿起斧头和短具, 开始去除巨大树身上的枝丫。 每到这时, 他总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巨人整理遗体。 他甚至常常有这样的想象, 这巨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两年前那个凄惨的夜晚, 他在太平间为父亲整理遗容时的感觉, 就在这时重现。 巨松上那绽开的树皮, 似乎就是父亲躯体上累累的伤痕。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个师, 41个团十多万人就分布在这辽阔的森林和草原之间。 刚从城市来到这陌生的世界时, 很多兵团知青都怀着一个浪漫的期望。 当苏修帝国主义的坦克集群越过中盟边境时, 他们将飞快地武装起来, 用自己的血肉构成共和国的第一道屏障。 事实上, 这也确实是兵团组建时的战略考虑之一。 但他们渴望的战争, 就像草原天边那跑死马的远山, 清晰可见, 但到不了眼前, 于是他们只有啃荒、放牧和砍伐。 这些曾在大串年中燃烧青春的年轻人, 很快发现, 与这广阔天地相比, 内地最大的城市不过是个羊圈, 在这寒冷无际的草原和森林间。 燃烧是无意义的, 一腔热血喷出来, 比一堆牛粪凉得更快, 还不如后者有使用价值。 但燃烧是他们的命运, 他们是燃烧的一代。 于是, 在他们的邮具和电具下, 大片的林海化为荒山突嶺, 在他们的拖拉机和康拜音联合收割机下, 大片的草原被离成良田, 然后变成沙漠。 叶文杰看到的砍伐, 只能用疯狂来形容高大挺拔的星安岭落叶松, 四季长青的张子松, 亭亭玉立的白画, 送入云天的山羊, 西伯利亚冷山。 以及黑画, 作树, 山羽, 水蛆柳, 钻天柳, 蒙古利, 箭什么伐什么, 几百把邮具如同一群钢铁蝗虫, 它的连队锁过之处只剩下一片树桩。 整理好的落叶松就要被履带拖拉机拖走了, 在树干另一头, 叶文杰轻轻抚摸了一下那崭新的巨断面, 他常常下意识地这么做, 总觉得那是一处巨大的伤口, 似乎能感到大树的剧痛。 他突然看到, 在不远处树桩的巨断面上, 也有一只在轻轻抚摸的手, 那手传达出的心灵的颤抖, 与他产生了共振。 那手虽然很白皙, 但能够看出是属于男性的。 叶文杰抬头, 看到抚摸树桩的人是白木林, 一个戴眼镜的瘦弱青年, 他是兵团大声产暴的记者, 前天刚到连队来采访。 叶文杰看过他写的文章, 文笔很好, 其中有一种与这个粗放环境 很不协调的纤细和敏感, 令他很难忘。 马刚, 你过来。 白木林队不远处一个小伙子喊道, 那人撞得像这棵刚被他法倒的落叶松。 他走过来, 白记者问道, 你知道这棵树多大年纪了? 数数呗。 马刚直指树桩上的年轮说, 我数了三百三十多岁呢, 你拒导他用了多长时间? 不到十分钟吧, 告诉你, 我是连里最快的邮剧手, 我到哪个班, 流动红旗就跟我到那。 马刚看上去很兴奋, 让白记者注意到的人都这样, 能在大声产报的通讯报道上露一下脸, 也是很光荣的事。 三百多年, 十几代人啊, 他发芽时还是明朝呢, 这漫长的岁月里, 他经历过多少风雨, 见过多少事。 可你几分钟就把他拒倒了, 你真没感觉到什么? 你想让我感觉到什么呢? 马刚愣了一下, 不就一棵树吗?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树, 比他岁数长得老松多的是。 忙你的去吧。 白木林摇摇头, 坐在树桩子上轻轻叹息了一声。 马刚也摇摇头, 记者没有报道他的兴趣, 令他很失望。 知识分子毛病就是多。 他说的时候还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叶文杰, 他的话显然也包括了他。 大树被拖走了, 地面上的石块和树桩划开了树皮, 使他巨大的身躯皮开肉绽。 他原来所在的位置上, 厚厚的落叶构成的腐植层被压出了一条长沟, 沟里很快渗出了水, 陈年落叶使水呈暗红色, 像血。 小叶, 过来歇歇吧。 白木林直指大树装空着的另一边对叶文杰说, 文杰确实累了, 放下工具, 走过来和记者背靠背地坐着。 沉默了好一会儿, 白木林突然说, 我看得出来你的感觉, 在这里也就我们俩有这种感觉。 文杰仍然沉默着, 白木林预料他不会回答。 叶文杰平时沉默寡言, 很少与人交流, 有些刚来的人甚至误认为他是哑巴。 白木林自顾自地说下去, 一年前打前站时, 我就到过这个邻区, 记得刚到时时赏武, 接待我们的人说要吃鱼, 我在那间小树皮屋里四下看看, 就烧着一锅水。 哪有鱼啊? 水开后, 见做饭的人拎着擀面杖出去, 到屋前的那条小河中, 乒乓几棒子, 就打上几条大鱼来多富饶的地方。 可现在看看那条河, 一条什么都没有的浑水沟。 我真不知道, 现在整个兵团的开发方针, 是搞生产还是搞破坏? 你这种想法是从哪来呢? 燕文杰轻声问, 并没有透露出, 他对这想法是赞同还是反对, 但他能说话, 已经让白木林很感激了。 我刚看了一本书, 感触很深, 你能读英文吧? 看到文杰点点头, 白木林从包中掏出一本蓝色封面的书。 在递给文杰时, 他有意无意地四下看了看, 这本书是六二年初的, 在西方影响很大。 文杰转身接过书, 看到书名是Silent Spring, 寂静的春天, 作者是Rachel Carson。 哪来的? 他轻声问, 这本书引起了上级的重视, 要搞内餐, 我负责翻译与森林有关的那部分。 文杰翻开书, 很快被吸引住了, 在短短的序章中, 作者描述了一个, 在杀虫记的毒害下, 正在死去的寂静的村庄, 平时的语言背后, 显现着一颗忧虑的心。 我想给中央写信, 反映建设兵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 白木林说, 叶文杰从书上抬起头来, 好半天才明白, 他意思, 没说什么, 又低头看书。 你要想看就先拿着, 不过最好别让其他人看见, 这东西, 你知道白木林说着, 又四下看了看, 起身离去。 三十八年后, 在叶文杰的最后时刻, 他回忆起寂静的春天, 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在这之前, 人类恶的一面, 已经在他年轻的心灵上, 刻下不可愈合的巨疮, 但这本书, 使他对人类之恶, 第一次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这本来应该是一本很普通的书, 主题并不广阔, 只是描述杀虫剂的滥用,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但作者的视角, 对叶文杰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雷切尔·卡逊所描写的人类行为, 使用杀虫剂。 在文杰看来, 只是一项正当和正常的, 至少是中性的行为。 而本书让他看到, 从整个大自然的视角看, 这个行为与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区别的, 对我们的世界产生的损害同样严重。 那么, 还有多少在自己看来是正常甚至正义的人类行为是邪恶的呢? 再想下去, 一个推论令他不寒而栗。 陷入恐惧的深渊, 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 就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 他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 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 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 而他实质上, 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 真正的道德, 自觉是不可能的, 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 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 这个想法最终决定了叶文杰的一生。 四天后, 叶文杰去还书。 白木林住在连队唯一的一间招待房里, 文杰推开门, 见他疲惫地躺在床上, 一身泥水和木屑, 见到文杰, 他赶紧起身。 今天干活了? 文杰问, 夏连队这么长时间了, 不能总是甩手到处转, 劳动得参加三结合吗? 哦, 我们在雷达峰干, 那里林木真密, 地下的斧叶栖栖身, 我真怕中了瘴气。 白木林说, 雷达峰, 文杰听到这个名字很吃惊。 是啊, 团理下的紧急任务, 要围着他发出一圈警戒带。 雷达峰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那座陡峭的棋峰本没有名字, 只是因为它的峰顶有一面巨大的抛物面天线才得此名。 其实,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不是雷达天线, 虽然它的方向每天都会变化, 但从未连续转动过。 那天线在风中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很远都能听到。 连队的人只知道那是一个军事基地, 听当地人说, 三年前建设那个基地时, 曾动用巨大的人力向峰顶架设了一条高压线, 开辟了一条通向峰顶的公路, 有大量的物资沿公路运上去。 但基地建成后, 竟把这条公路拆毁了, 只留下一条勉强能通行的临间小路, 常有直升机在峰顶起降。 那座天线并不总是出现, 风太大时它会被放荡, 而当它立起来时, 就会发生许多诡异的事情, 临间的动物变得焦躁不安, 铃鸟被大群的惊奇, 人也会出现头晕恶心等许多。 不明症状, 在雷达峰附近的人, 还特别容易掉头发, 据当地人说, 这也是天线出现后才有的事。 雷达峰有许多神秘的传说, 一次下大雪, 那个天线立起来, 这方圆极里的雪, 立刻就变成了雨。 严寒中, 雨水在树上动成冰。 每棵树都挂起了大冰挂子, 森林成了水晶宫, 期间不断地想着, 树枝被压断的咔嚓声和冰挂子坠地的轰轰声。 有时, 在天线立起时, 晴空会出现雷电, 夜间天空中能看到奇异的光运雷达峰, 警戒森严, 建设兵团的连队驻扎后。 连长第一件事, 就是让所有人注意不要擅自靠近雷达峰, 否则基地的岗哨可以不经警告就开枪。 上星期, 连队里两个打猎的兵团战士追一只袍子, 不知不觉追到了雷达峰下。 立刻招来了来自半山腰上港亭的急促射击, 幸亏林子密, 两人眉伤着跑了回来, 其中一个吓得尿了一裤子。 第二天连里开会, 每人挨了一个警告处分。 可能正是因为这是基地才决定在周围的森林中开发一圈警戒带, 而兵团的人力可以随他们调用, 也可见其行政级别很高。 白木林接过书, 小心地放到枕头下面, 同时从那里拿出了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 递给文杰, 这是那封信的草稿, 你看看行吗? 信, 我跟你说过的, 要给中央写信。 纸上的字迹很潦草, 叶文杰很吃力地看完了。 这封信利润严谨, 内容丰富, 从太行山因植被破坏, 由历史上的附数之山变成今天贫瘠的秃岭。 到现代, 黄河泥沙含量的急剧增加, 得出了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大肯荒将带来严重后果的结论。 文杰这才注意到, 他的文笔真的与寂静的春天很相似, 平时精确而蕴含诗意, 令李克出身的他感到很舒适。 写得很好, 他由衷地赞叹道, 白木林点点头, 那我记出去了。 说着, 拿出了一本新稿纸要腾抄, 但手抖得厉害, 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第一次使邮剧的人都是这样, 手抖得可能连饭碗都端不住, 更别说写字了。 我替你抄吧。 叶文杰说, 结果白木林递来的笔抄了起来, 你字写得真好。 白木林看着稿纸上抄出的第一行字说, 他给文杰倒了一杯水, 手仍然抖得厉害, 谁撒出来不少, 文杰忙把信纸一开泄。 你是学物理的? 白木林问, 天体物理现在没什么用处了。 文杰回答, 没有抬头, 那就是研究恒星吧, 怎么会没用处呢? 现在大学都已复课, 但研究生不再着了, 你这样的高级人才窝到这种地方。 爱出文杰没有回答, 只是埋头抄写, 他不想告诉白木林, 自己能进入建设兵团已经很幸运了。 对于现实, 他什么都不想说,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屋里安静下来, 只有钢笔尖在纸上滑动的沙沙声。 文杰能闻到身边记者身上松木巨末的味道, 自父亲惨死后, 他第一次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第一次全身心松弛下来, 暂时放松了对周围世界的戒心。 一个多小时后, 信抄完了, 又按白木林说的地址和收信人写好了信封, 文杰起身告辞, 走到门口时, 他回头说, 把你的外衣拿来, 我帮你洗洗吧。 说完后, 他对自己的这一举动很吃惊。 不, 那哪行? 白木林连连白手说, 你们建设兵团的女战士, 白天干的都是男同志的活儿, 快回去休息吧, 明天六点就要上山呢。 哦, 文杰, 我后天就要回世部了, 我会把你的情况向上级反映一下, 也许能帮上忙呢。 谢谢, 不过我觉得这里很好, 挺安静的。 文杰看着月光下大兴安岭朦胧的林海说, 你是不是在逃避什么? 我走了。 叶文杰轻声说, 转身离去。 白木林看着他那纤细的身影在月光下消失, 然后, 他抬头摇望文杰刚才看过的林海, 看到远方的雷达风上, 巨大的天线又缓缓立起, 闪着金属的冷光。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 叶文杰被从伐木场紧急召回连部。 一走进办公室, 他就发现气氛不对, 连长和指导员都在, 还有一个表情冷峻的陌生人, 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旁边两件东西显然是从公文包中拿出来的, 那是一个信封和一本书, 信封是拆开的, 书就是那本他看过的寂静的春天。 这个年代的人对自己的政治处境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而这种敏感在叶文杰身上更强烈一些, 他顿时感到周围的世界像一个口袋般收紧, 一切都向他挤压过来。 叶文杰, 这是施政制部来调查的张主任, 指导员直指陌生人说, 希望你配合, 要讲实话。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张主任问, 同时从信封中抽出信来。 叶文杰伸手去拿, 但张主任没给他, 仍把信拿在自己手中, 一页一页翻给他看, 终于翻到了他想看的最后一页, 落款上没有姓名, 只写着革命群众四个字。 不, 不是我写的。 文杰惊恐地摇摇头, 可这是你的笔记。 是, 可我是帮别人抄的。 帮谁? 平时在连队遇到什么事, 叶文杰很少为自己身边所有的亏都默默地吃了, 所有的委屈都默默地承受, 更不用说牵连别人了。 但这次不同, 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是帮那位上星七道连队来采访的大声产报记者抄的, 他叫叶文杰。 张主任的眼睛像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 我警告你, 无限别人会使你的问题更加严重。 我们已经从白木林同志那里调查清楚了, 他只是受你支托, 把信带到呼和浩特发出去, 并不知道信的内容。 他是这么说的, 文杰眼前一黑, 张主任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拿起了那本书, 你写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他的启发。 他把书对着连长和指导员展示了一下, 这本书叫寂静的春天, 1962年在美国出版, 在资本主义世界影响很大。 他接着从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书, 封面是白皮黑字, 这是这本书的中一本, 是有关部门以内参形式下发的公批判用。 现在, 上级对这本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定性, 这是一部反动的大毒草。 该书从维新史冠出发, 宣扬漠视论, 借环境问题之名, 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腐朽没落寻找托词, 其实质是十分反动的。 可这本书也不是我的。 文杰无力地说, 白木林同志是上级指定的本书译者之一, 他携带这本书是完全合法的, 当然, 他也负有保管责任, 不该让你趁他在劳动中不被识, 偷拿去看。 现在, 你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思想武器。 叶文杰沉默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掉到陷阱的底部, 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 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记载相反, 白木林当初并非有意陷害叶文杰, 他写给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责任心。 那时怀着各种目的, 直接给中央写信的人很多, 大多数信件石沉大海, 也有少数人因此。 一夜之间飞黄腾达或面临灭顶之灾。 当时的政治神经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作为记者, 白木林自以为了解这神经系统的走向和敏感之处, 但他过分自信了, 他这封信触动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区。 得知消息后, 恐惧压倒了一切, 他决定牺牲叶文杰, 保护自己。 半个世纪后, 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 1969年的这一事件是以后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白木林无意之中, 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关键历史人物, 但他自己没有机会知道这点, 历史学家们失望地记载了他平淡的余生。 白木林在大声禅暴, 一直工作到1975年, 那时内蒙古建设兵团撤销, 他调到一个东北城市的科学工作, 至上是近80年代初。 然后出国到加拿大, 在沃泰华一所华语学校任教师, 至1991年患肺癌去世。 余生中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叶文杰的事, 是否感到过自责和忏悔也不得而知。 小叶啊, 连里对你可是人至意尽了。 连长喷出一口腊裂的墨盒烟, 看着地面说, 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 可我们没把你当外人。 针对你脱离群众, 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倾向, 我和指导员都多次找你谈过, 想帮助你。 谁想到, 你竟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我早就看出来, 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是根深蒂固的。 指导员接着说, 下午, 派两个人, 把他和这些罪证一起送到师部去。 张主任面无表情地说, 同事的三名女犯相继被提走, 监视里只剩叶文杰一个人了。 墙角的那一小堆没用完了, 也没人来家, 炉子很快灭了, 监视里冷了下来, 叶文杰不得不将被子裹在身上。 天黑前来了两个人, 其中一名是年长些的女干部, 随行的那人介绍说, 她是中级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 程丽华, 女干部自我介绍说, 她四十多岁, 身穿军大衣, 戴着一副宽边眼镜, 脸上线条柔和, 看得出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说话时面带微笑, 让人感到平易近人。 叶文杰清楚, 这样级别的人来到监视, 见一个待审的犯人, 很不寻常。 她谨慎地对程丽华点点头, 起身在狭窄的床铺上, 给她让出坐的地方。 这么冷, 炉子呢? 程丽华不满地看了 站在门口的看守所所长一眼, 又转向文杰, 嗯, 年轻, 你比我想的还年轻。 说完坐在床上, 离文杰很近, 低头翻起公文包来, 嘴里还像老大妈似的嘟囔着, 小叶你糊涂啊, 年轻人都这样, 书越读得多越糊涂了。 你呀你呀, 她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把那小打文件抱在胸前, 抬头看着叶文杰, 目光中充满了慈爱。 不过, 年轻人嘛, 谁没犯过错误? 我就犯过, 那时我在四野的文工团, 苏联歌曲唱得好, 一次政治学习会上, 我说我们应该病辱苏联, 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 这样, 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的幼稚啊, 可谁没幼稚过呢? 还是那句话, 不要有思想负担, 有错就认识就改, 然后继续革命嘛。 成立华的一席话, 拉近了叶文杰与他的距离, 但叶文杰在灾难中学会了谨慎, 他不敢贸然接受这份奢侈的善意。 成立华把那叠文件放到叶文杰面前, 在叶文杰的床面上递给他一支笔, 来, 先签了字, 咱们再好好谈谈, 解开你的思想疙瘩。 他的语气仿佛在哄一个小孩吃奶。 叶文杰默默地看着那份文件, 一动不动, 没有去揭笔。 成立华宽容地笑笑, 你是可以相信我的, 我以人格保证, 这文件内容与你的案子无关, 签字吧。 站在一边的那名随行者说, 叶文杰, 成代表是想帮你的, 他这几天为你的事可没少操心。 成立华挥手制止他说下去, 能理解的, 这孩子, 爱, 给吓坏了。 现在一些人的政策水平实在太低, 建设兵团的, 还有你们法院的, 方法简单, 作风粗暴, 像什么样子? 好吧, 小叶, 来, 看看文件, 仔细看看吧。 叶文杰拿起文件, 在监视昏黄的灯光下翻看着, 成代表没骗他, 这份材料, 确实与他的案子无关, 是关于他那已死去的父亲的。 其中记载了父亲与一些人交往情况和谈话内容, 文件的提供者是叶文杰的妹妹叶文雪。 作为一名最激进的红卫兵, 叶文雪积极主动地揭发父亲, 写过大量的检举材料, 其中的一些直接导致了父亲的惨死。 但这一份材料文杰一眼就看出, 不是妹妹写的, 文雪揭发父亲的材料文笔激烈, 读那一行行字, 就像听着一挂挂乍响的鞭炮, 但这份材料写得很冷静, 很老道。 内容详实精确, 谁谁谁哪年哪月哪日在哪里见了谁谁谁又谈了什么, 外行人看去像一本平淡的流水仗, 但其中暗藏的杀鸡, 绝非叶文雪那套小孩子把戏所能相比的。 材料的内容他看不太懂, 但隐约感觉到与一个重大国防工程有关。 作为物理学家的女儿, 叶文杰猜出了那就是从1964年开始震惊世界的中国两弹工程。 在这个年代, 要搞到一个位置很高的人, 就要在其分管的各个领域得到他的黑材料。 但两弹工程对阴谋家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领域。 这个工程处于中央的重点保护之下, 得以避开文革的风雨, 他们很难插手进去。 由于出身问题没通过正审, 父亲并没有直接参加两弹研制, 只是做了一些外围的理论工作, 但要利用它, 比利用两弹工程的那些核心人物更容易些。 叶文杰不知道材料上那些内容是真是假, 但可以肯定, 上面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具有致命的政治杀伤力。 除了最终的打击目标外, 还会有无数人的命运要因这份材料坠入悲惨的深渊。 材料的末尾是妹妹那大大的签名, 而叶文杰是要作为附加证人签名的, 他注意到, 那个位置已经有三个人签了名。 我不知道父亲和这些人说的这些话。 叶文杰把材料放回原位, 提声说, 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其中许多的谈话都是在你家里进行的, 你妹妹都知道, 你就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的, 你要相信组织。 我没说不是真的, 可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不能签。 叶文杰, 那名随行人员上前一步说, 但又被成代表制止了。 他朝文杰做得更近些, 拉起他一只冰凉的手, 说, 小叶啊, 我跟你交个底吧。 你这个案子, 弹性很大的, 往低的说, 知识青年受反动书籍蒙蔽, 没什么大事, 都不用走司法程序。 参加一次学习班, 好好写几份检查, 你就可以回兵团了。 网高说嘛, 小叶啊, 你心里也清楚, 判陷行反革命是完全可以的。 对于你这种政治案件, 现在公检法系统都是宁左勿右, 左是方法问题, 又是路线问题, 最终大方向还是要军管会定。 当然, 这话只能咱们私下说说, 随行人员说, 程代表是真的为你好, 你自己看到了, 已经有三个证人签字了, 你签不签又有多大意义。 叶文杰, 你别一时糊涂啊。 是啊, 小叶, 看着你这个有知识的孩子, 就这么毁了, 心疼啊。 我真的想救你, 你千万要配合。 看看我, 我难道会害你吗? 叶文杰没有看军代表, 他看到了父亲的血。 程代表, 我不知道上面写的事, 我不会签的。 程丽华沉默了, 他盯着文杰看了好一会儿, 冰冷的空气仿佛凝固, 固了一般。 然后他慢慢地将文件放回公文包, 站起身, 他脸上慈祥的表情仍然没有退去, 只是凝固了, 仿佛戴着一张石膏面具。 他就这样慈祥地走到墙角, 那里放着一桶灌洗用的水, 他提起桶, 把里面的水一半泼到叶文杰的身上, 一半倒在被褥上, 动作中有一种有条不稳的沉稳。 然后扔下桶, 转身走出门, 扔下了一句怒骂, 顽固的小杂种。 看守所所长最后一个走, 他冷冷地看了浑身湿透的文杰一眼, 光一声关上门并锁伤了。 在这内蒙古的严冬, 寒冷通过湿透的衣服, 向一个巨长将叶文杰攥在其中, 他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咯咯声, 后来这声音也消失了。 深入骨髓的寒冷, 使他眼中的现实世界变成一片乳白色, 他感到整个宇宙就是一块大冰, 自己是这块冰中唯一的生命体。 他这个将被冻死的小女孩, 手中连火柴都没有, 只有幻觉了他置身于其中的冰块, 渐渐变得透明了, 眼前出现了一座大楼。 楼上有一个女孩在挥动着一面大棋, 她的鲜小与那面棋的扩大形成鲜明对比, 那是文杰的妹妹叶文雪。 自从与自己的反动学术权威家庭决裂后, 叶文杰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直到不久前才知道妹妹已于两年前惨死于武斗。 恍惚中, 挥齐的人变成了白木林, 她的眼镜反射着楼下的火光, 接着那人又变成了成代表, 变成了母亲少林, 甚至变成父亲。 齐手在不断变换, 齐智在不间断地被挥舞着, 像一只永恒的钟摆, 倒数着她那所剩无几的生命。 渐渐地齐智模糊了, 一切都模糊了, 那块充满宇宙的冰块又将它封在中心, 这次冰块是黑色的。 第九章红暗之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叶文杰听到了沉重的轰鸣声。 这声音来自所有的方向, 在她那模糊的意识中, 似乎有某种巨大的机械, 在钻开或锯开她置身于其中的大冰块。 世界仍是一片黑暗, 但轰鸣声却变得越来越真实, 她终于能够确定, 这声音的来源既不是天堂, 也不是地狱。 她意识到自己仍闭着眼睛, 便努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 首先看到了一盏灯, 灯身嵌在天花板内部。 被罩在一层, 似乎是用于防撞机的铁丝网后面, 发出昏暗的光, 天花板似乎是金属的。 她听到有个男生在轻轻叫自己的名字, 你在发高哨? 那人说, 这是哪儿? 叶文杰无力地问, 感觉声音不是自己发出的。 在飞机上, 叶文杰感到一阵虚弱, 又昏睡过去, 朦胧中轰鸣声一直伴随着她。 时间不长, 她再次清醒过来, 这时麻木消失, 痛苦的感觉出现了, 头和四肢的关节都很痛, 嘴里呼出的气是发烫的, 喉咙也痛, 咽下一口唾沫, 感觉像咽下一块火炭。 叶文杰转过头, 看到旁边有两个穿着和成代表一样军大衣的人, 不同的是, 他们戴着有红五星的军棉帽, 敞开的大衣露出了里面军服上的红领章, 其中一名军人戴着眼镜。 叶文杰发现自己也盖着一件军大衣, 身上的衣服是干的, 很暖和。 他吃力地想之起身, 居然成功了。 他看到了另一边的闲窗, 窗外是缓缓移去的滚滚云海, 被阳光照得很刺眼, 他赶紧收回目光, 看到狭窄的机舱中堆满了军绿色的铁箱子, 从另一个闲窗中刻一看, 看到上方悬翼的影子, 他猜自己可能是在一架直升机上, 还是躺下吧。 戴眼镜的军人说, 扶他重新躺下, 把大衣盖好。 叶文杰, 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吗? 另一名军人, 把一本翻开的英文杂志伸到他眼前。 他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是, 太阳辐射层内可能存在的能量界面和其反射特性, 他把杂志的封面让他看, 那是1966年的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 肯定是的, 这还用证实吗? 戴眼镜的军人拿走了杂志, 然后介绍说, 这位是红岸基地的雷志成政委。 我是杨卫宁, 基地的总工程师。 离降落还有一会儿, 你休息吧。 你是杨卫宁。 叶文杰没有说出口, 只是吃惊地看着他, 发现他的表情很平静, 显然不想让旁人知道他们认识。 杨卫宁曾是叶哲泰的一名研究生, 他毕业时, 叶文杰刚上大一。 叶文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杨卫宁第一次到家里来的情形, 那是他刚考上研究生与导师谈课题方向。 杨卫宁说他想搞倾向于实验和应用的课题, 尽可能离基础理论远些。 叶文杰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说, 我不反对, 但我们毕竟是理论物理专业, 你这样要求的理由呢? 杨卫宁回答, 我想投身于时代, 做一些实际的贡献。 父亲说, 理论是应用的基础, 发现自然规律, 难道不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 杨卫宁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出了真话, 搞理论研究, 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 这话让父亲沉默了。 杨卫宁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数学功底扎实, 思维敏捷, 但在不常的研究生生涯中, 他与导师的关系若即若离, 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 那时, 叶文杰与杨卫宁经常见面, 也许是受父亲影响, 叶文杰没有过多地注意他, 至于他是否注意过自己, 叶文杰就不知道了。 后来杨卫宁顺利毕业, 不久就与导师中断了联系。 叶文杰再次虚弱地闭上眼睛后, 两名军人离开了他, 到一排箱子后面低声交谈。 机舱很狭窄, 叶文杰在隐情的轰鸣声中, 还是听到了他们的话, 我还是觉得这事不太稳妥。 这是雷志诚的声音。 杨卫宁反问, 那你能从正常渠道给我需要的人吗? 哎, 我也费了很大劲。 这种专业从军内找不到, 从地方上找, 问题就更多了。 你知道这项目的保密级别, 首先得参军, 更大的问题还是保密条例要求的 在基地的隔离工作周期。 那么长时间, 家属随军怎么办? 也得到基地里, 这谁都不愿意。 找到的两个合适的候选人, 宁肯待在五期干校也不来。 当然可以硬调, 但这种工作的性质, 要是不安心, 什么都干不出来的。 所以只能这么办。 可这也太违反常规了。 这个项目本来就违反常规, 出了事儿, 我负责就是了。 我的杨总啊, 这则你负得了吗? 你一头钻在技术里, 红岸可是与其他国防重点项目不同, 它的复杂是复杂在技术之外的。 你这倒是实话。 降落时已是傍晚, 叶文杰谢绝了杨卫宁和雷志成的搀扶, 自己艰难地走下飞机, 一阵。 强风差点把他吹倒, 风吹在仍转动的悬翼上, 发出尖利的笑声。 风中的森林气息文杰很熟悉, 他认识这风, 这风也认识他, 这是大兴安岭的风。 他很快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一个低沉浑厚的嗡嗡声, 浑厚而有力, 似乎构成了整个世界的背景。 这是不远处, 抛雾面天线在风中的声音, 只有到了跟前, 才能真正感受到这张天网的巨大。 叶文杰的人生, 在这一个月里, 转了一个大圈又回来了, 他现在是在雷达风上。 叶文杰不由地转头, 朝他的建设兵团联队所在的方向望去, 只看到暮色中一片迷蒙的林海。 直升机显然不是专为接他的, 几名士兵走过来, 从机舱里卸下那些军绿色的货箱, 他们从他身边走过, 没人看他一眼。 他和雷志诚, 杨卫宁一行三人继续向前走去, 叶文杰发现雷达风的风顶是这样的宽阔, 在天线的下面有一小群白色建筑物, 与天线相比, 他们像几块精致的积木。 他们正朝有两名哨兵站岗的基地大门走去, 走到门前, 他们停了下来。 雷志诚转向叶文杰, 郑重地说, 叶文杰, 你的反革命罪行证据确凿, 将要面临的审判也是罪有应得。 现在, 你面前有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你可以接受, 也可以拒绝。 他向天线方向指了指, 这是一个国防科研基地, 其中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需要你掌握的专业知识。 更具体的, 请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 你要慎重考虑。 说完, 他对杨卫宁点了点头, 尾随搬运物资的士兵一起走进了基地。 杨卫宁等别人走远了, 向叶文杰示意了一下, 带他走远些, 显然是怕哨兵听到下面的谈话。 这时, 他不再隐藏自己与他的相识, 叶文杰, 我可向你说清楚, 这不是什么机会。 我向法院军管会了解过, 虽然成立华立主重判, 但具体到你的情节, 刑期最多也就是十年, 考虑到可能的减刑, 也就是六七年的样子。 而这里, 他向基地方向偏了一下头, 是最高密集的研究项目, 以你的身份走进这道门。 可能他停了好一会儿, 似乎想让天线在风中的轰鸣声, 加重自己的语气, 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我进去, 叶文杰轻声说, 杨卫宁对他这么快的回答, 很吃惊, 你不必这么匆忙做决定, 可以先回到飞机上去, 他三小时后才起飞, 你要是拒绝, 我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 我们进去吧。 叶文杰的声音仍很轻, 但其中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坚定。 现在除了死后, 不知是否存在的另一个世界, 他最想去的地方, 就是这样与世隔绝的风顶了。 在这里, 他有一种久违的安全感, 还是慎重些吧, 你想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在这里待一辈子。 杨卫宁低头沉默了, 他看着远方, 似乎强行给叶文杰一些思考权衡的时间, 叶文杰也沉默着, 在风中裹锦军大衣看着远方, 那里, 大兴安岭已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 在严寒下, 不可能有很多时间, 杨卫宁下决心, 起步走向大门, 走得很快, 像要把叶文杰甩掉似的, 但叶文杰紧跟着他, 走进了红岸基地的大门。 两名哨兵在他们通过后, 关上了两扇沉重的铁门。 走了一段后, 杨卫宁站住, 指着天线对文杰说, 这是一个大型武器研究项目, 如果成功, 其意义可能比原子弹和氢弹都大。 在路过基地内最大的一幢建筑时, 杨卫宁静直过去推开了门, 叶文杰在门口看到了发射主控式的字样, 迈进门, 一股带着机油味的热气迎面扑来, 他看到宽敞的大厅中, 密集地摆放着各类仪器设备, 信号灯和视波仪上的发光图形闪成一片, 十多名穿军装的操作人员, 坐在几乎将他们埋没的一排排仪器前, 仿佛是蹲守在深深的战壕中。 操作口令此起彼伏, 显得紧张而混乱。 这里暖和些, 你先等一会儿, 我去安排好你的住处就来。 杨卫宁对叶文杰说, 并指指门旁边一张桌子旁的椅子, 让他坐。 叶文杰看到, 那张桌前已经坐了一个人, 那是一位带手枪的卫兵。 我还是在外面等吧。 叶文杰停住脚步说, 杨卫宁和善地笑笑, 你以后就是基地的工作人员了, 除了少数地方, 你哪里都可以去。 说完, 他脸上有一种不安的表情, 显然意识到了这话另一层的意思, 你再也不能离开这里了。 我还是去外面吧。 叶文杰坚持说, 那好吧。 杨卫宁看看那位并没有注意他们的卫兵, 似乎理解了叶文杰, 带他走出主空室, 你到这个避风的地方。 我几分钟就回来, 主要是找人给那个房间升上火, 基地的条件现在还不太好, 没有暖气。 说完, 快不走去。 叶文杰站在主空室的门边, 巨大的天线就树立在他身后, 整整占据了半个夜空。 在这里, 他能够清楚地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 突然, 那纷乱的操作口令声消失了, 主空室里一片寂静, 只能隐约听到仪器设备偶尔发出的风鸣声, 接着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难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 红岸工程第147次常规发射, 授权确认完毕30秒倒数。 目标类别, 甲三, 坐标续号, B-20197F, 定位叫合完毕25秒倒数。 发射文档号, 22, 附加, 5, 续传, 5, 文档最后叫合完毕20秒倒数。 能源单元报告, 正常。 编码单元报告, 正常。 供放单元报告, 正常。 干扰监测报告, 在许可范围。 程序不可逆, 15秒倒数。 一切又安静下来, 十几秒钟后, 随着一个警铃声响起, 天线上的一盏红灯, 急剧闪烁起来。 发射启动, 各单元注意监测。 叶文档感到脸上有轻微的扫痒感, 他知道一个巨大的电场出现了。 他仰头顺着天线所指的方向望去, 看到夜空中的一缕薄云, 发出悠悠蓝光, 那光很微弱, 最初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但当那缕云飘离那片空域后, 云的微光就消失了, 另外一缕飘入的云也同样发出光来。 在主控室中, 口令声又响成一片, 他只能隐约听出其中的几句, 攻放单元故障, 三号磁控电子管烧毁, 荣誉单元投入正常, 断点一, 续传正常。 叶文档听到另外一种呼啦啦的声音, 朦胧中, 看到一片片黑影从山下的密林中出现, 盘旋着升上夜空, 他没想到沿东的森林中还有这么多的鸟被惊起。 接着, 他目睹了恐怖的一幕, 一个鸟群飞进了天线指向的范围, 以发出幽光的那缕云为背景, 他清楚地看到了群鸟纷纷从空中坠落。 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15分钟, 天线上的红灯熄灭了, 叶文桀皮肤上的扫痒感也消失。 了, 主控室中, 纷乱的口令声依旧, 即使在那个红亮的南音响起后, 也没有停止。 红岸工程第147次发射进行完毕, 发射系统关闭, 红岸进入监测状态, 请监测部接过系统控制权, 并上传断点数据。 请个单元组认真填写发射日志, 各组长到会议室参加发射例会, 完毕。 一切都沉寂下来, 只有天线在风中发出的混响依旧。 叶文杰看着夜空中的鸟群纷纷落回森林中。 他再次仰望天线, 感觉他像一只向苍穹张开的巨大手掌, 拥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 他向手掌对着的夜空看去, 并没有看到已被他打击的BN20197F号目标, 在西书的云旅后面只有1969年寒冷的星空。 第十章《宇宙闪烁之二沙瑞山》告诉汪淼, 叶文杰90年代初才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大学, 讲授天体物理学直到退休。 最近才知道, 他那二十多年是在红岸基地度过的。 汪淼被沙瑞山的讲述震撼了, 好半天才对他最后一句话有了反应, 难道那些传说大部分是真的? 红岸自一解系统的一名研制者移民到欧洲, 去年写了一本书, 你所说的传说大多来自于那本书, 据我了解是真的。 红岸工程的参与者, 大都还健在。 这可真是传奇啊! 尤其是发生在那个年代, 更是传奇中的传奇。 照相射电天线阵列的聚光灯已经熄灭, 天线在夜空下变成了简明的黑色二维图案, 仿佛是一排抽象的符号, 以同一个仰角奇奇地仰望着宇宙,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这景象令汪淼不寒而栗, 他想起了三体中的那些巨白。 回到实验室时, 正好是凌晨一点, 当他们将目光投向中端屏幕时, 波动刚刚出现, 直线变成了曲线。 出现了间隔不一的尖尖的波峰, 颜色也变红了, 如同一条冬眠后的蛇开始冲血如动了。 肯定是Cube卫星的故障。 沙瑞珊惊恐地盯着曲线说, 不是故障。 汪淼平静地说, 在这样的事情面前, 他已经初步学会了控制自己。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 沙瑞珊说着, 在另外两台终端上快速操作起来。 很快, 他调出了另外两颗卫星WMAP和PLANK的宇宙背景辐射实时数据, 并将其变化显示为曲线, 三条曲线在同步波动, 一模一样。 沙瑞珊又搬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手忙脚乱的启动系统, 插上宽带网线, 然后打电话, 然后等待着。 他没有对汪淼解释什么, 两眼死盯着屏幕上的浏览器, 汪淼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几分钟后, 浏览器上出现了一个坐标窗口, 一条红色曲线在窗口上出现, 与另外三条进行着精确同步的波动。 这样, 三颗卫星和一套地面观测设备 同时证实的一件事, 宇宙在闪烁, 能将前面的曲线打印出来吗? 汪淼问, 沙瑞珊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点点头, 移动鼠标启动了打印程序。 汪淼迫不及待地抓过激光打印机吐出的第一张纸, 用一支铅笔划过曲线, 将波峰间的距离与他刚拿出来的那张莫尔斯电马表对照起来。 这是1108小时21分钟37秒。 这是1108小时21分钟。 36秒, 短长长长长长, 短长长长长, 短短短短短短短, 长长长短短短, 长长短短长长, 短短长长长, 短短短短短长, 长长短短短长长, 短短短短短短短, 短短短短短短, 这是1108小时21分钟35秒。 倒计时在宇宙尺度上继续, 还剩一千一百零八小时,沙瑞山焦躁地来回踱步,不时在汪淼身后停下来看看他正在写出的那一串数字。 你真的不能把实情告诉我吗?他耐不住大声问,沙博士相信我,一时说不清他。 汪淼推开那一堆印着波动曲线的纸,盯着那行倒计时数字,也许三颗卫星和一个地面观测点都出现了故障。 你知道这不可能,如果有人故意破坏呢?也不可能,同时改变三颗卫星和一个地面观测站的数据,那这破坏也有些超自然了。 汪淼点点头,比起宇宙闪烁来,他宁愿接受这个超自然。 但沙瑞山立刻抽走了他怀中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要想最终证实这一切,其实很简单。 宇宙背景辐射这样幅度的波动,已经大到我们能用肉眼觉察的程度。 你胡说什么?现在是你在违反常识了。 背景辐射的波长是7厘米,比可见光大了七八个数量级,怎么能看到? 用3K眼镜。 3K眼镜,是我们为首都天文馆做的一个科普小玩意儿。 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将彭奇阿斯和威尔逊在40多年前用于发现3K背景辐射的20英尺的喇叭形天线做成眼镜大小。 并且在这个眼镜中设置一个转换系统,将接收到的背景辐射的波长压缩7个数量级,将7厘米波转换成红光。 这样,观众在夜里戴上这种眼镜,就能亲眼看到宇宙的3K背景辐射,现在也能看到宇宙闪烁。 这东西现在哪儿?在天文馆,有20副呢?我必须在5点以前拿到它。 沙瑞珊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对方很长时间才借起电话,沙瑞珊费了不少口舌,才说服那个被半夜叫醒的人一小时后在天文馆等汪妙。 临别时,沙瑞珊说,我就不同您去了,刚才看到的已经足够, 我不需要这样的证明。我还是希望您能在适当的时候把事情告诉我,如果这种现象引出什么研究成果的话,我不会忘记您的。 闪烁在凌晨5点就会停止,以后别去深究它吧,相信我不会有什么成果的。 汪妙扶着车门说,沙瑞珊对着汪妙注视良久,点点头。 明白了,现在科学界出了一些事事的。 汪妙说着,钻进车里,他不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 轮到我们了吗? 至少轮到我了。 汪妙说着,发动了车子。 汪妙一小时后到达室内,他在新天文馆前下了车。 城市午夜的灯光,透过这栋巨大玻璃建筑的透明木墙,将内部的结构隐隐约约显现出来。 汪妙现在体会到,如果新天文馆的建筑师想表达对宇宙的感觉,那他成功了,越透。 透明的东西越神秘,宇宙本身就是透明的,只要目力能及,你想看多远就看多远,但越看越神秘。 那名睡眼惺忪的天文馆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汪妙了,他把一个手提箱递给汪妙。 这里面有五副三K眼镜,都是充好电的,左边的按钮是开关,右边是光度调节。 上面还有十几副,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吧,我先去睡会儿,就在靠门口那个房间。 这个沙博士真是个神经病。 说完,转身走进昏暗的馆内。 汪妙将箱子放到车座上打开,拿出一副三K眼镜, 这东西很像他刚用过的V装具中的头盔显示器。 他拿起一副走到车外带上,透过镜片看到的城市夜景没有变化,只是暗了些, 这时他才想起要将开关打开。 立刻,城市化作一团团朦胧的光运,大部分亮度固定,还有一些闪烁或移动着。 他知道,这都是被转化为可见光的厘米微波, 美团光运的中心就是一个发射源,由于波长的原因,不可能看清形状。 他抬起头,看到了一个发着暗红色微光的天空, 就这样,他看到了宇宙背景辐射,这红光来自于一百多亿年前,是大爆炸的延续,是创世纪的余温。 看不到星星,本来,由于可见光波段已被推至不可见,星星应该是一个个黑点, 但厘米波的颜色淹没了一切形状和细节。 当汪淼的眼睛适应了这一切后,他看到了天空的红光背景在微微闪动, 整个太空成一个整体在同步闪烁,仿佛整个宇宙只是一盏风中的孤灯。 站在这闪烁的苍穹下,汪淼突然感到宇宙是这么小, 小得仅将他一人禁锢于其中。 宇宙是一个狭小的心脏或子宫, 这弥漫的红光是充满于其中的半透明的血液, 它悬浮于血液中,红光的闪烁周期是不规则的。 像是这心脏或子宫不规则的脉动, 他从中感受到了一个以人类的智慧永远无法理解的怪异, 变态的巨大存在。 汪淼摘下3K眼镜,虚弱地靠着车轮坐在地上。 在他的眼中,午夜的城市重新恢复了可见光波段所描绘的现实图景, 但他的目光犹疑。 在捕捉另外一些东西,对面动物园大门旁的一排霓虹灯中有一根灯管坏了, 不规则地闪烁着,近处的一棵小树上的树叶在夜风中摇动, 反射着街灯的光,不规则地闪烁着。 远处北京展览馆俄市尖顶上的五角星也在反射着下面不同街道上车灯的光, 不规则地闪烁着汪淼按莫尔斯电马,努力破译着这些闪烁。 他甚至觉得,旁边几幅彩旗,在微风中飘出的皱褶, 路旁一挖积水表面的连衣,都向他传递着莫尔斯电马, 他努力地破译着,感受着幽灵倒计时的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天文馆的工作人员出来了, 问汪淼看完了没有。 当看到他时,他的样子使那人双眼中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了。 收拾好了3K眼镜的箱子,那人又盯着汪淼看了几秒钟, 提着箱子快步走了回去。 汪淼拿出手机,拨通了申玉飞的电话, 他很快就接了,也许他也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 汪淼无力地问。 不知道。 说了这简短的三个字后,电话挂断了。 是什么? 也许是自己的死亡,像阳东那样, 也许是一场像前几年印度洋海啸那样的大灾难。 谁也不会将其与自己的纳米研究项目相联系, 由此联想到, 以前的每一次大灾难,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是否都是一次次幽灵倒计时的尽头。 都有一个谁都想不到的, 像自己这样的人要负的最终责任, 也许是全世界的彻底毁灭, 在这个变态的宇宙中。 那倒对谁都是一种解脱, 有一点可以肯定, 不管幽灵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 在这剩下的千余个小时中, 对尽头的猜测将下。 恶魔那样残酷地折磨他, 最后在精神上彻底摧毁他。 汪淼钻进车子, 离开了天文馆, 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开着。 黎明前, 路上很空, 但他不敢开快, 仿佛车开得快, 倒计时走得也快。 当东方出现一线晨光时, 他将车停在路边, 下车走了起来, 同样漫无目的地。 他的意识中一片空白, 只有倒计时, 在那暗红的背景辐射上 显现着, 跳动着, 他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计时器, 一口不知道为谁而名的丧钟。 天亮了起来, 他走累了, 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 当他抬头看看自己下意识走到的目的地时, 不由打了个寒战。 他正坐在王府井天主教堂前。 在黎明惨白的天空下, 教堂的罗马式尖顶像三根黑色的巨纸, 似乎在为他指出明明太空中的什么东西。 汪苗起身要走, 一阵从教堂传出的圣乐留住了他。 今天不是礼拜日, 这可能是唱诗班位复活节进行的排练, 唱的是这个节日弥撒中常唱的圣灵光照。 在圣乐的庄严深远中, 汪苗再次感到宇宙变小了, 变成了一座空旷的教堂, 穷顶隐没于背景辐射闪烁的红光中, 而他则是这宏伟教堂地板砖缝中的一只小蚂蚁。 他感觉到自己那颗颤抖的心灵 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抚摸着, 一时间又回到了脆弱无助的孩童时代, 一时深处硬撑着的某种东西像蜡一样变软了, 崩溃了。 他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哈哈哈哈, 又放倒了一个。 汪苗的哭泣被身后的一阵笑声打断, 他扭头一看, 大使站在那里, 嘴里吐出一口白烟。 第十一章, 大使大使在汪苗身边坐了下来, 将一把车钥匙递给他, 东单口上就随便停车, 我晚一步就让交警拖走了。 大使啊, 要知道你一直跟在我后面, 我至少会有些安慰的。 汪苗心里说, 但自尊使他没将这话说出口。 他借过大使递来的一支烟, 点上后抽了戒烟几年后的第一口。 怎么样老弟扛不住了吧? 我说你不成吧, 你还硬冲六根脚趾头, 你不会明白的。 汪苗猛抽几口烟说, 你是太明白了那好, 去吃饭吧。 我不想吃, 那去喝酒, 我请你。 汪苗于是上了大使的车, 开到附近一家小饭店, 天还早, 店里没什么人。 二斤暴赌, 一瓶二锅头。 大使喊道, 头也不抬, 显然对这儿很熟了。 看到端上来的两大盘黑乎乎的东西, 汪苗空空地胃翻腾起来, 差点吐出来。 大使又给他要豆浆和油饼, 汪苗强迫自己吃了点, 然后和大使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轻飘飘地, 话也多了起来, 将这三天的事情全部向大使说了, 虽然他清楚, 大使可能都知道, 甚至知道的比他还多。 你是说, 宇宙在冲你眨巴牙。 大使像吃面条似的吞下半盘暴赌, 抬头问, 这比喻很到位。 扯淡, 你的无味来源于无知。 还是扯淡, 来, 干。 汪苗干了这杯后, 感觉世界围绕着自己旋转, 只有对面吃暴赌的大使很稳定。 他说, 大使啊, 你考虑过一些终极的哲学问题吗? 哦, 比如说, 人类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宇宙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之类的。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你总看到过星空吧? 难道没有产生过一点敬畏和好奇? 我夜里从不看天。 怎么可能呢? 你们不是常上夜班吗? 老弟, 我夜里蹲点时, 要是仰头看天, 那监视对象溜了怎么办? 我们真没得谈。 干, 其实啊, 我就是看天上的星星, 也不会去想你那些终极哲学, 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 要供房子, 孩子还要上大学。 更不要提那没完没了的案子, 我试个一眼能从嘴巴看到屁眼的直肠子, 自然讨不得领导欢心, 退伍后混了多少年, 还是这么个熊样, 要不是能干活。 早让人踹出去了, 这些还不够我想的, 我还有心思看星星想哲学, 那倒也是, 来, 干。 不过, 我倒还真发明了一条终极定理, 说说, 邪乎到家必有鬼, 你这是什么狗屁定理? 我说的有鬼, 是指没有鬼, 是有人在捣鬼。 如果你有些骑马的科学常识, 就无法想象是怎样的力量, 才能做成这两件事, 特别是后一件, 在整个宇宙尺度上, 不但用人类现有的科学无法解释, 甚至在科学之外, 我都无法想象。 这连抄自然都不是, 我都不知道是抄什么了, 还是那句话, 扯淡。 邪乎事我见多了, 那你给个建议, 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继续喝, 喝完了睡觉。 王淼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自己的车上, 躺在后座上陷入了无梦的沉睡, 感觉时间并不长, 但睁开眼睛后, 看到太阳已在城市的西边, 快要落下去了。 他走下车, 虽然早上喝的酒仍然让他浑身发软, 但感觉好多了。 他看到, 自己正在紫禁城的一角, 夕阳照在古老的皇宫上, 在护城河中泛起碎金, 在他眼中, 世界又恢复了古典河稳定。 汪淼就这样享受着久违的宁静, 直到天色暗下来, 那辆他熟悉的黑色桑塔纳 从街道上的车流中钻出来, 静止开过来杀主, 大使走了下来。 睡好了? 大使嗡声嗡气地问。 是, 下一步该怎么办? 谁? 你妈, 去吃晚饭, 再喝点, 喝完接着睡。 然后呢? 然后, 明天你总得去上班吧。 倒计时已减到一千零九十一小时了。 去他妈的倒计时, 你现在首先要保证站直地别趴下, 然后才能说别的。 大使, 你就不能告诉我一些真相吗? 就算我求你了。 大使盯着汪淼看了一会儿, 然后仰天一笑, 这话我也对常伟司说过几次, 咱俩是难兄难弟。 实话告诉你, 我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 级别低, 他们不告诉我, 有时真相在做噩梦。 可你知道的总比我多。 那好, 我现在就把多出来的都告诉你。 大使指了指护城河的河岩, 两人在那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天已经黑了下来, 身后是车灯的河流, 他们看着自己的影子在河面上长长短短的变换着。 干我们这行的, 其实就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串联起来, 串对了, 真相就出来了。 前一战发生过好多事, 针对科研机构和学术界的犯罪急剧增多,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你当然知道, 良香加速器工地的那起爆炸案, 还有那名获诺贝尔奖的学者被杀的案子, 罪犯的动机都很怪, 不为钱, 不是报复, 也没什么政治背景, 单纯的搞破坏。 还有其他一些犯罪之外的是, 比如科学边界和那些学者的自杀等等。 环保分子最近的活动也过分活跃, 一会儿在工地集会, 阻止水库和核电站的建设, 一会儿又搞什么回归自然的实验社会, 还有其他一些看上去是鸡毛蒜皮的事, 你最近看电影吗? 基本不看。 最近的几部大片, 全土的吊渣, 上面青山绿水的, 不知哪个年代的帅哥亮妹, 在里面男耕女之过得挺舒服, 用导演的话说, 是表现被科技强奸之前的美好生活。 比如那部《桃花园》明摆着拍出来没人看, 可就有人硬把几个亿砸进去。 还有一个科幻小说征文大赛, 最高奖五百万, 谁把未来写得最恶心, 谁就能得奖, 然后又砸进去几个亿, 把那几篇小说拍成电影, 奇奇怪怪的邪教也都冒出来。 每一个教主都财大气粗, 这些与你前面说的有什么关系? 得把他们串起来看, 当然我以前用不着操这份闲心, 但从众案组调到作战中心后, 这就是我分内的事了。 我能把他们串起来, 这就是我的天分, 连常伟司也不得不服。 得出的结论呢? 所有这一切都有且只有一个后台, 他想把科学研究彻底搞垮。 谁?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能感觉到他的计划, 很气派, 很全面的一个计划, 破坏科研设施。 杀害科学家, 或让你们自杀, 让你们发疯, 但主要还是让你们往歪处想, 这样你们就变得比一般人还蠢。 您最后, 这句真精辟。 同时, 还要在社会上把科学搞臭, 当然以前也一直有人干这个, 但这次绝对是有组织的。 最怕什么人吗? 更有能力觉察这种大规模犯罪。 战争当然是军队的事, 我和你一样, 开始以为他们是在说梦话, 可他们真没开玩笑, 现在部队确实处于临战状态。 我们这样的作战中心, 在全球有二十多个, 上面还有一级, 但谁都不知道是什么。 敌人是谁? 不知道。 北约军官进驻总参的作战室, 五角大楼里也有一大帮子解放军, 谁他妈知道谁是敌人? 这也太离奇了。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我在部队的好几个老战友, 现在都混成将军了, 所以知道一些。 这么大的事, 新闻媒体居然没有一点反应。 这又是一个了不得的现象, 所有国家同时保密, 而且做得这么严实。 我现在可以肯定一点, 敌人是个狠角色, 上面害怕了。 我太熟悉常伟斯了, 从他那里就能看出来, 他是天他下来都不怕的人, 但现在他下来的可能不只是天了。 他们被吓得够强, 他们根本没有信心战胜那个敌人。 要这样, 那太可怕了。 不过谁都有怕的东西, 那个狠角色也有, 越厉害的角色, 他怕的东西对他就越知名。 那他怕什么? 怕你们, 怕科学家。 而且奇怪的是, 你们研究的东西越是没有实际用处, 越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 像阳东那号的, 他就越怕, 比你怕宇宙眨眼更怕, 所以才出手这么狠。 要是杀你们有用, 他早就把你们杀光了, 但最有效的办法, 还是扰乱你们的思想, 人死了还会有别人, 但思想乱了, 科学就完了。 你是说他怕基础科学? 是, 基础科学。 我和阳东的研究差别很大, 纳米材料不是基础科学, 只是一种高强度材料, 能威胁到哪种力量。 你还真是个特例, 像你这种搞应用研究的, 他现在一般还不打扰, 也许你那材料中真有让他怕的东西。 那我该怎么办? 去上班, 研究下去, 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打击, 别管什么基巴倒计时。 如果下了班想放松, 也可以在玩玩那个游戏, 能打通他最好。 游戏, 三题, 难道他与这些也有关系? 有关系, 我看作战中心的好几个专家也在玩, 那玩意儿不是一般的游戏, 我这样无知无畏的人玩不了, 还真得你这样有知识的才行。 哦, 没别的了。 没了, 有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手机要一直开着, 老弟可得站直了, 害怕的时候就想象我那条终极定理。 汪淼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大使就上车走了。 第十二章三题, 莫子, 烈焰汪淼回到家里, 之前没有忘记在游戏店买了一套密装具。 妻子告诉他, 单位的人一天都在找他。 汪淼打开已关了一天的手机, 回了几个纳米中心来的电话, 许诺明天去上班。 吃饭的时候, 他真的照大使说的又喝了不少酒, 但毫无睡意。 当妻儿睡熟后, 他坐在电脑前, 带上新买回的微装具, 再次登陆三体。 黎明的荒原, 汪淼站在昼王的金字塔前, 覆盖他的积雪早已消失, 构筑金字塔的大石块表面, 被风化得坑坑洼洼, 大地已是另一种颜色。 远处有几幢巨大的建筑物, 汪淼猜那都是干仓, 但形状与上次所见已完全不同, 一切都表明漫长的岁月已经流逝。 借着天边的晨曦, 汪淼寻找着金字塔的入口, 在那个位置, 他看到入口已经被石块封死了, 但同时看到旁边新修了一条长长的石阶, 直通金字塔的顶部。 他仰望高高的塔顶, 看到原来那直指苍穹的塔顶已被削平了, 成为一个平台, 这座金字塔也由埃及市变为阿兹特克市。 沿着石阶, 汪淼攀上了金字塔的顶部, 看到了一处类似于古贯星台的地方。 平台的一角, 有一架数米高的天文望远镜, 旁边还有几架叫小型的。 另一边是几台奇形怪状的仪器, 很像古中国的魂天仪。 最引人注目的是平台中央的一个大铜球, 直径两米左右, 放置在一台复杂的机器上, 有许多大小不同的齿轮托举着, 缓缓转动。 汪淼注意到, 它的转动方向和速度在不停地变化。 在机器下方有一个方坑, 在里面昏暗的火光中, 汪淼看到几个奴隶模样的人 在推动着一个转盘, 为上面的机器提供动力。 有一个人朝汪淼走来, 与上次守御周文王时一样, 这人背对着地平线的曙光, 只能看到黑暗中一双闪亮的眼睛。 他身材瘦高, 身着飘逸的黑色长袍, 长发在头顶上, 不经意地挽了个劫, 剩下的在风中飞扬。 你好, 我是莫子。 他自我介绍道, 我是海人, 你好。 啊, 我知道你。 莫子兴奋地说, 在137号文明中, 你追随过周文王。 我是同他一起到过这里, 但从不相信他的理论。 你是对的。 莫子对汪淼正中地点点头, 然后凑近他说, 知道吗, 在你离开的36万2000年里, 文明又重新启动了四次, 在乱纪元和横纪元的无规律交替中, 艰难地成长。 最短那一次, 只走完了石器时代的一半, 但139号文明创造了记录, 居然走到了蒸汽时代。 这么说, 在那个文明中, 有人找到了太阳运行的规律。 莫子大笑着摇头, 没有没有, 侥幸而已。 但人们一直在努力吧。 当然, 来, 我让你看看上次文明的努力。 莫子领着汪淼走到冠星台一角, 大地在他们下面伸展开来, 像一块沧桑的旧皮革, 莫子将一架小望远镜对准下面大地上的一个目标, 然后让汪淼看。 汪淼将眼睛凑到目镜上, 看到一个奇异的东西, 那是一具骷髅, 在晨光中呈雪白色, 看上去结构很精致。 最令人惊奇的是, 这骷髅站立着, 那姿势很是优雅高贵, 一只手抬到扼下, 似乎在抚摸着那已不存在的胡须, 他的头微痒, 仿佛在向天地发问。 那是孔子。 莫子指着那个方向说, 他认为一切都要合乎理, 宇宙万物都不例外。 他于是创造了一套宇宙的理法系统, 企图据此预测太阳的运行。 结果可想而知, 是的, 他计算出太阳该巡礼之时, 就预测了一次长达五年的恒纪元, 你别说, 那一次还真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然后有一天太阳再也没有出来。 不, 那天太阳出来了, 升到了正空, 但突然熄灭了。 什么? 熄灭? 是的, 开始是慢慢按下去, 小下去, 然后突然熄灭了。 夜幕降临, 那个冷啊, 孔子就那么站着, 冻成了冰柱, 一直站到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吗? 我是说熄灭后的太阳。 在那个位置, 出现了一颗飞星, 像是太阳死后的灵魂。 哦, 你肯定太阳是突然熄灭, 飞星是突然出现的吗? 是, 突然熄灭, 飞星就出现了。 你可以去查日志数据库, 这记载没错。 哦, 汪淼沉吟良久, 本来, 对于三体世界的奥秘, 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理论, 但莫子说的这件事, 将他所想的全推翻了, 怎么会是突然的呢? 他懊恼地说, 现在是汉朝, 西汉还是东汉, 我也不清楚。 你也是一直活到现在, 我有使命, 要准确观测太阳的运行。 那些巫师, 玄学家和道学家们, 都是些无用的东西, 他们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动手能力极差, 只是沉浸于自己的悬想中。 但我不同, 我能做出实际的东西来。 他直指平台上的众多仪器说, 凭着这些, 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吗? 汪淼指了指仪器, 特别是那个神秘的大铜球说, 我也有理论, 但不是玄学, 是通过大量观测总结出来的。 首先, 你知道宇宙是什么吗? 是一部机器, 这等于没说。 说的具体些, 宇宙是一个悬浮于火海中的大空心球, 球上有许多小洞和一个大洞, 火海的光芒从这些洞中透进来, 小洞是星星, 大洞是太阳。 很有意思的一个模型, 汪淼看看大铜球说, 现在他大概能猜出那是什么了, 但其中有一个大漏洞, 太阳升起和落下时。 我们看到, 他与群星是相对运动的, 而大球球撬上的所有洞孔的相对位置, 应该是固定的。 很对, 所以我推出了经过修正的模型, 宇宙之球是由两层球窍构成的, 我们看到的天空是内层壳, 外层球窍上有一个大洞, 内层球窍上有大量小洞, 那个外壳上的大洞透进的光在两层球窍之间的 加层反射和散射, 是加层间充满了亮光, 这亮光从小洞中透进来, 我们就看到了星星。 那太阳呢? 太阳是外层壳上的大洞, 投射到内层壳上的巨大光斑, 它的亮度如此之高, 像照穿机。 但壳一般照穿了内壳, 我们就看到了太阳。 光斑周围的散射光较强, 也照穿了内壳, 这就是我们白天看到的晴空。 是什么力量驱动着两层球窍进行不规则转动呢? 是宇宙之外活海的力量。 可不同时期的太阳大小和亮度是不一样的。 在你的双壳模型中, 太阳的大小和亮度应该是恒定的, 如果外界活海不均匀, 至少大小应该是恒定的。 你把这个模型想得太简单了, 随着外界活海的变化, 宇宙的外层壳的大小也会膨胀或收缩, 这就导致了太阳大小和光度的变化。 那飞星呢? 飞星, 你怎么总是提飞星? 它们是些不重要的东西, 是宇宙球内乱飞的灰尘。 不, 我认为飞星很重要。 另外, 你的模型如何解释孔子时代太阳当空熄灭呢? 那是个罕见的例外, 可能是宇宙外面的活海中的一个暗斑或黑云正好飘过外层壳上的大洞。 汪淼直指大同球问, 这一定就是你的宇宙模型吧? 是的, 我造出了宇宙机器。 使球转动的那一组复杂的齿轮, 模拟着外界活海对球的作用。 这种作用的规律, 也就是外界活海中火焰的分布和流动规律, 是我经过几百年的观测总结出来的。 这球可以膨胀收缩吗? 当然可以, 现在它就在缓慢收缩。 汪淼找了平台边的栏杆, 作为固定参照武器看, 发现莫子说的是事实。 这球有内层壳吗? 当然有, 内外壳之间通过复杂的机构传动。 真是精巧的机械。 汪淼由衷地赞叹道, 可从外壳上没有看到在内层壳投射光斑的大洞啊。 没有洞, 我在外壳的内壁上安装了一个光源, 作为大洞的模拟。 那光源是用从几十万只萤火虫中提炼出来的荧光材料制成的, 发出的是冷光, 因为内壳的半透明石膏球层导热性不好。 这样可以避免一般的热光源在球内聚集温度, 让记录员可以在里面长期待下去。 球里面还有人? 当然, 记录员站在一个底部有滑轮的架子上, 位置保持在球体中心。 将模拟宇宙设定到现实宇宙的某一状态后, 它其后的运转将准确地模拟出未来的宇宙状态, 当然也能模拟出太阳的运行状态。 那名记录员将其记录下来, 就形成了一本准确的万年历, 这是过去上百个文明梦寐以求的东西啊。 你来得正好, 模拟宇宙刚刚显示, 一个长达四年的恒纪元将开始, 汉武帝已根据我的预测发布了浸泡诏书, 让我们等着日出吧。 莫子调出了游戏界面, 将时间的流逝速度稍微调快了些。 一轮红日升出地平线, 大地上星罗旗布的湖泊开始解冻, 这些湖泊原来风动的冰面上落满了沙尘。 与大地融为一体, 现在渐渐变成一个个晶莹闪亮的镜面, 仿佛大地睁开了无数只眼睛。 在这高处, 浸泡的具体细节看不清楚, 只能看到湖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像春天涌出洞穴的一群。 世界再一次复活了。 您不下去投身于这美妙的生活吗? 刚刚复活的女性是最渴望爱情的。 莫子指着下面重现生机的大地对汪渺说, 你在这里再待下去没有意义了, 游戏已经终结, 我是最后的圣者。 你的模拟宇宙作为一台机器确实静妙绝伦, 但对它做出的预测锚, 我能否使用您那台望远镜观测天象呢? 当然可以, 你请。 莫子对着大望远镜做了个手势。 汪渺走到望远镜前, 立刻发现了问题, 要观测太阳, 怎么办呢? 莫子从一只木箱中拿出了一块黑色圆片, 加上这片烟熏的滤镜。 说着将它插到望远镜的目镜前。 汪渺将望远镜对准已升到半空的太阳, 不由赞叹莫子的想象力, 太阳看上去确实像一个通向无边火海, 的孔洞是一个更大存在的一小部分。 但进一步细看时, 它发现, 这个太阳与自己现实经验中的那个有些不同, 它有一颗很小的核心, 如果将太阳看成一只毛子, 这个日和就像瞳孔。 日和虽小, 但明亮而致密, 包裹它的外层, 则显得有些缺少实在感, 飘忽不定, 很像是气态的。 而穿过那厚厚的外层, 能看到内部日和, 也说明外层是处于透明或半透明状态的, 它发出的光芒, 更多的可能是日和光芒的散射。 太阳图像的真实和精致令汪渺震惊, 它再次确定, 游戏的作者在表面简洁的图像深处有意隐藏了海量的细节, 等待着玩家去发掘。 汪渺直起身, 细想着这个太阳的结构隐含的意义, 立刻兴奋起来。 由于游戏时间加速, 太阳已移到了西天, 汪渺调整望远镜, 再次对准它, 一直跟踪到它落下地平线。 夜幕降临, 大地上点点篝火与夜空间密的群星相映。 汪渺将望远镜上的黑色滤镜取下, 继续观测星空, 它最感兴趣的是飞星, 很快找到了两个。 它只来得及对其中的一个进行大概的观察, 天就又亮了, 它于是装上滤镜, 借着观测太阳汪渺就这样连续进行了十多天的天文观测, 享受着发现的乐趣。 其实, 时间流逝速度的加快是有利于天文观测的, 因为这使得天体的运行和变化更加明显。 恒纪元开始后的第17天, 日出时间已过了五个小时, 大地仍笼罩在夜幕中。 金字塔下面, 人山人海, 无数火把在寒风中摇曳, 太阳可能不会出来了, 同137号文明的结局一样。 汪渺队正在编转这个世界上第一份万年力的莫子说, 莫子俯着胡须, 对汪渺露出自信的笑容, 放心, 太阳就要升起, 恒纪元将继续, 我已经掌握了宇宙机器的运转原理, 我的预测不会有错。 似乎是印证莫子的话, 天边真的出现了曙光, 金字塔旁边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那片银白色的曙光, 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扩展变量, 仿佛即将升起的太阳要弥补失去的时间。 很快, 曙光已弥漫了半个天空, 以致太阳还未升起, 大地已同往日的白昼一样明亮。 汪渺向曙光出现的远方看去, 发现地平线发出刺眼的强光, 并向上弯曲拱起, 成一个横贯视野的完美弧形。 他很快看出那不是地平线, 是日轮的边缘, 正在升起的是一颗硕大无比的太阳。 眼睛适应了这强光后, 地平线仍在原位显现出来, 汪渺看到一缕缕黑色的东西在天边升起, 在日轮明亮的背景上格外清晰, 那是远方燃烧产生的烟雾。 金字塔下面, 一匹快马从日出方向飞驰而来, 阳起的尘埃在大地上滑出一道清晰的灰线, 人群为其让开了一条路, 汪渺听到马上的人在声嘶力竭的大喊, 脱水,脱水。 跟着这匹马跑来的, 是一大群牛马和其他动物, 它们的身上都带着火焰, 在大地上支撑一张移动的火毯。 距日已从地平线上升起了一半, 占据了半个天空, 大地似乎正顺着一堵光辉灿烂的大墙, 缓缓下沉。 汪渺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表面的细节, 火焰的海洋上布满涌浪和漩涡, 黑子如幽灵般沿着无规则的路线漂浮, 日面像金色的长袖懒洋洋地舒展着。 大地上, 以脱水和未脱水的人都燃烧起来, 向无数扔进炉堂的柴火, 其火焰的光芒比炉堂中燃烧的碳块都亮, 但很快就熄灭了。 距日迅速上升, 很快升到了正空, 遮盖了大部分天空。 汪渺仰头看去, 感觉突然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这之前他是在向上看, 现在似乎是在向下看了。 距日的表面构成了火焰的大地, 他感觉自己正向着灿烂的地狱坠落。 大地上的湖泊开始蒸发, 一团团雪白的水蒸气成, 蘑菇云状高高升起, 借着弥散开来, 遮盖了湖边人类的骨灰。 恒继元将继续, 宇宙是一台机器, 我造出了这台机器。 恒继元将继续, 宇宙是汪渺扭头一看, 这声音是从正在燃烧的墨子发出来的。 他的身体包含在一根高高的橘黄色火柱之中, 皮肤在发皱和碳化, 但双眼仍发出与吞噬他的火焰完全不同的光芒。 他那已成为燃烧的炭杆的双手捧着一团正在飞散的眷灰, 那是第一份万年力。 汪渺自己也在燃烧, 他举起双手, 看到了两根火炬。 去日很快向西一去, 让出被他遮住的苍穹, 沉没于地平线下, 下沉的过程很快, 大地似乎又沿着那堵光墙升起。 耀眼的晚霞转瞬即逝, 夜幕像被一双巨手拉扯的大黑布般遮盖了以化为灰烬的世界。 刚刚被烧灼过的大地在夜色下发着暗红色的光, 像一块从炉中夹出来不久的碳块。 汪渺在夜空中看到群星出现了一小会儿, 很快, 水汽和烟雾遮住了天空, 也遮住了处于红翅状态的大地上的一切, 世界陷入一片黑暗的混沌之中。 一行红色的字出现, 第141号文明在烈焰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东汉层次。 文明的种子仍在, 它将重新启动, 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地进化, 欢迎您再次登陆。 汪渺摘下微妆剧, 精神上的震撼稍稍平息后, 又一次有了那种感觉, 三体是故意伪装成虚假, 但拥有巨大纵深的真实, 而眼前的真实世界倒像一幅看似繁复庞杂, 实则单薄表浅的清明上合图。 第二天, 汪渺去纳米中心上班, 除了因他昨天没来导致的一些小小的混乱外, 一切如常。 他发现工作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 投身于其中, 就暂时躲开了那噩梦般的困扰。 一整天, 他有意使自己保持忙碌状态, 天黑后才离开实验室。 一走出纳米中心的大楼, 汪渺又被那噩梦的感觉追上了, 他觉得布满群星的夜空, 像一面覆盖一切的放大镜, 他自己是静下的一只赤裸的小虫, 无处躲藏。 他必须再为自己找些事情做, 想到应该再去看看杨东的母亲了, 就驱车来到了叶文杰家。 杨母一个人在家, 汪渺进去时, 她正坐在沙发上看书, 她这才发现她的眼睛既老花又近视, 看书和看远处时都要换戴眼镜。 杨母见到汪渺很高兴, 说她的气色看上去比上次好多了。 都是因为您的人生。 汪渺笑笑说, 杨母摇摇头, 那东西成色不好, 那时在基地周围能采到很好的野山餐, 我采到过一只有这么长的, 不知现在那里怎么样, 听说已经没有人了。 哎, 老了, 最近总是在想以前的事。 听说在文革中, 您吃过不少苦。 听小沙说的吧, 杨母轻轻摆摆手, 向扶去面前的一根蛛丝, 过去了, 都过去了, 昨天小沙来电话, 急匆匆的, 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明白, 只听出来你好像遇到什么事。 小汪啊, 其实,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会发现当年以为天要塌下来的那些大事, 其实没有什么的。 谢谢您。 汪淼说, 他又感到了那种难得的温暖。 现在, 眼前这位历经沧桑, 变得平静淡泊的老人, 和那位无知而无畏的大使, 成了他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的两根支柱。 杨母接着说, 说起文革, 我还是很幸运的, 在活不下去的时候, 竟意外地到了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您是说红岸基地吗? 杨母点点头, 那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最初还以为纯属传说呢。 不是传说, 要是想知道, 我给你讲讲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 杨母这一说令汪淼有些紧张。 叶老师, 我只是好奇而已, 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哦, 没什么的, 就当我找人说说话吧, 我这阵子也确实想找人说说话。 您可以到老年活动是什么的去做做, 多走动走动, 总是不寂寞。 那些退休的老家伙, 好多都是我在大学的同事, 但总是同他们融不到一块, 大家都喜欢念念叨叨的回忆往事, 但都希望别人听自己的, 而对别人说的都厌烦。 红岸那些事, 也就你感兴趣了。 现在说总, 还是有些不方便吧, 那倒是, 毕竟还属于机密。 不过那本书出了以后, 许多亲历过的人也都在说, 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写那本书的人很不负责任, 他的目的先放到一边, 书中的许多内容, 也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纠正一下也是应该的。 于是, 杨姆向汪苗讲述了那段还未尘封的往事。 第十三章红岸之二纲进入红岸基地时, 叶文杰没有被分配固定工作, 只是在一名安全人员的监视下, 干一些技术上的杂事。 早在上达尔时, 叶文杰同后来的研究生导师就很熟悉。 他对叶文杰说, 研究天体物理学, 如果不懂实验技术, 没有观测能力, 理论再好也没有用, 至少在国内是这样。 这与他父亲的观点倒是大相径庭, 但叶文杰是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的, 他总感觉父亲太理论了。 导师是国内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在他的影响下, 叶文杰也对射电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因此自学了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 这是该学科实验和观测的技术基础。 在读研究生的两年中, 他同导师一起调试国内第一台小型射电望远镜, 又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没有想到, 他的这些知识竟在红岸基地派到了用场。 叶文杰最初在发射部做设备维护和检修, 很快成了发射部不可缺少的技术骨干, 这让他有些不解。 他是基地里唯一不穿军装的人, 更由于他的身份, 所有人都同他保持距离, 这使得他, 只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以排遣估计。 但这也不足以说明问题, 这毕竟是国防重点工程, 难道这里的技术人员就那么平庸, 非要让他这个非工科出身也没有工作经验的人轻易代替吗? 他很快发现了一些原因。 与表面看到的相反, 基地配备的都是二炮部队最优秀的技术军官, 这些卓越的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师, 他在学一辈子可能也赶不上。 但基地地处偏僻, 条件很差, 而且红岸系统的主要研制工作已经结束, 只是运行和维护, 在技术上也没有什么做出成果的机会。 大多数人都不安心工作, 他们知道在这种最高密集的项目里, 一旦进入技术核心岗位就很难调走。 所以人们在工作中都故意将自己的能力降低很多, 但还不能表现落后, 于是领导指挥向东, 他就卖力气地向西。 故意装傻, 指望领导产生这样的想法, 这人也尽力了, 但就这么点能力和水平, 留他没什么用, 反而爱手爱脚的。 许多人真的这样成功地掉离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叶文杰不知不觉中成了基地的技术中间, 但走到这个位置的另一个原因, 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红岸基地至少在他接触的部分, 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技术。 进入基地后, 叶文杰主要在发射部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他的限制渐渐放松。 那名时刻陪着他的监视人员也取消了, 他可以接触红岸系统的大部分结构, 也可以阅读相应的技术资料。 当然, 禁止他接触的东西还是有的, 比如计算机控制部分, 就绝对禁止他走近。 但叶文杰后来发现, 那一部分对红岸系统的作用, 远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大。 比如发射部的计算机, 是三台笔DJS130还落后的设备, 使用笨重的磁心存储器和纸带输入, 最长的无故障小时数不超过15小时。 他还看到过红岸系统的瞄准部分, 精度很低, 可能还不如一门火炮的瞄准装具。 这天, 雷政伟又找叶文杰谈话。 现在, 在他的眼中, 杨卫宁和雷志诚换了个位置。 在这个年代, 作为最高技术领导的杨卫宁, 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离开技术就没有什么权威了。 对部下也只能小心翼翼的, 连对哨兵说话都要客气些, 否则就是知识分子对三结合和思想改造的态度问题。 于是, 遇到工作上不顺心的时候, 叶文杰就成了他唯一的出气筒。 但随着叶文杰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重要, 雷正伟渐渐改变了最初对他的粗暴和冷漠, 变得和蔼起来。 小叶啊, 到了现在, 对发射系统这块你已经很熟悉了, 这也是红岸系统的攻击部分, 是他的主体。 说说你对这套系统的整体看法。 雷正伟说, 他们这时坐在雷达峰的那道悬崖前, 这里是基地最僻静的所在。 那笔直的绝壁似乎深不见底, 最初令叶文杰胆战心惊, 但现在他很喜欢一个人到这里来。 对雷正伟的问话, 叶文杰有些不知所措。 他只负责设备的维护和维修, 对红岸系统的整体情况, 包括他的作用方式, 攻击目标等, 一概不知, 也不允许他知道, 每次常规发射他都不能在场。 他想了想, 欲言又止。 大胆说吧, 没关系。 雷正伟扯下身边的一根草, 在手里摆弄着说, 他不过就是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嘛。 不错, 他就是一台无线电发射机。 雷正伟满意地点点头, 你知道微波炉吗? 叶文杰摇摇头, 西方资产阶级的摄取玩意儿, 用微波被吸收后产生的热效应, 加热食物。 我以前在的那个研究所, 为了精密测试某种原件的高温老化, 从国外进口了一台。 我们下了班, 也用它热馒头, 烤土豆, 很有意思, 里面鲜热, 外头还是凉的。 雷正伟说着站了起来, 来回踱步, 他走得如此贴近悬崖边缘, 令叶文杰十分紧张, 红暗系统就是一台微波炉, 加热的目标是敌人在太空中的航天器。 只要达到0.1至1瓦每平方厘米的微波能量辐射, 就可直接使卫星通信、 雷达、 导航等系统的微波电子设备失效或烧毁。 叶文杰恍然大悟, 红暗系统虽然只是一台电波发射机, 但并不等于它就是个寻常之物, 最令它吃惊的是它的发射功率。 竟然高达25兆啊! 这不仅远大于所有的通讯发射功率, 也大于所有的雷达发射功率。 红暗系统由一组庞大的电容提供发射能量, 由于功率巨大, 它的发射电路也与常规的有很大不同。 叶文杰现在明白了这种超大发射功率的用途, 但他立刻想到了一个问题, 系统发射的电波好像是经过调制的。 是的, 但这种调制与常规无线电通讯完全不同, 不是为了加载信息, 而是用变化的频率和阵幅突破敌人可能进行的屏蔽防护。 当然, 这些还都在试验中。 叶文杰点点头, 以前心中的许多其他疑问, 现在也都得到了解答。 最近, 最近从九泉发射了两颗把镖卫星。 红岸系统进行的攻击试验完全成功摧毁了目标, 使卫星内部达到了近千度的高温, 搭载的仪器和摄影设备全部被破坏。 在未来的实战中, 红岸系统可以有效打击敌人的通信和侦查卫星, 像美帝目前的主力侦查卫星K8和即将发射的K9, 苏修那些轨道更低的侦查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 必要的时候, 还有能力摧毁苏修的李炮号空间站和美帝计划于明年发射的天空实验室。 正伟,你在对他说些什么? 有人在叶文杰身后说, 他转身一看, 是杨卫宁, 他盯着雷正伟, 目光很严厉。 我这是为了工作。 雷正伟扔下一句话, 转身走了。 杨卫宁无言地看了叶文杰一眼, 也跟着走去, 只丢下叶文杰一人。 是他把我带进基地的, 可到现在他还是不信任我。 叶文杰悲哀地想, 同时在为雷正伟担心。 在基地, 雷志成的权力大于杨卫宁, 各项重大事务政委有最终决定权。 但刚才他匆匆离去的样子, 显然是觉得在总工程师面前做错了什么事, 这让叶文杰确信他将红案的真实用途告诉自己, 可能只是个人的决定。 对于他, 这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看着雷正伟那魁梧的背影, 叶文杰心中涌上了一股感激之情, 对于他, 信任无疑是一种不敢奢望的奢侈品。 与杨卫宁相比, 雷志成是叶文杰心目中真正的军人, 有着军人的坦诚和直率, 而杨卫宁只是一个他见过很多的这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 胆小谨慎, 只求自保平安。 虽然叶文杰理解他, 但与他本来就很远的距离更拉远了。 第二天, 叶文杰被调离了发射部, 安排到监听部工作。 他原以为这与昨天的事有关, 是将他调离红暗的核心部门, 但到监听部后, 才发现这里更像红暗的核心。 虽然两个部门在设备系统上有重叠之处, 比如共用同一个天线, 但监听部的技术水平比发射部要先进一个层次。 监听部有套十分先进的电波灵敏接收系统, 从巨型天线接收到的信号通过红宝石型微波机设器放大, 为了抑制系统本身的干扰。 竟将接收系统的核心部分浸泡于零下269摄氏度的液氦中, 液氦由直升机定期运来以补充消耗。 这使得系统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能够接收到很微弱的讯号。 叶文杰不禁想, 如果用这套设备从事射电天文研究, 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监听部的计算机系统也远比发射部庞大复杂, 叶文杰第一次走进主机房时, 看到一排阴急射线管显示屏。 他惊奇地发现, 屏幕上竟滚动着一排排程序代码, 可以通过键盘随意进行编辑和调试。 而他在大学里使用计算机时, 代码都写在一张张打嗝的程序纸上, 再通过打字机劈劈啪啪啪地打到纸袋上。 他听说过从键盘和屏幕输入这回事, 现在竟然真的看到了。 但更令他吃惊的是这里的软件技术, 他知道了一种叫Fortune的东西, 竟能用接近自然语言的代码编写程序, 能将数学公式直接写到代码里。 它的编程效率比机器码汇编不知高了多少倍。 还有一种叫数据库的东西, 竟能那样随心所欲地操纵海量数据。 两天后, 雷政伟又找叶文杰谈话, 这次是在监听部的主机房里, 在那一排闪着绿光的计算机显示器前。 杨卫宁坐在距他们不远处, 既不想参加他们的谈话, 又不能放心离开, 这令叶文杰感到很不自在。 雷政伟说, 小叶, 现在我向你说明监听部的工作内容, 简单地说, 就是对敌人的太空活动进行监视, 包括监听敌人航天器与地面和航天器间的通讯。 与我航天侧控部门配合, 锁定敌航天器的轨道位置, 为红暗系统的作战提供依据, 可以说是红暗的眼睛。 杨卫宁插进来说, 雷政伟, 我觉得你这样不好, 真的没必要对他说这些。 叶文杰看看不远处的杨卫宁, 不安地说, 政伟, 如果不适宜让我了解, 就不, 不, 小叶, 雷政伟抬起一只手, 制止叶文杰说下去。 转身对杨卫宁说, 杨总, 还是那句话, 为了工作, 要进一步发挥小叶的作用, 他该知道的, 还是得知道。 杨卫宁站了起来, 我要向上级汇报, 这当然是你的权利, 不过, 杨总, 请你放心, 对这事, 我负一切责任。 雷政伟平静地说, 杨卫宁起身兴兴地离去, 你别在意, 杨总就这样, 过分谨慎, 有时工作放不开手脚。 雷政伟笑着摇摇头, 然后直视着文杰, 语气郑重起来, 小叶, 最初带你来基地, 目的很单纯, 红岸监听系统, 经常受到太阳药斑 和黑字活动产生的电磁辐射的干扰。 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你的那篇论文, 发现你对太阳活动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国内, 你提出的预测模型是最准确的, 所以就想让你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但你来了后, 在技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工作能力, 所以我们决定让你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工作。 我是这么打算的, 让你先到发射部, 再到监听部, 对红岸系统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熟悉, 至于以后安排什么工作, 我们再研究。 当然, 你也看到了, 这有阻力, 但我是信任你的。 小叶, 这里要说明, 到目前为止, 这种信任还只是我个人的, 希望你能努力工作, 最后赢得组织上的信任。 雷正伟把一只手放到叶文杰的肩上, 他感到了这只有力的手传递的温暖和力量, 小叶啊, 告诉你我的一个真切的希望吧, 希望有一天能称呼你叶文杰同志。 雷正伟说完站起来, 迈着军人的稳健步伐离去, 叶文杰的双眼盈满了泪水, 透过眼泪, 屏幕上的代码变成了一团团跳动的火焰。 自父亲死后, 这是他第一次流泪。 叶文杰开始熟悉监听部的工作, 他很快发现, 自己在这里远不如在发射部顺利, 他已有的计算机知识早已落后, 大部分软件技术都得从头学起。 虽然有雷正伟的信任, 但对他的限制还是很严的, 他可以看程序原代码, 但不许接触。 数据括, 在日常工作中, 叶文杰更多是接受杨卫明的领导, 他对他更加粗暴了, 动不动就发火。 雷正伟多次劝他也没用, 好像一见到叶文杰, 他就充满了一种无名的焦虑。 渐渐的, 叶文杰在工作中发现的许多不可理解的事, 使他感觉到红岸工程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监听系统接收到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息, 经过计算机一解, 发现是几幅卫星照片, 很模糊。 送到总参测汇聚局判读, 发现军委我境内重要目标, 其中有青岛军港和几个大三线重点军工企业的照片。 经过分析, 确认这些照片来自美国的KH9侦察卫星。 第一颗KH9刚刚完成试验发射, 主要是以胶片仓回收方式传递情报, 但也在进行更加先进的无线电数码传递试验。 由于技术不成熟, 传送频率较低, 所以信息泄露较大, 能被红岸系统接收到。 由于是试验传送, 加密级别较低, 能够被破解, 这无疑是最重要的监视对象, 是了解美国太空侦察系统不可多得的机会。 可是第三天, 杨卫明竟命令转移监听频率和方向, 丢开了这个目标, 叶文杰总觉得这不可理解。 另一件事则令他震惊, 虽然身在监听部, 但发射部有些事情还让他去做。 一次, 他无意中看到了未来几次发射计划的频率设置, 发现在第304、318和325次发射中, 确定的发射频率已低出了微波范围, 不可能在目标上产生任何热效应。 这天, 突然有人通知叶文杰到基地总部办公室去, 从那名军官的语气和神色中, 叶文杰感到了不祥。 走进办公室后, 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出现了, 基地的主要领导都在场, 还有两名不认识的军官, 一看就是更高一级部门来的人, 所有人冰冷的目光聚焦到他身上。 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形成的敏感告诉他, 今天倒霉的人可能不是他, 他最多是一个陪葬品。 他看到雷志成政委坐在一角, 神色黯然。 他终于要为对我的信任付出代价了, 这是叶文杰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他在一瞬间按下决心, 为了不牵连到雷正伟, 一定要将事情向自己身上揽, 甚至不惜说谎。 但他没有想到, 第一个开口的竟然就是雷正伟, 他的话更是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 叶文杰, 首先声明, 我是不同意这么做的, 下面的决定是杨总工程师请示上级后做出的, 他将对后果负完全责任。 说完他看了杨卫宁一眼, 后者郑重地点点头, 为了更好地发挥你在红岸基地的作用, 这些天来, 经过杨总工程师反复向上级请示, 兵种政治部派来的同志也了解了你的工作情况, 他指了指那两名陌生的军官, 经过上级同意, 我们决定将红岸工程的真实情况告诉你。 过了好半天, 叶文杰才明白了雷正伟这话的含义, 他一直在欺骗他, 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 努力工作, 立功赎罪。 今后, 你在基地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任何反动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雷正伟盯着叶文杰历声说道, 与以前叶文杰眼中的他乡比仿佛换了一个人, 听明白了吗? 那好, 请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红岸工程的情况吧。 其他人纷纷离去, 办公室中只剩下杨卫宁和叶文杰两人。 如果你不同意, 现在还来得及。 杨卫宁说, 叶文杰知道这话的分量, 也理解了杨卫宁这些天见到他时的那种焦躁。 为了在基地发挥他的才华, 必须让他知道红岸工程的真实情况, 但这又意味着叶文杰走出雷达峰的最后一线希望, 也将不复存在, 红岸基地将是他一生最终的归宿。 我同意, 叶文杰轻轻地, 但坚定地说。 于是, 在这个初夏的黄昏, 在巨型天线风中的轰鸣声, 和远方大兴安岭的松涛声中, 杨卫宁向叶文杰讲述了真实的红岸工程, 这是一个比雷志诚的谎言,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神话。 第十四章, 红岸之三红岸工程部分文件, 这批文件的解密时间, 是叶文杰向汪淼讲述红岸内幕三年之后。 一, 世界基础科学研究趋势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 原载内部参考, 196年月日, 提要从近代史和现代史上看。 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有两种模式, 渐进型和突变型。 渐进型, 基础理论成果被逐步转化为应用技术, 技术逐渐积累, 最后产生突破。 最近的例子有宇航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突变型, 基础理论成果被迅速转化为实用技术, 产生技术突变。 最近的例子是核武器的出现, 直到40年代, 还有一部分最优秀的物理学家认为, 释放原子能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但核武器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出现, 基础科学向应用技术的转化跨度极大, 时间极短, 我们定义为技术突变。 目前, 北约和华约集团基础研究空前活跃, 投入巨大, 所以一项或多项技术突变随时都可能发生, 这将对我战略规划构成重大威胁。 文章认为, 我们目前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技术的渐进型发展上, 而对可能发生的技术突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应当从战略高度制定一套完整策略和原则, 当技术突变发生时能够正确地应对。 文章列出最有可能发生技术突变的领域, 一物理学, 略二生物学, 略三计算机科学, 略四寻找外星文明, 这是所有技术突变的可能性中变数最大的领域。 极有可能产生突然性的巨大突破, 该领域的技术突变一旦发生, 其影响力将超过以上三个领域技术突变的总和。 全文略批示将该文印发下去, 在适当的范围内组织讨论。 文章的观点可能不合一些人的胃口, 但不要扣帽子, 关键要看作者的长远思考。 一些同志现在是一页账目, 有大环境的原因, 也有很多人是自以为是。 这样不好, 战略视野的盲区是危险的。 我看文章中提到的四个可能产生技术突变的领域中, 最后一个是我们考虑最少的, 值得注意, 应该系统深入地研究一下。 签字196年月日二, 外星文明探索技术突变可能性研究报告 以目前国际研究动向提要。 一,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外星文明探索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 学术氛围浓厚, OCMA计划, 1960年, 美国西维吉尼亚绿低国家射电天文台, 使用26米直径的射电望远镜, 探索外星文明, 单通道接收。 频率1420兆和, 搜索的目标, 精于做涛星和波浆座Excellent星, 搜索时间约200小时, 计划于1972年实施OCMA2计划。 扩大搜索目标, 频率及范围, 同年计划发射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探测器。 各携带有一张带有地球文明信息的金属卡, 计划于1977年发射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 将携带金属唱片。 1963年, 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伯望远镜建城, 对外星文明探索意义重大, 其收集能量的总面积约为20英亩。 大于世界上其他一切射电望远镜, 收集能量的面积总和与计算机系统配合, 可同时监视6万5千个频道, 同时具备超大功率的发射功能。 二、苏联, 情报信息来源较少, 但有迹象表明在该领域投入巨大, 与北约国家相比, 研究更具系统性和长远规划。 从一些零星信息渠道了解到, 目前计划建设全球尺度的 基于甚长基线干涉技术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 该系统一旦建成, 将具有目前世界上最强的深空探测能力。 二、运用唯物史观, 对外星文明社会形态的初步分析, 略三、 外星文明对人类社会政治倾向的初步分析, 略四、 与外星文明可能的接触, 对当前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的初步分析。 一、单向接触, 紧接收外星文明已发出的信息, 略。 二、双向接触, 与外星文明发生交流和直接接触, 略五、 超级大国首先与外星文明接触, 并垄断接触的危险和后果。 一、 美帝及北约集团首先与外星文明接触, 并垄断接触的后果分析, 未解密。 二、 苏修及华语集团首先与外星文明接触, 并垄断接触的后果分析, 未解密, 批示, 简报一月。 人家已经向地球外面喊话了, 外星社会只听到一个声音是危险的, 我们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样, 他们听到的才是人类社会完整的声音, 偏听则案, 兼听则明吗? 这个事情要做, 要快做。 签字196年月日3, 红岸工程前期研究报告, 196年月日, 绝密, 原件副本数。 二、 内容提要形成文件, 中发字文。 转发国防科工委, 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 转发中纪委国防司, 并在会议和会议传达, 在会议部分传达。 课题序号, 3760, 国防代号, 红岸一总纲, 提要搜索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 并尝试建立联系和交流。 二, 红岸工程理论研究, 提要, 一搜索监听监听频率范围, 1000兆赫, 指4万兆赫。 监听频道数, 15000, 重点监测, 氢原子频率, 1420兆赫, 抢机分子辐射频率, 1667兆赫, 水分子辐射频率, 22000兆赫。 监听目标范围, 1000光年半径, 恒星数约2000万克。 目标清单建附件一, 二, 信息发送发送频率, 2800兆赫, 12000兆赫, 22000兆赫发送功率, 10至25兆瓦发送目标, 200光年半径, 恒星数约10万克。 目标清单建附件二, 三, 红岸字解一系统的研制引导部分, 以宇宙间通用的基本数学和物理原理, 建立一个基本的语言原码系, 能够被任何掌握的基本代数, 基本欧式解合和基本低速物理学定律的文明所理解。 以上述原码系为基础, 浮以低分辨图形式力, 逐步建立语言体系, 语种, 汉语, 世界语, 系统整体信息量为680KB, 在2800兆赫, 12000兆赫, 22000兆赫波段上的发送时间, 分别为1183分钟, 224分钟和132分钟。 初步构想为解密四红案信息发送内容, 提要地球行星概况3.1KB, 地球生命系统概况4.4KB, 人类社会概况4.6KB, 世界历史基本信息5.4KB, 全部信息量为17.5KB, 全部信息在自易解系统之后发射, 在2800兆赫, 12000兆赫, 22000兆赫波段上的发送时间, 分别为31分钟, 7.5分钟和3.5分钟。 发送信息应通过多学科严格审查, 确保不会包含任何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坐标信息。 在三个发射频率中, 尽量减少12000兆赫, 22000兆赫的高频段发射, 以减小被定位的可能性。 4.对外星文明发送的信件第一稿, 全文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请注意, 你们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义的国家发出的。 这之前, 您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样方向的信息, 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出的, 这个国家与地球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 企图把人类历史拉向倒退。 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 站在正义的一方, 站在革命的一方。 批示以悦, 狗屁不通。 大字报在地上贴就行了, 不要发到天上去, 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案。 这样重要的信件应慎重起草, 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小组, 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签字196年月日第二稿略第三稿略第四稿全文,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通过以下信息, 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 建立了灿烂的文明, 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 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 我们真是这一切。 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 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 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 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 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 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 期待着与你们一起, 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五、相关政策与战略, 一接收到外星文明信息后的政策与战略研究略, 二、与外星文明建立联系后的政策与战略研究略。 批示摆盲之中下一步嫌棋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工程让我们想到很多以前没空想的事, 这些事只有站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才能想得通, 就这点而言, 红案已经具有很大的意义了。 如果宇宙中真的还有其他的人和社会, 那也很好嘛, 旁观者清, 千秋公罪可真的有人评说了。 签字196年月日第十五章红案之四, 叶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在当时, 探索外星文明只是定位于一个有些边缘化的基础研究, 为什么红案工程具有如此高的保密级别呢? 听完叶文杰的讲述, 汪淼问, 其实这个问题在红案工程的最初阶段就有人提出, 并一直延续到红案的最后。 现在, 你应该有了答案, 我们只能佩服红案工程最高决策者思维的超前了。 是的, 很超前。 汪淼深深地点点头说, 与外星文明的接触一旦建立, 人类社会将受到什么样的和何种程度的影响, 这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被系统深入的研究还只是近两年的事。 但这项研究极具升温, 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 以前天真的理想主义愿望破灭了, 学者们发现, 与大多数人美好的愿望相反, 人类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与外星文明接触。 这种接触, 对人类文化产生的效应不是融合而是割裂, 对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不是消解而是加剧。 总之, 接触一旦发生, 地球文明的内部差异将急剧拉大, 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最惊人的结论是, 这种效应与接触的程度和方式, 单向或双向, 以及所接触的外星文明的形态和进化程度, 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兰德思想库社会学学者比尔·马修在《十万光年铁幕》, 赛蒂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的接触符号理论。 他认为, 与外星文明的接触只是一个符号或开关, 不管其内容如何将产生相同的效应。 假如发生一个仅仅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 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接触, 其效应也能通过人类群体的心理和文化透镜被放大。 对文明的进程产生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 这种接触一旦被某个国家或者政治力量所垄断, 其经济和军事意义超乎想象。 那红岸工程的结局呢? 汪淼问, 你应该能想到的。 汪淼又点点头, 他当然知道, 如果红岸成功了, 世界就不是今天的世界了。 但他还是说了一句安慰的话, 其实成功与否, 现在还不得而知, 红岸发出的电波到现在在宇宙中也没走多远呀。 叶文杰摇摇头, 电波信号传得越远越微弱, 太空中干扰太多, 外星文明收到的可能性很小。 研究发现, 为了使宇宙中的外星文明接收到我们的电波信号, 我们的发射功率应该与一颗中等恒星的辐射功率相当。 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达谢夫曾建议, 可以根据宇宙中不同文明用于通讯的能量来对它们分级。 它将想象中的文明分为一、二、三三种类型。 一型文明能够调集与地球整个输出功率相当的能量用于通讯, 当时它的估计, 地球的功率输出约为1015至1016瓦。 二型文明能够把相当于一颗典型恒星的输出功率1026瓦用于通讯。 三型文明用于通讯的功率达1036瓦, 约等于整个星系的功率输出。 目前的地球文明只能大致定为0.7型, 连一型都未达到, 而红岸的发射功率又仅仅是地球能调集。 得输出功率的千万分之一, 这一声呼唤就像万里长空中的一只蚊子在嗡嗡叫, 不会有谁听见的。 可如果那个苏联人所设想的二型和三型文明真的存在, 我们应该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红岸运行的20多年, 我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是, 想到红岸和SETI会不会这一切努力最后证明了一件事, 宇宙中真的只在地球上有智慧生命。 叶文杰轻轻叹息一声, 从理论上讲, 这可能是一件永远没有结论的事, 但从感觉上, 我还有每一个经历过红岸的人都认同这点了。 红岸项目被撤销真的很可惜, 既然建了, 就应该运作下去, 这是一项真正伟大的事业啊。 红岸是逐渐衰落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改造, 主要是升级了发射和监听部分的计算机系统, 发射系统实现了自动化。 监听系统引进了两台IBM中型计算机, 数据处理能力提高了很多, 能同时监听4万个频道。 但后来, 随着眼界的开阔, 人们也清楚了外星文明探索的难度, 上级对红岸工程渐渐失去了兴趣。 最先看到的变化是基地的密集降低了, 当时普遍认为红岸如此高的保密级别是小题大做, 基地警卫兵力由一个连减少到一个班, 再到后来只剩下一个五人保卫组了。 也是在那次改造以后, 红岸的编制虽然仍在二炮, 科研管理却移交到中科院天文所, 于是承担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搜索没有关系的研究项目。 您的很多成果就是在那时做出的。 红岸系统最初是承担了一些射电天文观测项目, 那时它是国内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后来, 随着其他射电天文观测基地的建立, 红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太阳电磁活动的观测和分析上。 为此还加装了一台太阳望远镜, 我们建立的太阳电磁活动数学模型, 当时在那个领域是领先的, 也有了许多实际应用。 有了后来的这些研究和成果, 红岸的巨额投资总算是有了一点点回报。 其实这一切有相当部分要归功于雷正伟, 当然他是有个人目的的。 那时他发现, 在技术部队搞正攻前景不太好, 他入伍前也是学天体物理学的, 于是就想回到科研上来。 红岸基地后来引进的外星文明探索之外的项目, 都是他努力的结果。 回到专业上哪儿有那么容易? 那时您还没有平反, 我看他更多是将您的成果数上自己的明白。 叶文杰宽容地笑笑, 没有老雷, 红岸基地早就完了。 红岸被划到了军转民范围内后, 军方就把他完全放弃了, 中科院维持不起基地的运行费用, 一切就都结束了。 叶文杰没有多谈他在红岸基地的生活, 汪淼也没有问。 进入基地后的第四个年头, 他与杨卫宁组成了家庭,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很平淡。 后来, 在基地的一次事故中, 杨卫宁和雷志成双双遇难, 杨东作为一父子生了下来。 他们母女,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红岸基地最后撤销时, 才离开雷达峰。 叶文杰后来在母校教授天体物理, 直到退休。 这一切, 汪淼都是在秘云射电天文基地听沙瑞山说的。 外星文明探索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科, 它对研究者的人生观影响很大。 叶文杰用一种悠长的声调说, 像是在给孩子讲故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从耳机中听着来自宇宙没有生命的噪声, 这噪声隐隐约约的。 好像比那些星星还永恒, 有时又觉得那声音像大星安岭的冬天里, 没完没了的寒风, 让我感到很冷, 那种孤独真是没法形容。 有时下夜班, 仰望夜空, 觉得群星就像发光的沙漠, 我自己就是一个被丢弃在沙漠。 上的可怜孩子, 我有那种感觉, 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 宇宙是个空荡荡的大宫殿, 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 这想法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有时觉得生命真珍贵, 一切都重如泰山, 有时又觉得人是那么渺小, 什么都不值一提。 反正日子就在这种奇怪的感觉中, 一天天过去, 不知不觉人就老了, 对于这个为孤独而伟大的事业, 贡献了一生的可敬的老人, 汪苗想安慰几句。 但叶文杰最后一席话, 使他陷入了同样悲凉的心境,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是说, 叶老师, 哪天我陪您再去红岸基地遗址看看。 叶文杰缓缓摇摇头, 小汪, 我和你不一样啊, 岁数大了, 身体也不好, 什么都难预料, 以后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看着叶文杰满头的银发, 汪苗知道, 他又想起了女儿。 第十六章三体, 戈白尼, 宇宙橄榄球, 三日凌空, 从叶文杰家里出来以后, 汪苗心绪难平。 这两天的遭遇和红岸的故事, 这两件不相干的事纠结在一起, 使世界在一夜之间变得异常陌生。 回到家后, 为了摆脱这种心绪, 他打开电脑, 穿上微装具, 第三次进入三体。 他的心态调整得很成功, 当登陆界面出现时, 汪苗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心中立刻充满了莫名的兴奋。 与前两次不同, 汪苗这次是带着一个使命进来的, 他要揭示这个虚拟世界的秘密, 他重新注册了一个与此相称的ID戈白尼。 登陆三体后, 汪苗又站在那片辽阔的平原上, 面对三体世界诡异的黎明。 巨大的金字塔在东方出现, 但汪苗立刻发现它不是昼王和莫子的那座金字塔了, 它有着戈特式的塔顶直插凌晨的天空, 使他想起了昨天早晨在王府井看到的罗马寺教堂, 但那座教堂要是放到金字塔旁边, 不过是它的一个小门亭而已。 他还看到了远方许多显然是干仓的建筑, 但形状也都变成了戈特式建筑, 尖顶戏场, 仿佛是大地长出的许多根刺。 汪苗看到了金字塔上一个透出悠悠火光的洞门, 就走了进去。 洞内的墙壁上, 一排已被熏得有黑的奥林匹斯诸神的雕像举着火炬。 走进大殿, 他发现这里甚至比门洞中还昏暗, 只有一张长长的大理石桌上的两只银烛台上的蜡烛, 在昏昏欲睡地亮着桌旁坐着几个人。 昏暗的光线使汪苗仅能看清他们面旁的轮廓, 他们的双眼都隐藏在深眼窝的阴影中, 但汪苗能感觉到聚集在他身上的目光。 这些人似乎穿着中世纪的长袍, 仔细看, 还有一两个人的长袍更简洁一些是古希腊式的。 长桌的一头坐着一个瘦高的男子, 他头上戴着的金冠是大殿中除蜡烛外唯一闪亮的东西。 汪苗在蜡烛的光亮中很费力地看出, 他身上的长袍与其他人不同是红色的。 到此, 汪苗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个游戏是为每个玩家单开一个进程, 现在的欧洲中世纪副本是软件根据他的ID而选定的。 你来晚了, 会议已经开始很久了。 戴金冠穿红袍的人说, 我是格里高丽教皇。 汪苗努力回忆着自己并不熟悉的欧洲中世纪史, 想从这个名字推断出这个文明进化的程度, 但想到三体世界中历史的混乱, 又觉得这种努力没有多大意义。 你改了ID, 可我们都认识你, 在以前的两次文明中, 你好像到东方游历过。 哦, 我是亚里士多德。 穿古希腊长袍的人说, 他有一头白色的拳发。 是的, 汪苗点点头, 我在那里目睹了两次文明的毁灭, 一次毁于严寒, 一次毁于烈日。 我还看到了东方的学者们, 为掌握太阳运行规律而进行的伟大努力。 是, 一个留着上桥山羊湖, 比教皇更瘦的人, 在阴影中发出声音。 东方学者, 企图从冥想, 顿悟, 甚至梦游中, 参透太阳运行的秘密, 可笑至极。 这是伽利略。 亚里士多德介绍说, 他主张应该从实验和观测中认识世界, 一个工匠式的思想家, 但他已取得的成果, 我们还是不得不正视。 莫子也进行了实验和观测。 汪淼说, 伽利略又施了一声, 莫子的思想仍是东方的, 他不过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玄学家, 从来就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观测结果, 就凭着主观一侧建立宇宙的全模拟模型, 可笑, 可惜了那些精良的设备。 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大量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上, 进行严密的推论, 建立起宇宙的模型, 再返回实验和观测去检验它。 这是正确的, 汪淼点点头, 这正是我的思想方法。 你是不是也带了份万年力? 教皇带着讥讽说, 我没有万年力, 只带来了以观测数据为基础, 而建立的宇宙模型。 不过要说明, 即使这个模型是正确的, 也不一定能凭借它掌握太阳运行的精确规律, 边转万年力。 但这毕竟是必须走的第一步。 几声孤单的掌声, 在阴冷的大殿中回荡, 这掌声是伽利略的。 很好, 哥白尼, 很好, 你这种现实的符合实验科学思想的想法, 是大多数学者不具备的, 就凭这一点, 你的理论也值得听一听。 教皇对汪淼点点头, 说说看吧。 汪淼走到长桌的另一端, 让自己镇定了一下, 说, 其实很简单, 太阳的运行之所以没有规律。 是因为我们的世界中有三颗太阳, 它们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 做着无法预测的三体运动。 当我们的行星围绕着其中的一颗太阳, 做稳定运行时, 就是恒纪元。 当另外一颗或两颗太阳运行到一定距离内, 其引力会将行星从它围绕的太阳边夺走。 使其在三颗太阳的引力范围内, 由于不定时, 就是乱纪元。 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后, 我们的行星再次被某一颗太阳捕获, 暂时建立稳定的轨道, 恒纪元就又开始了。 这是一场宇宙橄榄球赛, 运动员是三颗太阳, 我们的世界就是球。 昏暗的大殿中, 响起了几声甘笑, 烧死它。 叫黄无表情地说, 站在门前的两个身穿袖技斑斑的全身铠甲的士兵, 立刻像两个笨拙的机器人一般朝汪苗走来。 烧吧。 伽利略叹息着白白手, 本来对你抱有希望, 原来只不过又是一个玄学家或巫师。 这种人现在已经成了公害。 压里士多得同一地点点头。 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 汪苗推开抓他的那两个士兵的铁手套。 你见过三颗太阳吗? 或者是有别人见过? 伽利略偏着头问道。 每个人都见过。 那么, 除了这个在乱纪元和恒纪元里出现的太阳外, 另外两个在哪里? 首先要说明, 我们在不同时间看到的 可能并不是同一颗太阳, 而是三颗中的一个。 另外两颗太阳就是飞星, 当它们运行到远距离时, 看起来像星星。 你缺乏骑马的科学训练。 伽利略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太阳是连续运行到远距离的, 不可能跳跃过去, 所以按你的假设。 应该还有第三种情况, 太阳比正常状态小, 但比飞行大, 它应该在运行中逐渐变成飞行大小, 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太阳。 你既然受过科学训练, 就应该在观测中对太阳的结构有一些了解。 这是我最隐以为自豪的发现, 太阳是由深厚但稀薄的气态外层和致密灼热的内核构成的。 很对, 但你显然没有发现太阳的气态外层 与我们行星大气层间奇特的光学作用。 这是一种类似于偏振的现象, 使得在太阳超出一定的距离时, 从我们的大气层里观察, 太阳的气态外层突然变得透明不可见。 只能看到它的发光内核, 这时太阳在我们的视野中就突然缩到内核大小, 变成了飞行。 正是这个现象迷惑了历史上各个文明的研究者, 使他们没有意识到三颗太阳的存在。 现在你们明白了, 为什么三颗飞行的出现预示着漫长的严寒, 因为这时三颗太阳都在远方。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大家都在思考。 亚里士多德首先发言, 你缺乏骑马的逻辑训练。 不错, 我们是有可能看到三颗飞行, 并且它们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毁灭性的严寒。 但按照你的理论, 我们还应该有可能看到三颗正常大小的太阳,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在所有文明留下来的记载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 等等, 一个戴着形状奇怪的帽子, 留着长须的人第一次站起来说话, 历史好像有记载, 有一个文明见到过两颗太阳, 那次文明立刻毁灭于双日的烈焰中, 但这记载很模糊。 哦, 我是达芬奇, 我们说的是三颗太阳, 不是两颗。 伽利略喊道, 按他的理论, 三颗太阳一定会出现的, 就像三颗飞行一样。 三颗太阳出现过, 汪淼镇定地说, 也有人看到过, 但看到它们的人不可能将信息流传下来, 因为当它们看到这伟大的景象时, 最多只能在活几秒钟, 不可能逃脱并幸存下来。 三日凌空是三体世界最恐怖的灾难, 那时, 行星地表会在瞬间变成冶炼炉, 高温能够融化岩石。 在三日凌空中毁灭的世界, 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重现生命和文明, 这也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原因。 沉默, 所有的人都看着教皇, 烧死他。 教皇温和地说, 他脸上的笑汪苗有些熟悉, 那是昼王的笑。 大殿里立刻活跃起来, 大家好像遇到了什么喜事。 伽利略等人兴高采烈地, 从阴暗的一角搬出一具十字火形架, 他们将架上一具焦黑的尸体取下来, 扔到一边, 将火形架竖起来。 另一些人则兴奋地堆木柴。 只有达分其堆这一切无动于衷, 坐在桌边思考着, 不是用笔在桌面上计算着什么。 布鲁诺, 亚里士多德直指那句教师说, 曾在这里和你一样胡扯一通。 用文火, 教皇无力地说, 两个士兵用耐火的石棉绳将汪苗绑到火形柱上, 汪苗用还能动的一只手指着教皇说, 你肯定是个程序。 至于你们其他人, 不是程序就是白痴, 我还会登陆回来的。 你回不来了, 在三体世界中你将永远消失。 伽利略怪笑着说, 那你肯定也是个程序了, 一个正常人不可能连这点网络常识都没有, 这里最多记下我的Mac号, 换台电脑换个ID上就行了, 到时候我会宣布自己是谁的。 系统已通过微装具记下了你的视网膜特征。 达分其抬头看了汪苗演说, 然后埋头继续自己的演算。 汪苗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 喊道, 你们不要这样, 放我下去, 我说的是真理, 如果你说的是真理, 就不会被烧死了, 游戏队走对路的人是一路放行的。 亚里士, 多德宁笑着, 掏出一个银色的SIPO打火机, 耍了一个复杂的把戏, 枪的一声打着了火。 就在他伸手在柴堆上点火时, 一道红色的强光从门洞射入, 接着涌入一股携带着烟尘的热浪。 一匹马穿透强光跑进大殿, 马的躯体在熊熊燃烧, 已成了一团火球, 奔跑时火焰呼呼作响。 马上骑着一个人, 是一位穿着仲凯的中世纪骑士, 他的盔甲已被烧得通红, 奔跑时拖着一股白烟。 世界刚刚毁灭, 世界刚刚毁灭, 破水, 破水。 骑士狂呼着, 燃烧的座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成了一大堆篝火。 骑士被甩出好远, 一直滚到火形架下, 红翅的盔甲一动不动, 只有浓浓的白烟不断地冒出。 从盔甲中流出的人油, 燃烧着在地上扩散开来, 仿佛盔甲长出了一对火的翅膀。 大殿里的人都奔向洞门, 蜂拥而出, 很快消失在从门外射入的红光中。 汪淼奋力挣脱绳索, 绕过燃烧的骑士河马, 穿过空荡荡的大殿, 跑过热浪滚滚的门廊, 来到外面。 大地已经像一块炉中的铁板一样, 被烧得通红, 发出暗红色光的地面上, 流淌着一条条明亮的岩浆小溪, 支撑一张伸向天边的亮丽的火网。 红翅的大地上, 有无数根细长的火柱, 高高腾起, 这是干仓在燃烧, 仓中的脱水人使火柱染上了一种奇异的蓝绿色。 汪淼看到不远处有十几根同样颜色的小火柱, 这是刚从金字塔中跑出来的十几个人, 教皇, 伽利略, 亚里士多德, 达芬奇, 包括他们的蓝绿色火柱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他们的面容和躯体在火中缓缓地变形, 他们把目光聚焦在刚出来的汪淼身上, 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向着天空举起熊熊燃烧的双臂, 用歌唱般的声音齐声送到, 三日凌空, 汪淼抬头望去。 看到三轮巨大的太阳, 在天空中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圆点, 缓缓地转动着, 像一轮巨大的风扇将死亡之风吹向大地。 几乎占据全部天空的三日, 正在向西一去, 很快有一半沉到了地平线之下。 风扇仍在旋转, 一片灿烂的叶片不时划出地平线, 给这个已经毁灭的世界带来一次次短暂的日出和日落。 日落后, 灼热的大地发出暗红的光芒, 转瞬而来的日出又用平射的强光淹没了一切。 三日完全落下之后, 大地上升腾的水蒸气形成的浓云仍散射着它的光芒, 天空在燃烧, 呈现出一种令人疯狂的地狱之美。 当这毁灭的晚霞最后消失, 云层中只有被大地的地狱之火抹上的一层血红时, 几行大字出现了, 183号文明在三日凌空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中世纪层次。 漫长的时间后, 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 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 但在这次文明中, 哥白尼成功地揭示了宇宙的基本结构, 三体文明将产生第一次飞跃, 游戏进入第二集。 欢迎您登陆第二集三体。 第十七章三体问题, 汪淼刚刚退出游戏, 电话响了, 是大使打来的, 说有紧急的事情, 让他马上到重案组办公室去一趟。 汪淼看看表, 已是凌晨三点了。 汪淼来到大使凌乱的办公室时, 见那里已被他抽得云争雾绕, 使得办公室中的另一位年轻女警, 不停地用记录本在彼此前煽动。 大使介绍说他叫徐冰冰, 计算机专家, 是信息安全部门的。 办公室中的第三个人令汪淼很吃惊, 居然是申育飞的丈夫魏成, 头发乱蓬蓬的, 他抬头看看汪淼, 好像已经忘记了他们见过面。 不好意思打扰, 不过我看你也没睡吧。 这里有些事还没有汇报作战中心, 大概需要你参谋参谋。 大使对汪淼说, 然后转向魏成, 你说吧。 我说过, 我的生命受到威胁。 魏成说, 脸上却是一副木然的表情。 从头说起吧。 好, 从头说, 不要嫌我麻烦, 我最近还真想找人说说话, 魏成说着, 转头看看徐冰冰, 不做笔录什么的吗? 现在不用, 以前没人和你说话。 大使不识时机的问。 也不是, 我懒得说, 我是个懒散的人。 以下是魏成的叙述, 我是个懒散的人, 从小就是, 住校十晚, 从来不洗, 被子从来不叠,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懒得学习, 甚至懒得玩, 每天迷迷糊糊的混日子。 但我知道自己有一些超过常人的才能, 比如, 你画一根线, 我在线上画一道, 位置肯定在0.618的黄金分割处。 同学们说我适合当木匠, 但我觉得这是更高级的才能, 是对数核形的一种直觉。 其实我的数学同其他课程一样, 成绩一团糟, 我懒得推倒, 考试时就将自己蒙出来的答案直接写上去, 也能蒙对8、9、10, 但这样达不到高分。 高二时, 一位数学老师注意到了我, 那时候, 中学教师中可是卧虎藏龙, 文革中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流落到中学去教书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天下课后他把我留下, 在黑板上写了十几个数列, 让我直接写出他们的求和公式。 我很快写出其中的一部分, 基本上都对, 其余我一眼就看出是发散的。 老师拿出了一本书, 是福尔摩斯探案集, 他翻到一篇, 好像是红字的研究吧, 有一段大意是这样, 华生看到楼下有个衣着普通的人在送信, 就只给福尔摩斯看。 福尔摩斯说, 你是指那个退伍海军军曹吗? 华生很奇怪, 福尔摩斯是如何推断出他的身份的, 福尔摩斯自己也不清楚, 想了半天彩礼出推理的过程, 看那人的手, 举止了等等。 他说这不奇怪, 别人也很难说出自己是如何推断出二加二等于四的。 老师和尚书对我说, 你就是这样, 你的推导太快了, 而且是本能的, 所以自己意识不到。 他接着问我, 看到一串数字, 你有什么感觉? 我是问感觉, 我说任何数字组合对于我都是一种立体形体, 我当然说不清什么数字是什么形状, 但它确实表现为一种形体。 那看到几何图形呢? 老师追问, 我说与上面相反, 在我脑袋深处没有图形, 一切都化为数字了, 就像你凑近了看报纸上的照片都是小点, 当然现在的报纸照片不是那样了。 老师说, 你真的很有数学天分, 但是, 但是他说了好多个, 但是来回走着, 好像我是个很棘手的东西, 不知道如何处理事的。 但是, 你这号人不会珍惜自己天分的。 他说, 想了好半天, 他好像放弃了, 说那你就去参加下月区里的数学竞赛吧, 我也不辅导你了。 对你这号人, 白费劲, 只是你答卷时一定要把推导过程写上去。 于是我就去竞赛了, 从区里一直赛上去, 赛到布达佩斯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全是惯。 我, 回来后就被一所一流大学的数学系免试录取了, 我说这些你们不烦吧? 啊, 好, 其实要说清后面的事, 这些还是必须说的。 那个高中老师说的对, 我不会珍惜自己, 本科硕士博士都掉锅铛, 但居然都过来了。 一到社会上, 才发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废物, 除了数学啥也不会,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处于半睡眠状态, 越混越次, 后来到大学里教书吧。 也混不下去, 教学上认真不起来, 我在黑板上写一句容易证明, 学生底下就得倒过半天, 后来搞末位淘汰, 课也没得交了。 到此为止, 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 就拿着简单的行李, 去了南方一座深山中的寺庙。 哦, 我不是去出家, 我懒得出家, 只是想找个真正清静的地方住一阵。 那里的长老, 是我父亲的一个老友, 学问很深, 却在晚年顿入空门, 照父亲说吧, 到他这层次, 也就这一条路了。 那位长老收留我住下, 我对他说, 想找个清静省心的方式, 混完这辈子算了。 长老说, 这里并不清静, 是旅游区, 进乡的人也很多, 大隐隐于事, 要清静省心, 自己就得空。 我说我够空了, 名利于我连浮云都算不上, 你庙里那些僧人, 都比我有更多的烦心。 长老摇摇头, 空不是无, 空是一种存在, 你得用空这种存在填满自己。 这话对我很有启发, 后来想想, 这根本不是佛家理念, 倒像现代的某种物理学理论。 长老也说了, 他不会同我谈佛, 理由与那位中学老师一样, 对我这好人没用。 第一天晚上, 在寺院的小屋里, 我睡不着, 没想到这世外桃源是如此的不舒服, 被褥都在山雾中便潮了, 床硬邦邦的。 于是, 为了催眠, 我便试图按长老说的那样, 用空来填充自己。 我在意识中创造的第一个空是无际的太空, 其中什么都没有, 连光都没有, 空空的。 很快, 我觉得这空无一物的宇宙, 根本不能使自己感到宁静, 身处其中, 反而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焦躁不安, 有一种落水者想随便抓住些什么东西的欲望。 于是我给自己在这无限的空间中创造了一个球体, 不大的, 有质量的球体。 但感觉并没有好起来, 那球体悬浮在空的正中, 对于无限的空间, 任何一处都是正中, 那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作用于它, 它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用。 它悬在那里, 永远不会做丝毫的运动, 永远不会有丝毫的变化, 真是对死亡最到位的诠释。 我创造了第二个球, 与原来的球大小质量相等, 它们的表面都是全反射的镜面, 互相映着对方的像, 映着除他自己之外宇宙中唯一的一个存在。 但情况并没有好多少, 如果球没有初始运动, 也就是我的第一推动, 它们很快会被各自的引力拉到一块, 然后两个球互相靠着悬在那里一动不动, 还是一个死亡的符号。 如果有初始运动且不相撞, 它们就会在各自引力作用下相互围绕着对方旋转, 不管你怎样初始化, 那旋转最后都会固定下来, 永远不变死亡的舞蹈。 我又引入了第三个球体, 情况发生了令我震惊的变化。 前面说过, 任何图形在我的意识深处都是数字化的, 前面的无球, 一球和两球宇宙表现为一条或寥寥几条描述它的方程, 像几片晚秋的落叶。 但这第三个球体是点上了空之精的龙, 三球宇宙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三个被赋予了初始运动的球体, 在太空中进行着复杂的, 似乎永不重复的运动, 描述方程如暴雨般涌现, 无休无止。 我就这样进入梦乡, 三球在梦中一直舞蹈着, 无规律地永不重复的舞蹈。 但在我的意识深处, 这舞蹈是有节奏的, 只是重复的周期无限长而已, 这让我着迷。 我要描述出这个周期的一部分或全部。 第二天, 我一直在想着那三个在空中舞蹈的球, 思想从没有像这样全功率转动过, 以至于有僧人问长老我精神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 长老一笑说, 没事, 他找到了空。 是的, 我找到了空, 现在我能隐于世了, 就是置身熙攘的人群中, 我的内心也是无比清静。 我第一次享受到了数学的乐趣, 三体问题的物理原理很单纯, 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 这时, 我就像一个半生寻花问柳的放荡者, 突然感受到了爱情。 你不知道庞家来吗? 汪淼打断未成问。 当时不知道, 学术学的不知道庞家来是不对, 但我不敬仰大师, 自己也不想成大师, 所以不知道。 但就算当时知道庞家来, 我也会继续对三体问题的研究。 全世界都认为, 这人证明了三体问题不可解, 可我觉得可能是个误解, 它只是证明了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证明了三体系统是一个不可积分的系统, 但敏感性不等于彻底的不确定, 只是这种确定性包含着数量更加巨大的不同形态。 现在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新的算法。 当时我立刻想到了一样东西, 你听说过蒙特卡洛法吗? 哦, 那是一种计算不规则图形面积的计算机程序算法, 具体做法是在软件中用大量的小球随机击打那块不规则图形, 被击中的地方不再重复打击, 这样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图形的所有部分就会都被击中一次, 这时统计图形区域内小球的数量就得到了图形的面积, 当然, 球越小结果越精确。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 却展示了数学中的一种用随机的蛮力对抗精确逻辑的思想方法, 一种用数量得到质量的计算思想。 这就是我解决三体问题的策略。 我研究三体运动的任何一个时间断面, 在这个断面上, 各个球的运动实量有无限的组合。 我将每一种组合看作一种类似于生物的东西, 关键是要确定一个规则, 哪种组合的运行趋势是健康的和有力的, 哪种是不利的和有害的, 让前者获得生存的优势, 后者则产生生存困难, 在计算中就这样优胜劣汰, 最后生存下来的就是对三体下一段面运动状态的正确预测。 进化算法。 汪淼说, 请你来还是对了。 大使对汪淼点点头。 是的, 我是到后来才听说这个名词。 这种算法的特点就是海量计算, 计算量超级巨大, 对于三体问题, 现有的计算机是不行的。 而当时我在寺庙里连个计算器都没有, 只有从帐房讨来的一本空帐本和一支铅笔。 我开始在纸上建立数学模型, 这工作量很大, 很快用完了十几个空帐本搞得管帐的和尚怨气冲天。 但在长老的要求下, 他们还是给我找来了更多的纸盒笔。 我将写好的计算稿放到枕头下面, 废掉的就扔到院里的香炉中。 这天傍晚, 一位年轻女性突然闯进我屋里, 这是我这里第一次有女人进来, 她手中拿着几张边缘烧焦了的纸, 那是我废弃的算稿。 他们说这是你的, 你在研究三体问题。 她急切地问, 大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像着了火似的。 这人令我很震惊, 我采用的是非常规数学方法, 且推导的跳跃性很大, 她竟然能从几张废算稿中看出研究的对象, 其数学能力非同一般。 同时也可以肯定, 她与我一样很投入地关注着三体问题。 我对来这里的游客和乡客都没什么好印象, 那些游客根本不知道是来看什么的, 只是东跑西窜的照相。 而那些乡客看上去普遍比游客穷得多, 都处于一种麻木的智力意志状态。 这个姑娘却不同, 很有学者气质, 后来知道她是同一群日本游客一起来的, 不等我回答, 她又说, 你的想法太高明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类方法, 把三体问题的难度转化为巨大的计算量, 但这需要很大的计算机才行, 把全世界所有的大计算机都用上也不行。 我实话告诉她, 但你总得有一个过得去的研究环境才行, 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让你有机会使用巨型计算机, 还可以送给你一台小型机, 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下山。 她就是身欲飞了, 同现在一样, 简洁专制, 但比现在要有吸引力。 我生性冷淡, 对女性, 我比周围这些和尚更不感兴趣, 但她很特殊, 她那最美女人味的女人味吸引了我, 反正我也是个闲人, 就立刻答应了她。 夜里, 我睡不着, 披衣走进寺院, 远远地, 在昏暗的庙堂里看到了身欲飞的身影, 她正在扶向前烧香, 一举一动都是很虔诚的样子。 我轻轻走过去, 走到庙堂门槛外时, 听到了她轻声念出的一句祈求, 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 我以为听错了, 但她又送淫了一遍, 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 我不懂任何宗教也不感兴趣, 但确实想象不出比这更离奇的祈祷了, 不由脱口而出, 你在说什么? 沈玉飞丝毫没有理会我的存在, 仍然微闭双眼, 双手合十, 好像在看着她的祈求, 随着香烟鸟鸟鸟声到佛祖那里。 过了好一阵, 她才睁开眼睛转向我, 去睡吧, 明天早些早。 她说, 看也不看我, 你刚才说的我主是在佛教里吗? 我问, 长老默默地看着自己手中的书, 但显然没有读, 而是在想我说的事, 然后她说, 你先出去一会儿, 让我想想。 我转身走出门去, 知道这很不寻常。 长老学识深厚, 一般的关于宗教, 历史和文化的问题, 他都能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 我在门外等了有一根烟的时间, 长老叫我回去, 我感觉只有一种可能。 他神色严峻地说, 什么? 会是什么呢? 难道可能有这种宗教, 他的主需要其教徒, 祈求其他宗教的主来拯救? 他的那个主是真实存在的。 这话让我有些迷惑, 那么佛祖不存在吗? 话一出口, 我立刻发觉失礼, 赶紧道歉。 长老缓缓地摆摆手说, 我说过, 我们之间谈不了佛学, 佛祖的存在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存在, 而他说的主, 是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存在着的, 关于这事, 我没能力告诉你更多了, 只是劝你别跟他走。 为什么? 我也只是感觉, 觉得他背后可能有一些你我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我走出长老的门, 穿过寺院, 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这夜是满月, 我抬头看看月亮, 感觉那是盯着我看的一只银色的怪眼, 月光带着一股阴森的寒气。 第二天, 我还是跟申育飞走了, 但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几年, 我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 申育飞实现了他的诺言, 我拥有了一台小型机和舒适的环境, 还多次出国去使用巨型计算机不是分时使用, 而是占据全部的CPU时间。 他很有钱, 我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钱。 后来我们结婚了, 没多少爱情和激情, 只是为了双方生活的方便而已, 我们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对我来说, 以后的几年可以用一天来形容, 日子在平静中就过去了。 在那幢别墅里, 我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只需专注于三体问题的研究就行了。 申育飞从不干涉我的生活, 车库里有我的一辆车, 我可以开着它去任何地方, 我甚至敢肯定, 自己带一个女人回家他都不在乎。 他只关注我的研究, 我们每天唯一交流的内容, 就是三体问题, 他每天都要了解研究的进展。 你知道申育飞还干些别的什么吗? 大使问, 不就是那个科学边界吗? 他成天就忙那个, 每天家里都来很多人。 他没有拉你加入学会吗? 从来没有, 他甚至没对我谈过这些, 我也不关心, 我就是这么个人, 不愿意关心更多的事。 他也深知这点, 说我是个没有任何使命感的懒散之人, 那里不适合我, 反而会干扰我的研究。 那么三体研究有进展吗? 汪淼问, 以目前世界上这个研究领域的一般状况来看, 进展可以说是突破性的。 前些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 蒙特哥玛利和巴黎第七大学的桑塔, 克鲁兹, 阿联, 上斯纳, 还有法国计量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用一种叫做逼近法的算法, 找到了三体运动的一种可能的稳定形态, 在适当的出事条件下, 三体的运行轨迹将形成一个首尾衔接的八字形。 后来, 人们都热衷于寻找这种特殊的稳定状态, 找到一个就乐得跟什么似的, 到目前为止也就是找到了三四种。 其实, 我用计划算法已经找到了一百多种稳定状态, 把那些轨迹画出来, 足够半一个后现代派画展了。 但这不是我的目标, 三体问题的真正解决, 是建立这样一种数学模型, 使得三体在任何一个时间断面的初始运动始量以之时, 能够精确预测三体系统以后的所有运动状态。 这也是身欲非渴望的目标。 但平静的生活到昨天就结束了, 我遇到了麻烦事。 这就是你要报的案了吧? 大使问。 是的, 昨天有个男人来电话, 说如果我不立刻停止三体问题的研究, 就杀了我。 那人是谁? 不知道。 电话号码? 不知道, 我那个电话没有来电显示。 其他有关情况呢? 不知道。 大使笑着扔了烟头, 前面扯了那么一大通, 最后要报的就这一句话和几个不知道。 我不扯那一大通, 这一句话你听得懂吗你? 再说, 要是就这点事我也不会来, 我这人懒嘛。 今天夜里, 哦, 当时是半夜了, 我也不知道是昨天还是今天, 我睡着, 迷迷糊糊感到脸上有凉凉的东西在动, 睁开眼看到了申与飞, 真吓死我了。 半夜在床上, 看到你老婆有什么可怕的? 她用那种眼光看我, 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眼光, 外面花园的灯光照到她脸上, 看上去像鬼似的。 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是枪, 她把枪口在我脸上蹭, 说我必须把三体问题的研究进行下去, 不然也杀了我。 嗯, 有点意思了。 大使又点上一支烟, 满意地点点头, 什么叫有意思? 你们看, 我没地方可去了, 才来找你们。 你把她对你说的话照原样说说。 她是这么说的, 如果三体问题研究成功, 你将成为救世主, 如果现在停止, 你就是个罪人。 如果有个人拯救了人类, 或毁灭了人类, 那你可能的功绩和罪恶, 都将正好是他的一辈。 大使吐出浓浓的烟雾, 盯着魏诚看了好一阵, 直看得他有些不安, 然后从凌乱的桌上 拖过一个本子, 拿起笔。 你不是要做笔录吗? 重复一遍刚才那话。 魏诚重复了一遍后, 汪淼说, 这话确实奇怪, 怎么正好是一辈呢? 魏诚眨眨眼对大使说, 看来这是挺严重, 我来试那个值班的一见我, 就让我来找你, 看来我早在这挂上号了。 大使点点头, 再问一个事, 你觉得你老婆那支枪是真的吗? 看到魏诚不知如何回答, 他又说, 有枪油味吗? 有, 肯定有油味。 那好, 坐在桌子上的大使跳下来说, 总算找到一个机会, 非法持有枪之嫌疑, 是个勉强说得过去的搜查理由, 手续明天再补吧, 我们得马上行动。 他转向汪淼说, 这还得辛苦你跟着去再参谋参谋。 然后他对一直没说话的徐冰冰说, 小徐, 现在专案组里值班的只有两个人, 不够, 知道你们信息处的都是精之欲业, 但今天你这个专家得出这堂外勤了。 徐冰冰很快点点头, 他巴不得快些离开这个烟雾腾腾的地方。 执行这次搜查任务的除了大使和小徐, 还有两名值班的刑警, 加上汪淼和魏成, 一行六人分成两辆警车, 穿过黎明前最黑暗的夜色, 驶向那个城市边缘的别墅区。 徐冰冰和汪淼坐在后排, 撤刚开, 他就低声对汪淼说, 汪老师, 你在三体中威望之很高。 现实世界中又有人提到三体, 汪淼一阵激动, 感觉自己和这个穿警服的女孩的距离, 一下子拉近了。 你演完, 我负责监视和追踪他, 苦差是一个。 汪淼急切地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我真的很想知道。 借着车窗外透进的微弱灯光, 汪淼看到徐冰冰神秘的一笑。 我们也想知道呢, 可他的服务器在境外, 系统和防火墙都很严实, 不好近啊。 现在知道的情况不多, 他肯定是非盈利的, 游戏软件的水平很高, 甚至可以说高得不正常, 还有其中的信息量, 您也知道。 更不正常了, 这哪像一个游戏啊? 这里面, 有没有什么汪淼仔细地斟酌着词句, 貌似超自然的迹象? 这我们倒没觉得, 参加这个游戏编程的人很多, 遍布世界各地, 开发方式很像前几年, 红过一阵的Linus, 但这次肯定使用了某种很超前的开发工具。 至于那些信息, 鬼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 那可真有些您说的超自然了,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使对那句名言, 这一切肯定都是人为的。 我们的追踪还是有成效的, 很快会有结果。 姑娘到底还是不老练, 最后这句话使汪淼明白他瞒着自己许多。 他那话成名言了。 汪淼看看前面开车的大使说, 到达别墅十天还没亮, 别墅的上层有一个房间亮着灯, 其他窗口都黑着。 汪淼刚走下车, 立刻听到了楼上发出的声音, 连着几声, 像是什么东西在拍墙。 刚下车的大使, 听到这声音后立刻警觉起来, 一脚踹开虚掩着的院门, 以与他那壮硕的身躯不相称的敏捷, 飞速冲进别墅。 他的三名同事随后跟进。 汪淼和魏成跟着进了别墅, 从客厅上了二楼, 走进了那间开着门亮着灯的房间, 鞋底趴趴地踏在正在向外流淌的血泊中, 那天夜里也是这个时候。 汪淼就是在这个房间看到申玉飞在晚三体, 现在他平躺在房间正中, 胸前的两个弹孔还在涌血。 第三颗子弹从左眉心穿入, 使他的整个脸都糊在血污中, 距他不远处, 一只手枪泡在鞋里。 汪淼进来时, 正赶上大使和他的一位男同事冲出来, 进了对面一间开着门黑着灯的房间, 那房间的窗大开着, 汪淼听到外面有汽车发动的声音。 一名男警察开始打电话, 徐冰冰远远地站在一边紧张地看着, 他大概和汪淼他们一样,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场面。 大使很快回来了, 一边把枪插回胸前的套中, 一边对那个打电话的同事说, 黑色桑塔纳只有一个人, 车号看不清, 让他们重点封锁五环入口, 奶奶的可能要让他溜了。 大使环顾四周, 看到了墙上的几个弹洞, 又扫了一眼地上散落的弹壳, 说, 对方开了五枪, 打中三枪, 他开了两枪都没中, 然后蹲下来与男同事一起检查尸体。 小徐仍远远站着, 偷偷看了站在他旁边的魏成一眼, 大使也抬头看了他一眼。 魏成脸上有一丝震惊, 一丝悲哀, 但也仅仅是一丝而已, 他那固有的木然仍没有被打破, 比起汪淼来, 他震惊多了。 你好像无所谓啊, 那人可能是来杀你的。 大使对魏成说, 魏成居然笑了一下, 凄惨地笑。 我能怎么样? 到现在, 对他我其实是一无所知, 我不止一次劝他把生活过得简单些, 可爱, 想想当年那叶长老劝我的话吧。 大使站起来, 走到魏成面前, 掏出烟来点上一只, 你总还有些情况没告诉我们吧? 有些事, 我懒得说, 那你现在可得勤快些了。 魏成想了想说, 今天, 哦, 是昨天下午, 他在客厅里和一个男人吵架, 就是那个潘涵, 著名的环保主义者。 他们以前也吵过几次架, 用的是日语, 好像怕我听到, 但昨天他们什么都不顾了, 说的是中国话, 我听到了几句。 你尽量按原话说, 好吧。 潘涵说, 我们这些表面上走到一起的人, 实际上是处于两个极端的敌人。 沈玉飞说, 是的, 你们借着主的力量反对人类。 潘涵说, 你这么理解,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需要主降临世界, 惩罚那些早就该受到惩罚的罪恶, 而你在阻止这种降临, 所以我们势不两立, 你们要是不停止, 我们会。 让你们停止的。 沈玉飞说, 让你们这些魔鬼进入组织, 统帅真瞎了眼。 潘涵说, 说到统帅, 统帅是哪一派的? 降临派还是拯救派, 你说得轻。 潘涵这话让沈玉飞沉默了好一阵, 然后两人说话就没那么大声激烈了, 我也再没听到。 电话里威胁你的那个人, 他的声音像谁? 你是说像潘涵吗? 不知道, 当时声音很小, 我听不出来。 又有几辆警车鸣着警笛停在了外面, 一群戴着白手套拿着相机的警察走上楼来, 别墅里忙碌起来。 大使让汪淼先回去休息, 汪淼走到那间有小型机的房间里, 找到了魏城。 那个三体问题进化算法的模型, 您能不能给我一份钙药之类的东西? 我想在一个场合介绍一下, 这要求很唐突, 如果不行就算了。 魏城拿出一个三朵光盘递给汪淼, 都在这里面了, 全部的模型和附加文档。 你要是想对我好, 就用自己的名字把它发表了, 那真帮了我大忙。 不, 不, 这怎么可能? 魏城指着汪淼手中的光盘说, 汪教授, 其实以前你来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你, 你是个好人, 有责任心的好人, 所以, 我还是劝你离这东西远些。 世界就要发生突变了, 每个人能尽量平安地打发完余生, 就是大幸了, 别的不要想太多, 反正没用。 你好像还知道更多的是, 每天和他在一起, 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呢? 魏城不屑地一笑, 吃, 警方算个狗屁, 上帝来了都没用, 现在全人类已经到了叫天天不达, 叫地地不应的地步了。 魏城站在靠东的窗边, 在城市的高楼群后面的天空, 晨光出现, 不知为什么, 这让汪淼想到了每次进入三体诗看到的诡异黎明。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超脱, 这几天都是整夜睡不着, 早上起来从这里看到日出时, 总觉得是日落。 他转向汪淼, 沉默两久后说, 其实这一切都在于, 上帝或他说的主自身难保了。 第十八章三体, 牛顿, 冯诺一曼, 秦始皇, 三日连珠, 三体, 第二集的场景开始时, 没有大的变化。 仍旧是诡异寒冷的黎明, 仍是那座大金字塔, 但这次金字塔的形状又恢复到东方样式。 汪淼听到一阵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这声音反而更衬托了这寒冷黎明的寂静。 他寻声望去, 看到金字塔根基处有两个黑影在闪动, 灰暗的晨光中有金属的寒光在黑影间闪耀, 那是两个人在斗剑。 等目光适应了这昏暗后, 汪淼大致看清了那两个格斗者的模样, 从金字塔的形状看, 这应该是在东方国度, 但那却是两个欧洲人, 穿戴大致是欧洲十六七世纪的样子。 格斗中各自矮的那人低头闪过一剑, 银白色的假发掉在地上。 几个回合之后, 又有一个人绕过金字塔的拐角奔了过来, 试图劝止这场格斗, 但双方那呼啸的剑使他不敢上前, 他大喊道停下来。 你们这两个无聊的人, 你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如果世界文明没有未来, 你们那点荣誉算个屁。 两名剑客谁都不理他, 专心于他们的格斗。 个子高的那位突然痛叫一声, 剑当郎一声掉到地上, 捂着胳膊跑了。 另一位追了几步, 冲着失利者的背影催了一口。 呸, 无耻之托。 他弯腰拾起自己的假发, 抬头看到了汪淼, 就用剑指着逃跑者的方向说。 他居然说, 危机分是他发明的。 说着他戴上假发, 一只手捂着胸口, 对汪淼行了个欧式的鞠躬礼, 伊萨克, 牛顿。 那么跑了的那一位是莱布尼茨了? 汪淼问, 是他, 无耻之徒。 呸, 其实我根本不屑于同他争夺这项名誉, 力学三定律的发现, 就已经使我成为仅次于上帝的人, 从星球运行到细胞分裂, 无不遵从于这三个伟大的定律。 现在有了危机分这个强有力的数学工具, 以三定律为基础, 掌握三个太阳运行的规律, 只可待。 没有那么简单。 劝架的人说, 你考虑过计算量吗? 我看过你列出的那一系列微分方程, 好像不可能求出解析解。 只能求数值解, 计算量之大, 就是全世界的数学家不停地工作, 到世界末日也算不完。 当然, 如果不能尽快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 世界末日也不是太远了。 他说着, 也像汪淼鞠躬, 自是更现代些。 冯诺依曼。 你带我们千里迢迢来东方, 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程的计算问题吗? 牛顿说, 然后转向汪淼。 同来的还有维纳和刚才那个败类, 在马达加斯加遭遇海盗时, 维纳为掩护我们, 只身阻击海盗, 英勇牺牲。 计算机需要到东方来制造吗? 汪淼不解地问冯诺依曼。 冯诺依曼和牛顿面面相去, 计算机? 计算机器? 有这种东西? 您不知道计算机? 那, 你打算用什么来进行那些海量计算呢? 冯诺依曼瞪大眼睛看着汪淼, 似乎很不理解他的问题用什么? 当然是用人了。 这世界上除了人之外, 难道真的还有什么东西会计算吗? 可您说过, 全世界的数学家都不够用。 我们不会用数学家的, 我们用普通人, 普通劳动力, 但需要的数量巨大, 最少要三千万人。 这是数学的人海战术。 普通人? 三千万。 汪淼惊奇万分, 我要是没理解错, 这是一个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文盲的时代。 您要找三千万个懂危机分的, 有一个川军的笑话你听说过吗? 冯诺依曼掏出一只粗血夹, 要开头点了起来。 士兵们练对练, 因为文化水平极低, 连军官喊一二一都听不懂, 于是军官想了一个办法, 让每个士兵左脚穿草鞋, 右脚穿布鞋。 走对列士喊, 草孩不孩, 草孩不孩, 四川方言, 我们需要这样水平的士兵就行, 但要三千万。 听到这个近现代的笑话, 汪淼知道, 面前这位不是承煦儿诗人,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人, 这样庞大的军队难以想象。 汪淼摇摇头说, 所以我们来找秦始皇。 牛顿直指金字塔说, 现在这里还是他在统治吗? 汪淼私下打量了一下问, 看到守卫金字塔入口的士兵, 确实穿着秦带简洁的软甲兵服, 拿着长戟。 对, 三体中历史的错乱, 汪淼已经见多不怪了。 整个世界都要由他统治了, 他拥有一支三千多万人的大军, 准备去征服欧洲。 好了, 让我们去见他吧。 冯诺依曼一手指指金字塔入口说, 然后又指着牛顿说, 把剑扔了。 牛顿当当一声扔下剑, 三人走进入口, 走到门廊尽头, 就要进入大殿时。 一名卫士坚持让他们都脱光衣服, 牛顿抗议说, 我们是著名学者, 没有暗器。 双方僵持之时, 大殿内传来一声低沉的男音, 是发现三定律的西洋人吗? 让他们进来。 走进大殿, 三人看到秦银正正在殿中夺着布, 长翼的后摆和那柄著名的长剑都拖在地上。 他转身看着三位学者, 汪淼立刻发现, 那是昼王和格里高丽教皇的眼睛。 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 你们是西洋人, 干嘛不去找凯撒? 他的帝国疆域广大, 应该能凑齐三千万大军吧。 可是尊敬的皇帝, 您知道那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吗? 您知道那个帝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吗? 在宏伟的罗马城内, 穿过城市的河流都被严重污染。 你知道是什么所知吗? 军工企业。 不不, 伟大的皇帝是罗马人报饮报食后的呕吐物。 那些贵族赴宴时, 餐桌下放着担架, 吃得走不动时, 就让仆人抬回去。 整个帝国陷入荒淫无度的泥潭中, 不可自拔, 就是组成了三千万大军, 也不可能具备进行这种伟大计算的素质和体力。 这朕知道, 秦始皇说, 但凯撒正在清醒过来, 在重整军备, 西洋人的智慧也是件可怕的东西, 你们并不比东方人聪明。 但想对了路子, 比如他能看出太阳有三个, 你能想出那三条定律都是很了不起的, 东方人暂时做不到。 而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远征西洋, 我的船不行, 从路上走, 漫长的供应线无法维持。 所以, 伟大的皇帝, 您的帝国还要发展。 冯诺伊曼不识时机地说, 如果掌握了太阳运行的规律, 你就能充分利用每一个恒纪元, 同时避免乱纪元带来的损失, 这样发展速度比西洋要快得多。 请你相信我们, 我们是学者, 只要能用三定律和微积分准确预测太阳的运行, 不在乎谁征服统治世界。 朕当然需要预测太阳的运行, 但你们让我集结三千万大军, 至少要首先向朕演示一下这种计算如何进行吧。 陛下, 请给我三个士兵, 我将为您掩饰。 冯诺伊曼兴奋起来。 三个? 只要三个吗? 朕可以轻易给你三千个。 秦始皇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冯诺伊曼。 伟大的陛下, 您刚才提到东方人在科学思维上的缺陷,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意识到复杂的宇宙万物 其实是由最简单的单元构成的。 我只要三个陛下。 秦始皇挥手召来了三名士兵, 他们都很年轻, 与秦国的其他士兵一样, 一举一动向听从命令的机器。 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冯诺伊曼拍拍前两个士兵的间, 你们两个负责信号输入。 就叫入一分, 入两分吧, 他又直指最后一名士兵, 你负责信号输出, 就叫出吧。 他伸手拨动三名士兵, 这样站成一个三角形, 出是顶端, 入一和入二是底边。 哼, 你让他们成些型攻击队形不就行了? 秦始皇轻蔑地看着冯诺伊曼。 牛顿不知从什么地方, 套出六面小旗, 三白三黑, 冯诺伊曼接过来分给三名士兵, 每人一白一黑, 说白色代表零, 黑色代表一。 好, 现在听我说, 出, 你转身看着入一和入二, 如果他们都举黑旗, 你就举黑旗, 其他的情况你都举白旗, 这种情况有三种, 入一白, 入二黑, 入一黑, 入二白, 入一, 入二都是白。 我觉得你应该换种颜色, 白旗代表投降。 秦始皇说, 兴奋中的冯诺伊曼没有理睬皇帝, 对三名士兵大声命令, 现在开始运行, 入一入二, 你们每人随意举旗。 好, 举, 好, 再举, 举, 入一和入二同时, 举了三次旗, 第一次是黑黑, 第二次是白黑, 第三次是黑白。 出都进行了正确反应, 分别举起了一次黑和两次白。 很好, 运行正确, 陛下, 您的士兵很聪明, 这事傻瓜都会, 你能告诉朕他们在干什么吗? 秦始皇一脸困惑地问, 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计算系统的部件, 是门部件的一种, 叫羽门。 冯诺一曼说完停了一会儿, 好让皇帝理解, 秦始皇面无表情地说, 朕是够郁闷的, 好, 继续。 冯诺一曼转向排成三角镇的三名士兵, 我们构建下一个部件, 你, 出, 只要看到入一和入二中有一个人举黑旗, 你就举黑旗, 这种情况有三种组合白, 你就举白旗, 明白了吗? 好孩子, 你真聪明, 门部件的正确运行你是关键, 好好干, 皇帝会奖赏你的。 下面开始运行, 举。 好, 再举, 再举。 好极了, 运行正常, 陛下, 这个门部件叫货门。 然后, 冯诺一曼又用三名士兵构建了与飞门或飞门, 一货门, 同货门和三太门, 最后只用两名士兵构建了最简单的飞门, 处总是举语入颜色相反的气。 冯诺一曼对皇帝鞠躬说, 现在, 陛下, 所有的门部件都已掩饰完毕, 这很简单不是吗? 任何三名士兵经过一小时的训练就可以掌握, 他们不需要学更多的东西了吗? 亲使皇问, 不需要, 我们组建一千万个这样的门部件, 再将这些部件组合成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就能进行我们所需要的运算, 解除那些预测太阳运行的微分方程。 这个系统, 我们把它叫做N, 叫做计算机。 汪淼说, 啊, 好, 冯诺一曼对汪淼竖起一根指头, 计算机, 这个名字好, 整个系统实际上就是一台庞大的机器, 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机器, 游戏时间加快, 三个月过去了。 秦始皇, 牛顿, 冯诺一曼和汪淼站在金字塔顶部的平台上, 这个平台与汪淼和莫子相遇时的很相似, 架设着大量的天文观测仪器, 其中有一部分是欧洲近代的设备, 在他们下方, 三千万秦国军队宏伟的方阵铺展在大地上, 这是一个边长六公里的正方形。 在出生的太阳下, 方阵凝固了似的纹丝不动, 仿佛一张由三千万个兵马俑构成的巨毯。 但飞翔的鸟群误入这具毯上空时, 立刻感到了下方隆重的杀气, 鸟群顿时大乱, 惊慌混乱地散开或绕行。 汪淼在心里算了算, 如果全人类站成这样一个方阵, 面积也不过是上海浦东大小, 比起他表现的力量, 这方阵更显示了文明的脆弱。 陛下, 您的军队真是举世无双, 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复杂的训练。 冯诺依曼对秦始皇赞叹道, 虽然整体上复杂, 但每个士兵要做得很简单, 比起以前为粉碎马其顿方阵进行的训练来, 这算不了什么。 秦始皇按着长剑剑柄说, 上帝也保佑连着两个这样长的横纪元。 牛顿说, 即使是乱纪元, 阵的军队也照样训练, 以后, 他们也会在乱纪元完成你们的计算。 秦始皇骄傲地扫视着方阵说, 那么, 请陛下发出您伟大的号令吧。 冯诺依曼用激动地发颤的声音说, 秦始皇点点头, 一名卫士奔跑过来, 握住皇帝的剑柄, 向后推了几步, 抽出了那柄皇帝本人无法抽出的青铜长剑, 然后上前跪下, 将剑成给皇帝, 秦始皇对着长空扬起长剑, 高声喊道, 乘计算机对裂。 金字塔四角的四尊青铜大顶, 同时轰得燃烧起来。 站满了金字塔, 面向方阵一面颇强的士兵, 用宏大的合唱将始皇帝的号令传下去, 乘计算机对裂, 下面的大地上, 方阵均匀的色彩开始出现扰动, 复杂精细的回路结构浮现出来, 并渐渐充满了整个方阵, 十分钟后, 大地上出现了一块三十六平方公里的计算机主板。 逢诺依曼指着下方巨大的人列回路开始介绍, 陛下, 我们把这台计算机命名为秦一号。 请看, 那里, 中心部分, 是CPU, 是计算机的核心计算元件, 由您最精锐的五个军团构成。 对照这张图您可以看到里面的加法器, 寄存器, 堆栈存储器, 外围整齐的部分是内存, 构建这部分使我们发现人手不够, 好在这部分每个单元的动作最简单, 就训练每个式。 兵拿多种颜色的旗帜, 组合起来后, 一个人就能同时完成最初二十个人的操作, 这就是内存容量达到了运行秦一点零分操作系统的。 最低要求, 你再看那条贯穿整个阵列的通道, 还有那些在通道上待命的轻骑兵, 那是BUS系统总线, 负责在整个系统间传递信息。 总线结构是个伟大的发明, 新的插件, 最大可由十个军团构成, 能够快捷地挂接到总线上运行。 这使得秦一号的硬件扩展和升级十分便利, 再看最远处那一边, 可能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 那是外存, 我们又用了哥白尼奇的名字, 叫它硬盘。 那是由三百万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构成, 您上次坑儒时, 把他们留下是对了, 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记录本和一支笔, 负责记录运算结果。 当然, 他们最大的工作量还是作为虚拟内存, 存住中间运算结果, 运算速度的瓶颈就在他们那里。 这儿, 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显示阵列, 能显示计算机运行的主要状态参数。 冯诺依曼和牛顿办来一个一人多高的大纸卷, 在秦始皇面前展开来, 当纸卷展到尽头时, 汪鸟一阵头皮发紧, 但他想象中的匕首并没有出现。 面前只有一张写满符号的大纸, 那些符号都是迎头大小, 密密麻麻, 看上去与下面的计算机阵列一样, 令人头晕目眩。 陛下, 这就是我们开发的秦1.0分版操作系统, 计算软件将在它上面运行。 陛下您看, 冯诺依曼纸纸下面的人列计算机, 这阵列是硬件, 而这张纸上写的是软件, 硬件和软件就如同琴和乐谱的关系。 说着, 他和牛顿又展开了一张同样大小的纸, 陛下, 这就是用竖直法解那一组微分方程的软件。 将天文观测得到的三个太阳 在某一时间断面的运动矢量输入, 它的运行就能为我们预测以后任意时刻太阳的运行状态。 我们这次计算, 将对以后两年太阳的运行做出完整预测, 每组预测值的时间间隔为120小时。 秦始皇点点头, 那就开始吧。 冯诺依曼双手过顶, 庄严地喊道, 奉圣上御旨, 计算机启动, 系统自解。 在金字塔的中部, 一排骑手用旗语发出指令, 一时间, 下面大地上三千万人构成的巨型主板仿佛夜化了, 充满了细密的淋淋波光, 那是几千万面小旗在挥动。 在靠近金字塔底部的显示阵列中, 一条由无数面绿色大旗构成的进度条, 在延伸着, 标示着自解的进度。 十分钟后, 进度条走到了头。 自解完成, 引导程序运行, 操作系统加载。 下面, 贯穿人列计算机的系统总线上的 轻骑兵快速运动起来。 总线立刻变成了一条湍急的河流, 这河流沿途又分成无数条细小的支流, 渗入到各个模块阵列之中。 很快, 黑白旗的涟漪演化成汹涌的浪潮, 激荡在整块主板上。 中央的CPU区激荡最为剧烈, 像一片燃烧的火药。 突然, 仿佛火药燃尽, CPU区的扰动渐渐平静下来, 最后竟完全静止了。 以它为原心, 这静止向各个方向飞快扩散开来, 像快速风动的海面。 最后整块主板大部分静止了, 其间只有一些零星的死循环 在以不变的节奏没有升起地闪动着, 显示阵列中出现了闪动的红色。 系统缩死, 一名信号官高喊, 故障原因很快查清, 是CPU状态寄存器中的一个门电路运行出错。 系统重新热启动, 冯诺依曼胸有成竹的命令道。 曼, 牛顿挥手制止了信号官, 转身一脸阴毒地对秦始皇说, 陛下, 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 对故障率较高的部件应该采取一些维修措施。 秦始皇主这长剑说, 更换出错部件, 组成那个部件的所有兵族, 斩。 以后故障照此办理。 冯诺依曼厌恶地看了牛顿一眼, 看着一组历剑出鞘的骑兵重进主板, 维修了故障不见后, 重新发布了热启动命令。 这次启动十分顺利, 二十分钟后, 三体世界的冯诺依曼结构人列计算机在 琴1.0操作系统下进入运行状态。 启动太阳轨道计算软件FreeBody1.0分, 牛顿生死历劫地发令, 启动计算主控, 加载差分模块, 加载有限元模块, 下载谱方法模块调入初始条件参数, 计算启动。 主板上波光铃铃, 显示阵列上的各色标志此起彼伏的闪动, 人列计算机开始了漫长的计算。 真是很有意思。 秦始皇手指壮观的计算机说, 每个人如此简单的行为, 竟产生了如此复杂的大东西。 欧洲人骂朕独裁暴政, 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 其实在严格纪律约束下的大量的人, 何为一个整体后, 也能产生伟大的智慧。 伟大的始皇帝, 这是机器的机械运行, 不是智慧。 这些普通卑贱的人都是一个个灵, 只有在最前面加上您这样一个一, 他们的整体才有意义。 牛顿带着奉承的微笑说, 恶心的哲学。 冯诺依曼瞥了牛顿一眼说, 如果到时候按你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与预测不符, 你我可就连零都不是了。 对, 那时你们可真的什么都不是了。 秦始皇说着, 拂袖而去。 时光飞逝, 人列计算机运行了一年零四个月, 除去程序的调试时间, 实际计算时间约一年两个月, 这期间, 只因乱纪元过分恶劣的气候中断过两次, 但计算机存住了中断。 现场数据都成功地从断点恢复了运行。 当秦始皇和欧洲学者们再次登上金字塔顶部时, 第一阶段的计算已经完成, 这批结果数据精确地描述了以后两年太阳运行的轨道状况。 这是一个寒冷的黎明, 彻夜照耀着巨大主板的无数火炬已经熄灭, 计算机完成后, 秦1.0进入待机状态, 主板表面汹涌的浪涛变成了平静的微波。 冯诺依曼和牛顿将记录着运行结果的长卷呈献给秦始皇, 牛顿说, 伟大的始皇帝, 本来计算在三天前就已完成, 之所以今天才将结果献给您, 是因为按照计算结果。 这一段漫长的寒夜就要结束, 我们将迎来一个长恒纪元的第一次日出, 这个恒纪元将持续一年之久, 从太阳轨道参数看, 气候宜人, 请让您的王国从脱水中复活吧。 朕的国家次计算开始后, 从来就没有脱水过。 秦始皇一把抓过纸卷, 没好气地说, 朕经大秦之国力来维持计算机的运行, 已经耗尽了所有储备, 到现在, 为此饿死累死和冻死热死的人不计其数。 秦始皇用纸卷直直远方, 晨光中可以看到从主板各个边缘, 有几十条白线在大地上辐射向各个方向, 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那是全国各地向主板运送供给品的道路。 陛下, 您将发现这是值得的, 在掌握了太阳的运行规律后, 秦国将飞速发展, 很快会比计算开始之前强大许多倍。 冯诺伊曼说, 按照计算,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陛下, 享受您的荣耀吧。 仿佛是回应牛顿的话, 一轮红日升出地平线, 将金字塔和人列计算机笼罩在一片金光中, 主板上爆发出一阵海潮般的欢呼声。 这时, 一个人急匆匆地跑来, 可能跑得太急了, 下跪时气喘吁吁地趴到了地上, 这是秦国的天文大臣。 圣上, 不好了, 计算有误, 大难降练。 他哭喊道, 你胡说些什么? 没等秦始皇答话, 牛顿就踹了天文大臣一脚, 没看到太阳精确地按照计算结果的时间升起了吗? 可大臣半指起身, 一手指着太阳, 那是几颗太阳? 所有的人看着正在上升的太阳都莫名其妙。 大臣, 你是受过正统西洋教育的剑桥留学博士, 不会愚蠢到不实数吧? 太阳当然是一颗, 而且气温适宜。 冯诺依曼说, 不, 是三颗。 大臣抽气着说, 另外两颗在这一颗的后面。 人们再次看着太阳, 对大臣的话都感到很茫然。 帝国天文台的观测表明, 现在出现了亘古罕有的三日连珠, 三颗太阳连成一条直线, 以相同的角速度围绕我们的行星运行。 这样, 我们的行星和三颗太阳, 四者始终处于一条直线上, 我们的世界始终在这条线的顶端。 你肯定观察无误。 牛顿抓住大臣的衣领问。 当然无误。 观测是由帝国天文台的西洋天文学家进行的, 其中有开普勒和贺谢尔, 他们使用从欧洲进口的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牛顿松开天文大臣直起身来, 汪淼发现他脸色发白, 但表情却欣喜若狂, 他两手抱在胸前对秦始皇说, 最伟大的、 最尊敬的皇帝。 这可是吉兆中的吉兆啊! 现在, 三颗太阳围绕着我们的行星旋转, 您的帝国成了宇宙中心。 这是上帝对我们努力的奖赏, 带我去再详细查阅一下计算结果。 我会证实这一点的。 说完, 趁所有人都还在茫然中, 他固子溜走, 稍后, 有人报告说, 牛顿爵士偷了一匹快马, 去向不明。 一阵紧张的沉默后, 汪淼突然说, 陛下, 请把您的剑抽出来。 干什么? 秦始皇不解的问, 但还是对旁边的抽剑兵做了个手势, 那士兵立刻为皇帝抽出长剑。 汪淼说, 您挥一挥。 秦始皇接过剑, 挥了几下, 面露惊奇之色, 咦, 怎么这么轻? 游戏的威装剧不能模拟失重感觉, 否则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己轻了许多。 看下面, 看那马, 那人。 有人惊叫, 大家一起向下看去, 看到金字塔脚下一队行进中的骑兵, 所有的战马似乎是在地面上飘行。 飘很远四堤才着第一次, 他们又看到几个奔跑中的人, 他们迈一步就能跃出十几米, 但每一跃的下落很缓慢。 金字塔上, 一名卫士试着跳了一下, 轻易地跳上了三米多的高级。 怎么回事? 秦始皇惊恐地看着那个刚刚跳上半空的人, 缓缓下落。 圣上, 三颗太阳城一线直对我们的行星, 他们的引力以相同的方向叠加到这里, 天文大臣解释说, 同时发现自己双脚离地已经横在半空。 其他人也相继以不同角度倾斜着, 双脚都离开了地面开始漂浮, 他们像一群不会游泳的落水者那样笨拙地挥动着四肢, 试图稳定自己, 但还是不识相撞。 这时, 他们刚刚飘离的地面像珠网似的开裂了, 裂缝迅速扩大, 在弥漫的灰江和天崩地裂般的巨像中, 下面的金字塔裂解为组成它的无数块巨石。 透过缓缓漂浮的巨石间的缝隙, 汪淼看到了正在变形中的大殿, 那尊主国福西的大顶和他曾被赋于旗上的火行柱在大殿正中漂浮着。 太阳升到了正空, 漂浮着的一切, 人、巨石、天文仪器、青铜大顶都开始缓缓上升, 并在很快加速。 汪淼无意中扫了一眼平原上的人列计算机, 看到了一幅噩梦般的画面, 组成主板的三千万人正在飘离地面飞快上升, 像一大片被吸尘器吸起的蚂蚁群。 在他们飞离的大地上, 竟清晰地留下了主板电路的印痕, 那一大片只有从高空才能一览全貌的精细复杂的图文, 将在遥远的未来成为另下一个三体文明困惑的遗境。 汪淼抬头望去, 天空被一片斑驳怪异的云层所覆盖, 这云是由尘埃、石块、人体和其他杂物构成, 太阳在云层后面闪耀着。 在远方, 汪淼看到了连绵的透明山脉在缓缓上升, 那山脉晶莹剔透, 在闪闪发光中变换着形状, 那是被吸向太空的海洋, 三体世界表面的一切都被吸向太阳。 汪淼环顾四周, 看到了冯诺依曼和秦始皇, 冯诺依曼在漂浮中对秦始皇大声说着什么, 但没有声音发出, 只出现了一行小小的字幕, 我想到了用电源键, 用电源键做成门电路, 组成计算机, 那样计算机的速度要快许多呗, 体积也要小许多, 估计用一幢小楼就放下了陛下, 您在听我说吗? 秦始皇挥着长剑砍向逢诺依曼, 后者蹬着旁边漂浮的一块巨石躲开了, 长剑砍在巨石上, 蹦出一片火花断成两截, 紧接着, 这块巨石与另一块相撞, 将秦始皇夹在中间, 碎石和血肉横飞, 惨不忍睹, 但汪淼没有听到相撞的巨响, 周围已经一片死寂, 由于空气散失, 声音也不存在了, 漂浮在空中的人体, 在真空中血液沸腾, 吐出内脏, 变成了一团团由体液化成的冰晶云, 围绕着的形状怪异的东西, 由于大气层消失, 天空已经变得漆黑, 从三体世界被吸入太空的一切, 反射着太阳光, 在太空中构成了一片灿烂的星云, 这星云形成巨大的漩涡, 流向最终的归宿, 太阳, 汪淼这时发现太阳的形状在变化, 他马上明白, 自己实际上是看到了另外两颗太阳, 它们都从第一颗太阳后面露出一小部分, 从这个方向看, 三只叠加的太阳构成了宇宙, 中一只明亮的眼睛, 以三颗太阳的对列为背景, 字幕出现, 第184号, 文明在三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毁灭了, 该文明进化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这次文明中, 牛顿建立了低速状态下的经典力学体系, 同时, 由于微积分和冯洛伊曼结构计算机的发明, 奠定了对三体运动进行定量数学分析的基础, 漫长的时间后, 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 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 欢迎再次登陆, 汪淼刚刚退出游戏, 便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是一个声音很有磁性的男音, 您好, 首先感谢您留下了真实的电话, 我是三体游戏的系统管理员, 汪淼一阵激动和紧张, 请问您的年龄, 学历,工作部门和职位, 这些您在注册时没有填, 管理员说, 这些与游戏有关吗? 您玩到这个层次, 就必须提供这些信息, 如果拒绝, 三体将对您永久关闭, 汪淼如实回答了管理员的问题, 很好, 汪教授, 你符合继续进入三体的条件, 谢谢, 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汪淼急切地说, 不可以, 不过明天晚上, 有一个三体网友聚会, 欢迎您参加, 管理员给了汪淼一个地址, 第十九章聚会, 三体网友的聚会地点, 是一处僻静的小咖啡厅, 在汪淼的印象中, 这个时代的游戏网友聚会, 都是人数众多的热闹盛会, 但这次来的连自己在内, 也只有七个人, 而那六位, 同自己一样, 不论怎么看, 都不像游戏爱好者, 比较年轻的只有两位, 另外三位, 包括一位女士, 都是中年人, 还有一个老者, 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 汪淼本以为大家一见面, 就会对三体展开热烈的讨论, 但现在发现自己想错了, 三体, 那诡异而深远的内涵, 已对其参与者, 产生了很深的心理影响, 使得每个人, 包括汪淼自己, 都很难轻易谈起他, 大家只是简单地相互做了自我介绍, 那位老者, 掏出一只很精致的烟斗, 装上烟丝抽了起来, 夺到墙边去欣赏墙上的油画, 其他人则静坐着等待聚会组织者的到来, 他们都来得早了, 其实这六个人中, 汪淼有两个已经认识, 那位鹤发童颜的老者, 是一位著名学者, 已给东方哲学赋予现代科学内涵而闻名, 那位穿着怪异的女士, 是著名作家, 是少见的风格前卫, 却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家, 她写的书, 从哪一页开始看都行, 其他四位, 两名中年人, 一位是国内最大软件公司的副总裁, 穿着朴素随意, 丝毫看不出来, 另一位是国家电力公司的高层领导, 两名年轻人, 一位是国内大媒体的记者, 另一位是在读的理科博士生, 汪淼现在意识到, 三体的玩家, 可能相当一部分是他们这样的社会精英, 聚会的组织者很快来了, 汪淼见到他, 心跳骤然加快, 这人竟是潘寒杀死申玉飞的头号嫌疑人, 他悄悄掏出手机, 在桌下给大使发短信, 呵呵, 大家来得真早, 潘寒轻松地打着招呼, 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一改往常在媒体上, 那副脏兮兮的流浪汉模样, 西装革履, 显得风度翩翩, 你们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都是精英人士, 三体, 就是为你们这样的阶层准备的, 他的内涵和意境, 常人难以理解, 玩他所需要的知识, 其层次之高, 内容之深, 也是常人不可能具备的, 汪淼的短信已经发出, 见到潘寒, 在西城区云和咖啡馆, 潘寒接着说, 在座的各位, 都是三体的优秀玩家, 成绩最好, 也都很投入, 我相信, 三体已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那位年轻的博士生说, 我是从孙子的电脑上偶然看到他的老哲学家撬着烟斗饼说, 年轻人玩了几下就放弃了, 说太深奥, 我却被他吸引, 那深邃的内涵, 诡异恐怖又充满美感的意境, 逻辑严密的世界设定, 隐藏在简洁表象下海量的信息和精确的细节, 都令我们着迷, 包括汪淼在内的几位网友都连连点头, 这是汪淼收到了大使回的短信, 我们也看到他了, 没事, 该干什么干什么, 注意, 在他们面前你要尽量表现得极端些, 但不要太过了, 那样装不下, 是的, 女作家点头赞同, 从文学角度看, 三体也是卓越的, 那203轮文明的兴衰, 真是一首首精美的史诗, 他提到203轮文明, 而汪淼经历的是191轮, 这让汪淼再次确信了一点, 三体对每个玩家都有一个独立的进程, 我对现实世界真有些厌倦了, 三体已成为我的第二现实, 年轻的记者说, 是吗? 潘涵很有兴趣地插问一句, 我也是, 与三体相比, 现实是那么的平庸和低俗, IT副总裁说, 可惜呀, 只是个游戏, 国电公司领导说, 很好, 潘涵点点头, 汪淼注意到他眼中放出兴奋的光来, 有一个问题, 我想是我们大家都渴望知道的, 汪淼说, 我知道是什么, 不过你问吧, 潘涵说, 三体仅仅是个游戏吗? 网友们纷纷点头, 显然这也是他们急切想问的, 潘涵站起来, 郑重地说, 三体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在哪里? 几个网友一口同声地问, 潘涵坐下, 沉默良久才开口, 有些问题我能够回答, 有些不能, 但如果各位与三体世界有缘, 总有一天, 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 那么, 游戏中是否表现了三体世界的某些真实成分呢? 记者问, 首先, 在很多轮文明中, 三体人的脱水功能是真实的, 为了应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 他们随时可以将自己体内的水分完全排出, 变成干燥的纤维状物体, 以躲过完全不适合生存的恶劣气候。 三体人是什么样子的? 潘涵摇摇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每一轮文明中, 三体人的外形都完全不同, 另外, 游戏中还反映了一个三体世界中的真实存在, 人列计算机。 哈, 我觉得那是最不真实的。 IT副总裁说, 我用公司的上百名员工进行过一个简单的测试, 即使这想法真能实现, 人列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能比一个人的手工计算都慢。 潘涵露出神秘的笑容说, 不错, 不错, 但假如构成计算机的三千万个士兵, 每个人在一秒钟内可以挥动黑白小旗十万次, 总线上的青旗兵的奔跑速度是几倍因素甚至更快, 结果就不一样了。 你们刚才问过三体人的外形, 据一些迹象推测, 构成人列计算机的三体人, 外表可能覆盖着一层全反射镜面, 这种镜面可能是为了在恶劣的日照条件下生存而净化出来的。 镜面可以变化出各种形状, 它们之间就通过镜面聚焦的光线来交流, 这种光线语言信息传输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就是人列计算机得以存在的基础。 当然, 这仍是一台效率很低的机器, 但确实能够完成人类手功力不能及的运算。 计算机在三体世界首先确实是以人列形式出现, 然后才是机械式和电子式的。 潘寒站起来, 围着网友们的背后踱步, 我现在能告诉大家的指示, 作为一个游戏, 三体只是借用人类的背景来模拟三体世界的发展。 这样做只是为游戏者提供一个熟悉的环境, 真实的三体世界与游戏中的差别很大, 但其中三颗太阳的存在是真实的, 这是三体世界自然结构的基础。 开发这个游戏肯定花费了很大的力量, 但他的目的显然不是盈利。 IT副总裁说, 三体游戏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聚集起我们这样志同道合的人。 潘寒说, 什么志和什么道呢? 汪淼问, 但玄机有些后悔, 仔细想着自己的问题是否露出了些许的敌意。 这个问题果然令潘寒沉默下来, 他用意味深长的目光将在座的每个人逐个打量了一遍, 轻轻地说, 如果三体文明要进入人类世界, 你们是什么态度? 我很高兴, 年轻的记者首先打破沉默说, 这些年看到的是, 让我对人类已经失望了, 人类社会已经无力进行自我完善, 需要一个外部力量的介入。 同意, 女作家大声说, 她很激动, 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发现某种东西的机会, 人类是什么? 多丑恶的东西, 我上半生一直在用文学这把解剖刀来揭露这种丑恶, 现在连这种揭露都厌倦了。 我向往这三体文明, 能把真正的美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潘寒没有说话, 那种兴奋的光芒又在双眼中亮起来。 老哲学家挥着已经熄灭的烟斗, 一脸严肃地说, 让我们来稍微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你们对阿兹特克文明有什么印象? 黑暗而血腥, 从林中阴森的火光照耀着鲜血流淌的金字塔, 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 女作家说, 哲学家点点头, 很好, 那么想象一下, 假如后来没有西班牙人的介入, 这个文明会对人类历史产生什么影响? 你这是颠倒黑白, IT副总裁指着哲学家说, 那时入侵美洲的西班牙人不过是强盗和凶手。 就算如此, 他们至少制止了下面事情的发生, 阿兹特克无限制地发展, 把美洲变成一个血腥和黑暗的庞大帝国。 那时, 美洲和全人类的民主和文明时代就要更晚些到来, 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处, 不管三体文明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到来对病入膏肓的人类文明总是个福音。 可您想过没有, 阿兹特克文明最后被西方入侵者毁灭了。 国电公司领导说, 同时环视了一下四周, 仿佛是第一眼见到这些人, 这里的思想很危险。 是生客。 博士生举起一根手指说, 同时对哲学家连连点头, 我也有这个想法, 但不知道如何表达。 您说得太好了。 一阵沉默后, 潘寒转向汪淼, 他们六人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您呢? 我站在他们一边。 汪淼直指记者和哲学家等人说, 言多必识, 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这一句。 很好。 潘寒说着, 转向了IT副总裁和国电公司领导, 你们二位已经不适合这场聚会了, 也不适合继续玩三体游戏。 你们的ID将被注销, 下面请你们离开。 谢谢你们的到来, 请。 两人站起身来对视一下, 又困惑地看看周围, 转身走出门去。 潘寒向剩下的五个人伸出手来, 挨个与他们紧紧握手, 最后庄严地说, 我们是同志了。 B。 B. 感谢观看